法语,岩山河泥河水及各一卷等。 岩宝船登陆卷15,福桑禅林森宝船卷9,P4554。 德圣堂,天帝,第四天,与阿修罗交战德圣,令皮手结膜建造最为殊胜之堂殿,称为德圣堂。 又称最圣堂,第四天为守护佛法之善神,乃诸天之主。 阿修罗为脑害佛法之鬼神类,好恬恨,专以战斗为能事。 经典中常记载第四天与阿修罗交战之故事,两方各有胜败,若世间之人效养父母,恭敬沙门婆罗门。 则帝是天胜利,反之则阿修罗胜利。 皮手结膜为司长建筑雕刻之神将,其功义最为巧妙。 据指官府传红绝卷五之二载,第四天战圣修罗,遂令巧匠皮手结膜造一堂殿,名为最圣。 东西百游巡,南北六十游巡,堂有百间,每间有七只漏台,每一台上各有七玉女,每一玉女各有七十人。 皆由帝是天幽给一时,庄严之巨,此堂于千世界中无可媲美者,故称最圣,又因其戏交战得圣而造,故称得圣。 磨合指官卷五上,大四六,五二中,譬如皮手结膜造得圣堂,不疏不密,间隙容颜,微微,至于上天,P4554。 得菩萨忍陀罗尼,为四种陀罗尼之一。 又作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忍陀罗尼。 即一无意之咒,安住于诸法离言之时相而忍持不失。 大臣一张卷十一位的忍陀罗尼之方法有二种,即,一,先是之九习吏,二,现在之修习吏。 另据于家师的论卷四十五载,菩萨之德忍陀罗尼,乃成就自然坚固之阴行, 具足庙会,独处空闲,长疾境律,少眠多物, 于佛所说的菩萨忍之诸咒张具能审地思维,并了之通达此张具之意为原诚实性而无有余意。 参阅,陀罗尼,三千六百零七,P四千五百五十五。 得道,又做得度。 道,指三圣各断或正理之智慧,得道,即三圣行界,定,会而正得道果。 一级的无漏之圣道,或菩萨之无身法人,无上菩提佛果,不通常诱语,成佛,义子并用,而称,成佛得道。 大制度论卷二十七,未入大位。 不复多凡夫之术,称为得道人,一切世间是欲坏其心,然不能令其动,必三恶去门,入诸菩萨树中。 得道之因缘有多种,据大制度论卷三十四说。 或依佛说法得道,或于佛放无量光明得道,或于佛变身毛孔散发出众妙香,使众生闻之而得道等, 盖皆依众生因缘不同而得道方式有别。 又得道必依欲戒之身,故于三戒之中,欲戒众生自然应有得道之因缘,无色戒以无身之故,不得听闻证法,色戒之众生执着圣定之乐,无苦受,无厌心,故意难得道。 中阿含卷二十九请请经,大制度论卷三,卷八,巨舍论卷二十四,杂阿皮弹心论卷五,P四千五百五十五。 得道踢成经,请参阅得道踢成西藏经。 得道踢成西藏经,全一卷。 右座西藏经,得道踢成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易于东径,易者不详。 本经内容为佛陀告示诸比丘皆应受持西藏,其理由为西藏可彰显圣智之意,故称至藏,西藏意为行功德之本,故称得藏。 此即为圣人,贤士之表真,意为去向道法之标志。 其次列迹持藏威仪之二十五是,P四千五百五十五。 得神,即说一切有不所利十四不相应法中之,得。 为一切有情法系于人身而不离,故欲为神,称为得神。 例如造善恶诸业,一旦所造之业继承过去,然,得,将诸业系于身,令于未来受其果报。 摩合纸观卷七上,大四六,九三下,如细鸟在龙,欲去不得,心识一耳。 龙以四大,细以的神,心在色龙,无处不至。 夜神未断,去以腹海,龙破细断,急去不返。 参阅,得,四千五百四十八,P四千五百五十五。 得随,为得玄理之极致。 与,得正,同意。 即内心动彻明昔而证悟佛法大道之真意。 原为我国禅宗出祖菩提达摩应证会可之语。 据景德传灯陆卷三菩提达摩章载,一日,达摩见腹法时机成熟, 遂令道父,尼总持,道玉,惠斯等四位门人各成所解。 道父以下三人各成所解,达摩分别以,乳的无皮,乳的无肉,乳的无骨,等达之,表示三人皆有所证,然所证未撤。 为慧可行至达摩前礼拜,未言一语,而后依慧而立,达摩遂向慧可谓,乳的无髓,后并将法依传与慧可。 慧可及我国禅宗第二组。 P4556 从心流出,未由大日如来心中流出眷属诸尊。 此诸尊皆由大日如来之自信所成,未统一金刚性。 例如未于金刚界曼陀罗金刚轮内四余之四位菩萨、喜菩萨、瞒菩萨、歌菩萨、五菩萨,即由大日如来之心中所流出。 分别圣位经,P4556 从因向果,修行佛道时,从因位,例如菩萨位,四地进入果位,例如佛位,如此向上进修者,即称从因向果,或从因治果。 反之,自果位向众生教化,引导,在由因之分位而出者,则称从果向因。 于密交与日本天台宗君有此类说法,以之表示修行者在修正过程中之皆位与方向。 参阅,东因发新,3295 从果向因,4556 P4556 从地涌出,指佛陀说法时所示现之一种神变,即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如法华经卷五从地涌出品载,佛陀说法华经时,曾告示大众, 娑婆世界自有六万横河沙菩萨及其眷属,于佛陀入灭后,皆能护持独诵,广说此经。 佛说此语时,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国土地皆正列,而于其中有无量千万亿菩萨,闻佛陀生,同时从地涌出。 不退转法轮经卷1P4556 从果向因,即从三身原明之果位反向发心修行之因底。 乃,从因向果,之对称。 例如果位上之佛位化导众生之故,乃方便视现菩萨生,生闻生,令如念佛行者以往生净土后,再返回娑婆之苦界,行还相回向之设化,皆是从果向因。 于密教中,卫表示修行者从最初发心之位至佛果之位,依照西谈,A、A、自在因运上之转化,配合五方五佛,而有东因发心与中因发心两种修行方向之别。 其中,中因发心系以中央之大日如来配上发心之因位,依次向东、南、西、北之方位修正,呈现从果位至因位之修行取向,特称位从果向因。 令于天台宗所叛世之原教位次,原有,六级位,之说,并以之配合菩萨修行之各皆位。 六级,自浅至身之顺序位礼籍、名字籍、观形籍、相似籍、分针籍、分正籍、九境籍。 日本天台宗之祖最臣即一六级位之说更创新义,为以礼籍等前五级为因位,以第六支就敬即为果位,顺者、始觉、之次第而向上进修,称为从因治果,就教义法门而言,称为始觉法门。 反之,若基于,佛凡一体,之礼,以礼籍为圆满之佛果位,以名字即乃至就敬即等后五级为化他之行的因位,如此由就敬即向礼籍逆向修行,则实为顺者,本觉,之次第,由果向下转修,称为从果向因,就教义法门而言,称为本觉法门。 参阅,中阴发新,一千零一十七,五转,一千两百零六,从因向果,四千五百五十六,批四千五百五十六。 从门入者不是家珍,禅灵用语。 原指真正之珍宝集在自家之中,禅灵中,转指开悟之大事最重要关键乃在于本具之佛性,若不明此理,反而向外寻求,终必摩所获得。 闭言录第五则,大四八,一四五上,头喝云,而不见到,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须是自己胸中流出,盖天盖的,方有多少分相应,批四千五百五十七。 从香,禅灵中,于开堂柱盛时,适者插半香后,更粘一柱香。 或新柱池为其本师插香于炉,插完归位后,适者敬前再插一柱香或搓香烧之。 以小半香随从于大半香之后,故称从香。 赤修百丈轻规卷一大四八,一一一三中,住持粘香住寿臂,适者接香,以左手插炉中,右手粘从香一柱,略问训下作归斑。 禅灵象气间第九类从鬼门,批四千五百五十七。 从轮,原初曹洞宗禅僧。 昊灵权 身足年不祥。 参业燕金报恩寺万松行秀有醒悟,为其法寺,出驻万寿寺,并继其施主持报恩寺。 世祖九年,一千两百六十八,奉赵入内殿,常与帝师论道,发挥禅穴大药,为婉奏上踪蜜之禅猿猪全集。 世祖十八年十月,施于大斗敏中四焚烧道藏为经,除道德经外进行烧毁。 对头子一清之颂古一百则与丹霞子纯之颂古一百则均加以着语语平畅,会即为空谷即,虚唐即。 五灯会员序略卷一,五灯盐筒卷十四,五灯全书卷六十一,P4557。 丛荣路,樊六卷。 南宋万松行秀传。 又称万松老人平唱天同和尚宋谷丛荣安路,天同诀和尚宋谷丛荣安路。 经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 戏将天同山洪至正觉禅师所作诵古百则复加示众,这语,平唱而成。 丛荣,为万松行秀晚年所居安民。 本书所已作成,出戏行秀之门人耶律楚才,应随从元太祖臣吉思汉锡珍,悲于远离其诗,岁吕至书请诗平唱天同诵古。 行秀乃于燕京报恩寺从荣安传此书,命逝者离之笔录,元太祖八年,一千两百二十三,送往西玉宇除财,一年除财作序。 其中各则均分位示众,本则,公案,宋谷,文中附加短评,者语,平唱等四部分,示众相当于碧岩路之锤士, 细说明一则之宗旨,本则为古则公案,叙述先人证悟之因缘,宋谷为红志以祭宋燕提,说明本则之宗旨,者语为将本则,宋谷之语句加以解说短评,以平唱部分为本书重点。 本书与碧岩路并称禅门二大宝典,碧岩路属灵纪宗系统,本书则属曹洞宗系统。 著书有莫绍之从荣路送解一卷,松云之从荣路适略十七卷,顶三之从荣路接资路二卷,范丁之从荣路比销一卷等。 P4557 从义,1042,1091,北宋森,温州,浙江永家,平阳人,俗姓也,自书端。 8岁出家,17岁诗世福宗祭中,严习天台教义,后便立诸方,先后驻持大云,真白,武风,宝姬,妙果等无杀。 27岁于妙果寺讲说天台四交仪,并撰写天台四交仪及解义书。 27岁诗端借清白,妩媚三观,单未住宿,过五不识,非法不严,非右邪不卧,非绿水不饮,威宜端正。 27岁以随唐以来他宗并立为患,未必等不本经论,但任凶义修正,叛事不尽佛义,故于锁着不住,即解住处便明。 又虽学陈山家派四名之礼之正统宗学,丽阳台家,然凡有论说,美迥义于四名之礼,后世乃以,后山外,称之。 晚年居秀州,浙江嘉兴,寿盛寺,大正宗峰。 原又六年入祭,誓寿五十,誓号,神志。 这有法华三大部补助十四卷,金光明玄义顺正纪三卷,金光明文具星纪七卷, 指观毅力转要六卷,指观毅力科一卷,始终心要注一卷,四交移集解三卷, 观经书网生纪四卷,十部二门元通纪三卷,经批预言纪四卷,静明略纪十卷,搜玄纪三卷, 法华巨科六卷,菩萨戒书科一卷等。 世门正统卷五,佛祖统计卷二十一,卷二十五, 世世基古略卷四,批四千五百五十八。 从遗失,僧职之一种,又做从微遗失。 受戒或法会中,于微遗失之下执掌纠正众僧微遗之僧。 若在钢所,职务所行之场所,则辅佐三钢。 参阅,微遗失,三千七百七十二,批四千五百五十八。 从审仁旧,禅宗公安民。 从审,指唐代之赵州从审禅师,仁旧, 未延用,依循,效法前人之习惯,法则,求证方法,功夫等。 赵州从审教导学人不必以思索功夫抢求开悟, 若踏寻前人之踪迹,亦能自达悟尽。 禅愿蒙求卷下,万序一四八,一三一下, 赵州约,莫非立也,大好言语,何不仁就去。 世间法上有门,法起无门。 自是不仁就顾,批四千五百五十八。 从审西角,禅宗公安民。 唐代赵州从审行角时, 参业灵纪一玄,恰遇灵纪洗脚之故事。 据禅愿蒙求卷中载,赵州问,万序一四八,一二七上, 如是祖师西乃义,灵纪阿义,恰指导森洗脚, 赵州欲更进前作听文状,灵纪乃味, 更要第二勺饿水泼在,赵州便退下。 祖师西来义,义语, 远指我国禅宗出祖菩提达摩自西天, 度,前来土之义,目的, 引身为佛法大义,或禅之随, 于各类禅宗典集中, 与,佛法的的大义, 同为常见之同义语, 亦为历来禅灵师家与学人间相互应对之常用语。 禅宗公案以此为问答关键之力颇多。 此则公案中,赵州义以此语问求佛法大义, 灵纪则以其当前正在进行之, 洗脚,答之, 仿若答非所问,赵州岁区前作听文状, 盖寓一文灵纪进一步之解说, 灵纪则为, 更要第二勺饿水泼在,其与盖有二重含义, 一,配合原先洗脚之动作, 洗脚之后即硬泼气洗脚水, 而洗脚与泣水皆属日常事物, 既是平常无奇, 然又真实生动, 佛法禅旨意应如是, 于真实亲切之行著坐卧, 与莫动静中, 当下把握, 契入所谓, 祖师昔来意, 赵州先前未领其意, 屈前欲文贤外之音, 灵纪乃故作经宜, 为赵州莫非欲所求将弃之污水, 二, 第二勺饿水, 本指第二次之严利基法, 即接化学人时, 第二次所用之方式, 所说之雨风, 远比第一次激烈毒辣, 故禅灵素有, 第二勺饿水更毒, 之雨, 灵纪先所言之, 恰指老森洗脚, 为初次以直接行动表示禅止不在日常事之外, 制造州区前坐厅状等, 赋一次与为严利基法, 是为第二勺饿水, 五灯会员卷十一, P4558, 从显入密, 即初修显教, 后转入密教, 此种修行者, 又称从显入密之机或迂回之机, 与最初即修学真言门的直网之机有所区别, P4559, 欲文, 请参阅欲文章, 欲文章, 樊五卷, 日森缘如吉禄, 又称连如上人欲文, 收于大正葬第八十三册, 本院四派称欲文章, 大谷派则仅称欲文, 或五帖消息, 乃中心日本净土真宗之连如畏道俗说法开示之法语及, 共分八十通, 前半部位居住于及其道场时所作, 文笔平义, 宗义广博, 可供朝系客颂, P4559, 欲水曲, 日本佛教用语, 又作欲松明, 系日本东大寺所愿, 二月堂, 所举行之, 休二月会, 在为其十四天法会中之第十二日后半夜举行, 参加法会之僧, 守主柳志, 牛王杖, 持法罗贝, 金刚灵等, 另有一童子持松明, 逐句, 自二月堂初, 至梁辩山邦之祠堂祈愿, 堂侧有专为法会开凿之二家景屋, 又称若霞景, 于景户之下, 导师自景中取水, 令使者运回二月堂, 直至天江破晓, 全体共赴堂内举行法会, P4559, 玉衣墓, 日本佛教用语, 又做玉宿墓, 佛墓, 为制作佛像之墓材, 玉衣之, 玉, 于日文中表示尊敬之义, 指佛之法一, 引申为制造佛之形体, 其材料则称玉衣墓, 另一材料不同, 而有玉衣卷等名称, P4560, 玉佛名, 日本佛教用语, 日本佛教界, 以称念阿弥陀佛及诸佛之名号为玉佛名, 但在用语上, 特指在法会中, 将称念佛, 菩萨, 祖师等名号之敬礼文, 普以取调而畅用者, P4560, 玉衣室, 日本京都又京区佐俄清梁寺, 又做释迦堂, 每年3月19日所举行为佛像擦身之仪式, 又平常试镜佛像上之灰尘, 亦称玉衣室, P4560, 玉柱, 日本佛教用语, 指皇帝所传之柱解书, 玉柱之卷数不多,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二经部孝经类有清世组之, 玉柱孝经, 一卷, 清世宗之, 玉转孝经集柱, 一卷, 以及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有清世组之, 玉柱道德经, 二卷, 与佛教有关之玉柱, 于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有唐代道因之, 玉柱金刚波罗密经宣言, 二卷, 系道因将唐玄宗之玉柱附加注解而成者, 另于日本万序藏经中有宋孝宗之, 玉柱圆绝经, 二卷, 及宋真宗之, 四十二章经玉柱, 一卷, P四千五百六十, 玉柱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宣言, 请参阅青龙书, 玉剃法, 日本佛教用语, 日本真宗位在家人归依佛门所行之仪式, 又称归近世, 即法主持剃刀, 在列作于佛前之归依者头上笔画, 受三归界, 仪式终了赐与法明, 静待对此事改称归近世, 此仪式系源于佛本行及经卷三十五所在, 佛陀曾分别为耶稣陀长者及其母, 其妻受三归, 使称为幽婆赛, 幽婆仪, P4560 欲修法, 日本佛教用语, 指日本之修持密法, 即修持密法之法会, 在真言宗, 为后七日欲修法之略称, 即每年正月八日至十四日共七日间, 为其求皇体安泰, 国泰明安, 在宫中之真言愿所修之密法。 相对于宫中前七日之节会而言, 故称后七日欲修法。 在天台宗, 则五种大法, 六种准大法, 五种密法等, 均属于欲修法。 五种大法, 即正将叶叉法, 大赤圣法, 七佛要施法, 儒法延命法, 安正法, 六种准大法, 吉法华法, 如来法尊圣法, 如法佛眼法, 如法悲斗法, 叶依观音法, 一字经伦法, 五种密法, 未苏西的大法, 五密密法, 如法爱染法, 尊圣法, 巫除沙魔法。 P4560 欲库密室, 日本佛教用语, 日本真宗派下一端, 亦安心, 密室法门之代表, 又称欲藏门徒, 土藏密室, 欲少子奖, 内政奖。 应在土藏, 又称土库, 用土土于建筑物外, 以防火之库藏, 内礼拜本尊弥陀而得此名。 此等信仰, 以明古屋一带为中心, 广行于关东一带, 有四十余分派。 P4560 欲勇歌, 日本佛教用语, 即参议各处圣祭的巡礼者所唱勇之赞歌, 又作巡礼歌。 在日本, 据传以西国三十三所, 指经基附近安置有三十三尊观音像之四堂, 知欲勇歌为最古, 后世相继模仿, 致近世更产生各种流派。 一般皆和林声勇吟。 此外, 亦有唱勇合赞, 为别于巡礼歌, 故称歌合赞, 例如, 赛和元, 即为其代表。 P4561 欲制简模变异录, 樊八卷, 又作简模变异录。 清世宗传, 雍正十一年, 一千七百三十三,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一四册。 明代灵记宗森汉乐法藏传有, 五宗元, 一书, 其门人谈及红忍一传, 五宗旧, 一书已披驳当时曹洞宗之主张, 遂引起当世禅灵间之论证, 及至清代, 有有余波。 世宗集传本书, 为法藏, 红忍等人之宗臣主张为邪魔一说, 并列举彼等之语录即著作, 一一加以博日。 又指出彼等之传人饮酒食肉, 破毁戒律, 为害佛教圣据, 必须减除, 故事宗曾以实际行动迫害法藏派之僧徒。 参阅, 五宗元, 1108, P4561。 玉影堂, 依日本佛教祖师堂之一种, 又作影堂。 玉, 未敬称。 各宗派所指不同, 真言宗称高野山宗祖空海之安, 是魏玉影堂。 东寺, 仁和寺, 是深寺中, 亦有玉影堂。 若净土宗, 则指阿弥陀堂, 即本堂, 为全寺最大之建筑。 在真宗, 指祖师堂魏玉影堂, 本堂则指阿弥陀堂, 为玉影堂之建筑较大。 参阅, 影堂, 六千零四, 二位于京都市下京区之心善光寺。 为十宗玉影堂派之本山, 乃念佛三昧之道场。 P4561。 预选语录, 凡十九卷, 清世宗传, 又称雍正预选语录, 收于万续藏第一依九册, 其内容细及录我国古今禅僧, 居士及清世宗自身之禅语等, 既有正及十二卷, 外及一卷, 前及二卷, 后及三卷, 当今法会一卷。 其中, 正及收录森兆, 永家玄爵, 寒山, 石德, 维山林佑, 养山会记, 兆州从审, 云门文言, 永明言寿, 紫阳真人张平书, 学斗重险, 环雾克勤, 玉林通秀, 琼西行僧, 何硕雍亲王元明居士, 世宗等十五人之短篇语药。 外籍收录云七诸宏之净图问答等, 前籍, 后籍均为历代禅诗语录。 在玉智总序末, 有雍正鬼丑十一年, 一千七百三十三, 四月朔日之字样, 在各诗之初, 观有自同年四月望日至八月望日之玉智序。 据玉智后续载集有关编撰本书之缘由, 乃因不满于古今语录而重新选集本书。 本书于乾隆元年, 一千七百三十六, 真月入藏, 收录在乾隆三年十二月完成之清隆藏, 另有光绪四年, 一千八百七十八, 经灵课经厨之刊本。 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 中国佛教史, 蒋维乔, 卷四, P4561。 玉灵会, 日本佛教用语。 日本所行安慰怨灵之字法会。 右座玉灵祭。 现存文献中, 日本早知。 玉灵会细贞观五年, 八百六十三, 祭祀死于非令之崇道天皇, 一与亲王, 此即现今京都上, 下玉灵神社起源。 现有五月一日神于奉安之神祭, 五月十八日神于杜于之孩信祭。 玉灵会乃自平安朝以来即盛行之祭祀, 除上述书外, 另有北野神社, 指缘社一举行之。 参阅, 指缘会, 3920, P4562。 西的, 范死体, 西藏语, Growb, 帕, 意义做成就, 妙成就, 范汉并举而称成就西地, 西的成就, 鱼密教, 亦指依颂持真言等, 以身, 口, 亦三密相应而成就世间, 出世间种种妙果。 据大日经书卷十五载, 完成正觉之阶位, 称为无上西的, 达于此位之前, 上有信, 入地, 武通, 二圣, 成佛等五种西地。 对此, 显教诸师认为, 信, 是地前之信形, 入的, 是指入于初欢喜的, 相当于声闻之入见道, 武通, 是辩知世间五神通之境, 至超越武通先人位而真第四的, 二圣, 是超越二圣之境界, 而至第八的, 成佛, 即是由第九的修菩提道, 进而完成如来位。 若依密教, 则出欢喜的有十星, 出星至第四星为武通, 第五星至第八星为二圣, 第九星至第十星, 即的成佛。 即出的十星分三品, 出四星为下品, 四四星为中品, 后二星为上品。 尊圣以轨卷下更分析的为有相, 无相二种, 的世间长寿或福德等, 称为有相西的, 成就出世间果的, 则称无相西地。 二西的亦各有三品之别。 若以此配于前述五种西地及无上西的, 则有相之下西的与中西的相当于五种西的之最初三种, 上西的相当于第四之二圣西的, 至于无相之下西的则相当于有相西的, 中西的相当于第五成佛西的, 上西的相当于无上西地。 日森空海之, 即生成佛义, 即是将始觉因为之西的称作持明西的, 持明义及送持真言, 本觉果闷之西的称作法佛西地。 同时, 据大日经书卷三, 真言行者在观心上所献之境, 共分为三品西的, 上品安住于密言佛国, 中品安住于十方净土, 下品安住于诸天修罗宫。 又, 苏西的, 为梵语斯, 斯汐之音译, 意译作妙成就, 即成就圣妙之译。 日本台密基于三部大法之一的苏西的经, 而说苏西的法, 以此表金刚, 胎藏两部不二之最深密法。 大日经卷三西的出现品, 卷五秘密曼陀罗品, 如意宝珠转伦秘密现身成佛经伦咒王金西的成就品, P4562。 西帝王, 亦为密教艾染冥王之以名, 因其以艾染冥王之小咒为欧西的, 范HCt, 故又称西帝王。 二全称不空西帝王观世音, 为不空所观世音之化身。 据不空所经卷十一载, 不空西帝王观世音有三面四臂, 全身成真金色, 结佳夫作, 正面西一和月, 右面为怒含口醋梅, 左面份目可谓, 张口丽牙, 手指莲花, 三叉戟, 不空泛妾, 一手劫尸无味应, 身有光艳。 真言有116句。 P4562。 西的持民仙, 泛民斯帝, Fight of Atta, 即一咒术的外法成就之仙人。 西的, 意义未成就。 于密教中, 列于胎藏曼图罗外不知, 陈旧持民仙众, 即是此尊。 大日经书卷六, 参阅, 持民仙, 3817, P4563。 西地宫, 即西的之国土宫殿, 乃真言行者在观星上所献之境。 共有三品, 一, 上品, 即密言佛国, 此佛国出于三界之外, 而非生文, 原觉等二甚之见文所能得。 二, 中品, 即十方净土。 三, 下品, 及诸天修罗宫。 又修持真言之行者若能成就三品之池民仙, 则可安住于如上三品之西地宫中。 大日经书卷三, 参阅, 西的, 4562, P4563。 西地律, 梵语strength, 右座西系礼, 意义为女, 七, 为梵语文法中, 三生, 三性, 中之女生。 概于梵语文法上, 凡式名词, 代名词, 形容词等, 皆有三种属性之区别, 称为三生, 即男生, 女生, 非男非女生, 其中之女生, 西潭加多称为西地律, 系语女生名词八转生, 名词与尾八种变化, 中, 为表示变化之情形所用者。 P4563。 西街解脱, 与, 必经解脱, 同意, 即完全解除束缚, 迷惑之自由状态。 只修行纯熟之情形, 或表示万有自体之绝对真实, 原本之状态。 景德传灯陆卷三, 大五一, 二二二中, 一切诸法西皆解脱, 如等各自互念, 流化未来, P4563。 西齐利耶, 泛名Esqueria, 位屹立于西兰, 经称斯里兰卡, 之坎底市, Candy, 北方约72公里处置岩丘, 高约18公尺。 断崖贯穿六个洞窟, 以壁画著名。 有西兰古代王臣之遗迹, 系五世纪末, 嘉业王, 巴克斯帕, 479, 497在位, 世父, 逃避至此, 为防御席及而驻王宫于大岩石山上。 山上为残存壁画四窟, 壁上描绘天人散花供养图。 笔法颇为写实, 构想富于变化, 采用赤, 黄, 绿, 黑等颜色, 描绘天人之风资交力, 表情丰富。 壁画之制作, 可能系嘉业王与此营建宫殿时, 描绘其王妃及侍女佛式供养之情形。 年代约与阿湛多第十六号及第十七号枯殿之壁画相近, 皆传自己多样式之神髓, 又可观赏西兰式佛教艺术之雄伟。 此窟殿攀登不易, 甚少为世人所知。 直至1889年马雷, A。 Murray, 初登极顶, 磨绘壁画, 现陈列于可伦坡博物馆。 至1895年贝尔, HCP。 Bell, 受西兰政府之援助, 致力复原之工作。 VA。 Smith A History of Fine Art in India and Salon, Guide to the Collections of the Colombo Museum, P4563。 西达多, 泛名Cidrita, 巴黎名Cidatha。 乃是尊魏晋泛王太子时之名。 右座萨婆西达多, 泛Sarvetserita, 萨婆和四他西陀, 泛Sarvetserita, 萨婆和他西陀, 萨父和他西陀, 西达罗他, 西多和他, 西达, 西多, 西陀。 亦亦做一切亦成, 一切事成, 才及, 及才, 成立, 厌世, 厌义。 世尊出身为嘉皮罗成静泛王之长子时, 善战相之阿斯陀仙人之小此王子于过去世因诸种善根功德, 具备殊胜之相好, 能成就一切善事。 又曾预言, 王子若在家必为转伦圣王, 若出家则成就无上正觉。 未表示上述之意义, 故命名西达多。 佛本行集经卷二十四, 大唐西玉记卷七, 会愿应一卷下, 参阅, 释迦牟尼, 六千八百二十四, 批四千五百六十四。 西坛, 范语四达或四。 又做西坛, 西坛, 四坛, 西坛, 七坛, 七坛。 意义做成就, 成就即详。 即指一种范字字母, 乃记录范语所用书体之一。 在范字字母表或罪字法十八章之时所揭入之规定句中, 意表令成就之范语, 即为西坛或西德罗苏独, 范Sighuristu。 于是, 西坛, 成为字母之总称, 西德罗苏独, 为西坛章之意义。 又西坛为总称有关印度之声字, 义语, 声名, 皮加罗论, 同意。 西元第七世纪以前, 西坛文字业已盛行于印度, 我国于南北朝时, 西坛文字经由易经者安入, 并受国人接纳学习, 唐代有意境之范语签字文, 至广之西坛字迹, 意行之字母表个意卷等著作。 约于奈良朝以前传至日本。 在我国, 范字之书体及字母装作西坛, 而称范语文法、 语句解释等位范音或范语, 以此加以区别。 但日人除了称范字之书体为西坛外, 更广泛地包含范语书法、 读法、 文法等。 一、按治广西坛字迹, 所迹, 就广义而言, 西坛为摩多语体文之总称, 狭义则是指摩多十二运。 摩多, 为范语MTK之音译, 即母, 之义, 又作运, 指母音字, 即有十六字, 参照第一表, 其中较为含用之歌里, 歌里, 里, 离, 等四字, 称作别摩多, 语者称作通摩多或西坛十二运, 西坛十二章。 同时随运之按, 语指音, 指声, 之, 细为阿, 之转化, 并非为本来之运, 从十六字中除句, 则成为十四因。 此二字阴界于摩多与体纹之间, 故称戒叛。 体纹, 未泛于Fajana之音译, 即子音字附加摩多之点化以作诸种字之本体, 称为体纹。 所谓, 点化, 乃自因附加摩多时, 使用摩多之简略形, 其形象似于汉字点化, 故称之。 体纹有三十五字, 参照第一表, 首先之二十五字中, 各五字发音部位, 顺次称为牙声, 喉音, 齿声, 恶音, 舌声, 影音, 喉声, 齿音, 唇声, 唇音, 称为五类声, 五无声, 相随声。 以后之十字合称口声, 满口声, 口声以及指口之全部发音之声。 其中, 烂, LLA, 即由二个, LA, 所合成, 为二个同一字重复合成的当体重字, 合成字, 复合字, 之粒子, 又其撒, KA, 即, Kansas, 与A所合成, 为二个亿字相别合而成的一体重字之粒子, 故以非原之字母。 古来论及西谈, 关于每一字母皆例行, 书体, 音, 发音, 意, 意义, 三门。 字音有中天竹, 南天竹二传, 同时亦包含连声法如二语, 相连结之音韵化, 字意, 细微便于意, 赋语字母或合成字一定之意义, 称为字门。 西谈原为表音文字, 而非表意文字, 故每一字并无然。 印度人字又宋字母有一种方法, 例如, A字本不深, 泛语NRP的之意义, 即选择在一语开头或一语之中, 含有A字母之语, 或选择由字形等可联想之语词以便于记忆, 如此字母含有一定之意义。 佛教有五十字门, 四十二字门等说, 密教最重是此说, 真言之字具立自相与自意二门, 而在各自家有潜略与生密两种解释, 主张生字十项之说。 关于西坛五十字门之字义, 据金刚顶经, 文书问经,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八等所说, 有所差异。 密教主张五十字门西为法尔之法曼陀罗, 乃是满三是十方, 绝对不变者, 其配列如第一表所示, 又日本之五十英甲明之排列及是仿效此犯字字母之顺序而作。 西坛四十二字门之说, 鉴于大平班若经卷五等, 又称四十二字陀罗尼门。 所谓文字陀罗尼并非如五十字门之说字母等为目的, 是故在文字配列并不若五十字门之诊然, 且缺少母英字十五与字英字四, 而加另外之十一重字, 合成字, 复合字, 其配列如第二表所示。 第二表西坛四十二字门备注, 此表不包含在五十字门中之十一重字。 然与五十字门共通者, 请参照五十字门。 右上纪中, 十四, 右坐扎, 色扎, 使扎, 障碍, stem hot, 或m hot, 折服之意。 二十一, sfe, 右坐波, 锁, 施波, 施, 缩, 善, 安影, savasti, 之意。 二十六, 多, sta, 右坐齿, 撒, 缩多, 缩多, 施淡, 杀多也啊, 右, osti, 婚审, styna, 边等意。 二十七, 若, ja, 右坐嚷, 娘, 止嚷, 智, 智慧, jna, 之意。 二十八, rta, 右坐他, 伊陀, 辣他, 罗他, 喝, 和罗多。 一, Arthur, 之意。 三十一, 磨, sam, 右坐磨, 缩磨, 缩莽, 撒磨, 施磨, 念, 意念, small titanium, 10, mr, 等意。 三十二, 火, hva, 右坐婆, 火婆, 喝婆, 喝, 磕, 沙波, 换来, hva, vvya, 而得致性, 不可分别等意。 三十三, j, tas, 右坐错, 错, 多缩, 千, mr, soria, 静灭, 死亡, 勇猛, 勇见性等意。 三十八, 哥, scott, 右坐赛家, 缩家, 施家, 运, 巨, scantar, 法性等意。 三十九, 错, isar, 右坐一缩, 野缩, 拽缩, 遗缩, 舌, 错, 衰老之意。 四十, 遮, ca, 右坐皆, 浊, 依陀, 是齿, 是者, 是佐。 不动, nicalla, 未曾有, caya, 之意。 二, 西潭字母之坠字, 和字, 连生等法则, 从加加章, 体文除, 烂, 外, 三十四字之每一字皆加十二摩多, 即坐四零八字, 乃至孤合章等十八章, 此称为西潭十八章, 西潭十八章建立或西潭切记等。 一般称集合字母及众字之力者为西潭章, 如前述之西的罗苏独, 字母表又称摩多体文。 三, 有关西潭乡城之戏谱, 台密派具安然西潭藏卷一, 主张各别之四种西潭乡城, 即, 泛王相城, 南天相城, 龙宫相城, 中天相城, 世家相城, 显教所传, 与大日相城, 密教所传。 东密派影光, 雌云尊者, 在西潭章相城口说卷上, 批判上述说法, 并未泛王及大日, 且日森空海在西潭考试表白中指出, 西潭间传中天相城, 即龙猛, 龙智, 金刚智, 不空, 慧果等之四地相城, 与南天相城, 即班若驱沙, 班若菩提, 至广等之四地相城。 大智度论卷四十八, 南海纪归内法传卷四西方学法条, 西潭藏卷四, 大班涅槃经义纪卷四, 慧远, P4564。 西潭十八章, 表示西潭字母四十七字之对字, 和字及连生之法则, 而创立十八章。 右座西潭十八章建立, 西潭切记, 即, 一, 加加章, 体文三十五字母, 子音, 中, 除去烂, LLA, 其余之三十四字母中, 加十二, 我多, 母音, 儿臣加, Kansas, 加, K, 等四零八字。 二, 纸也纸耶章, 除去罗, RA, 耶, L, 烂等三字, 其余三十二字母下方各坠和耶字之半体, 再加十二摩多而成纸也, K, 纸耶, K, 等三八四字。 三, 加略加略章, 除去罗, 烂二字, 其余三十三字母之下方坠和罗之半体, 又加十二摩多, 即乘加略, K, 加略, K, 等三九六字。 四, 加加章, 除去罗, LA, 烂三字, 其余三十二字母下方坠和字, 又加十二摩多, 乘加, KLA, 加千身, 等三八四字。 五, 加加章, 除去罗, VA, 烂三字, 其余三十二字母下方坠和字, 又加十二摩多, 而成加, KVA, 加, KLAVOLT, 等三八四字。 六, 加磨加磨章, 除去罗, 罗, 烂三字, 其余三十二字母下方坠和磨, 罗, 加十二摩多, 而成加磨, KMA, 加磨, 公里, 等三八四字。 七, 加纳加纳张, 除去那, NA, 罗, 烂三字, 其余三十二字母下方坠和那字, 加十二摩多, 而成加纳, KMA, 加纳, KN, 等三八四字。 八, 阿乐加章, 除去罗, 烂二字, 其余三十三字母上方坠和罗之半体, 又加十二摩多, 而成阿乐加, RK, 阿乐加, RK, 等三九六字。 九, 阿乐止耶。 十, 阿乐加略。 十一, 阿乐加。 十二, 阿乐加。 十三, 阿乐加摩。 十四, 阿乐加纳等, 从第九, 至第十四, 章所除去之字母分别同于上述第二, 至第七, 章, 最何方法皆如第八, 章。 十五, 昂加章, 又作一章。 其建立有二种情形, 即, 一, 鼻音之昂, A, 若, A, 拿, A, 那, N,A, 摩, 摩, 各加于当句之前四字, Kansas, Ka, Ga, Ga, 之上, 但除去昂昂, 若若等字中字。 二, 昂等加于九字口声之上, 再加十二摩多而成昂耶, 昂罗等字。 十六, 气里章, 除去烂字, 其余三十四字母加别摩多之歌里, 而成气里, 其里等三十四字。 但别摩多有歌里, 歌里, 里, 离字, 此净举歌里为例。 十七, 阿索加章, 又作男爵章。 其建立有多种, 五类声, 喉声, 恶声, 蛇声, 齿声, 唇声, 中之字母, 最和他字母, 加十二摩多而成三零零字, 即便口声九字母中除去烂字, 最和他字母, 加十二摩多而成一二六字。 十八, 孤合章, 乃一体一英, 三五摩多, 当体重字, 连声, 两种摩多, 半音, 半体, 应文字等一种类之字聚集而建立。 随朝会远于涅槃经书卷寺上位西潭有十二章, 唐朝一进以后传为十八章, 至广之西潭字迹及宋朝景佑之天竹字原君有详载。 南海记归内法传卷寺西方学法条, 西潭藏卷五卷五卷八西潭集记参阅西潭四千五百六十四批四千五百七十一。 西潭三密钞, 樊三卷, 日本禁言, 一千六百三十九, 一千七百零二, 集,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四册, 细所解说西潭行音译之书。 继分范字本源门, 西潭题目门, 本字行音门, 和字转身门, 众字混身门, 联身合呼门, 音韵相通门, 字相自义门等八门。 著书有法典之辩蒙一卷, 致明之药记一卷。 P四千五百七十三。 西潭五十字门, 旧范字字五五十字而各别论其一门。 五十字包括母音十六字, 子音三十四字, 系印度同盟最初所学习之字音。 为使同盟学习, 安颂之故, 印度乃设立种种方法, 其一级选出义语之头字有字母或语中含有字母之语, 依此语说明其字母之意义, 以便学习。 例如, 欲说明A, A, 字实, 则选A字头之语, N, P, 不声之义, 说明BA, 婆, 则选Bala, 利, 说明A, 养, 则选AGA, 之分, 等。 主要用异系及联想方法, 令其便于记忆。 又有医字之行者, 如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八之五十字门中以A, 为半月, HA, 为满月。 佛教经典中, 颇偏重于字义, 特以密教家以生密之解释, 只显觉待究竟之理乃至说明五十字门西为法尔之法曼图罗, 三世十方长恒不便。 诸经论续说五十字门者甚多, 但多少有差异。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式书品, 大日经书卷七, 南海纪归内法传卷四西方学法条, 参阅, 西坛, 四千五百六十四, 批四千五百七十三。 西坛四十二字门, 就犯字之字母四十二字而个别论其一门。 右座四十二字门, 四十二字陀罗尼门。 据大方广佛华言经四十二字关门位, 如入四十二字门, 则能误入法空边际。 右大制度论卷四十八位, 此四十二字门位文字陀罗尼, 非说明字母。 大品般若经卷五, 四念处品, 在闻此诸字门时, 若能自己受持读诵, 或为他人解说, 能得十种功德。 此四十二字门位陀罗尼, 主要为能得强计, 乃至得说无碍之法。 约会四十四十二字门二卷, 即以大品所说之四十二字门配列菩萨四十二位。 右大方广佛花言经入法界品顿正疲鲁这纳法身字轮于嘉仪柜, 观由阿、罗、伯、佐、囊至图之四十二字轮, 现正疲鲁这纳至身, 于诸法中得无障碍。 与五十字门相较, 其中母因字缺长阿以下之十五字, 子因字缺氧A, Z、J、 养A、赫、HA等四字, 而令加A等十一重字, 复合字。 选定此四十二字之理由及排列之基准, 虽无法详之, 然四分绿卷十一出现, A、A、罗、R、A、波、 P、J、C、A、 那、NA, 一句, 为四十二字门最初之五字。 由此多少可查之字门排列之渊源深远。 参阅, 西坦, 四千五百六十四, P、四千五百七十三。 西坦四书, 乃有关西坦学之四部要点, 一, 唐代志广传西坦字记一卷, 二, 日本安然记西坦十二例一卷, 三, 法华范氏, 四, 真言具一超。 P、四千五百七十四。 西坦四种相成, 指西坦四种随缘相成。 范自本缘相成有法尔, 随缘二种, 法尔长恒之相成细一大日经之说, 随缘相成有四种, 一, 范王相成, 又坐南天相成。 即印度所用西坦文字为范天所造之说。 范王所造之范书有根本四十七言, 十二摩多, 三十五体文, 若何字传成则成无尽多字, 且历十八章以为标准。 唐代志广之西坦字记所说南天相成摩西首罗之文, 即指词范王所造之西坦。 二, 龙宫相成, 又坐中天相成。 佛陀入灭后七百年中, 龙树菩萨入海得大臣经所传之西坦, 据西坦字迹所在, 中天间以龙宫文, 与南天小义而刚古同。 三, 世家乡成, 为世尊宣说经典中所似之西坦。 吉文书问经之五十字母, 华言经之四十二字门, 方广大庄言经世书品之四十六字母, 大吉经海会菩萨品之二十八字门句, 大品班若经之四十二字门, 大班涅盘经如来信品之十四英五十字义等。 乃佛陀入灭后, 由文书、弥勒、阿南等节集而传于世。 四, 大日相成, 乃大日如来所说之西坦。 至金刚顶经世字五品之五十字, 大日经句原品, 同字伦品之五十字等。 由金刚萨朵解集, 龙猛菩萨入南天铁塔得知而传颂流通。 西坦藏卷一, 法华论著, 长藤, 四论玄义, 慧君, P4574。 西坦字迹, 全义卷。 唐代志广传。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四册。 内容系解说西坦之魔多, 母音, 语体文, 字音, 并略述其合成法之十八章。 本书系著者受南天竹沙门般若菩提, 范prach, 博迪之指导, 笔录而成。 本书前后部分叙述十八章之建立, 中间插至西坦字迹之标题。 因而被推测, 可能原为二本, 后合并, 或本文混入注释。 乃最早就字母及西坦十八章作有系统之解说, 故为后世之西坦学者所广泛引用, 从而注释者亦颇多。 参阅, 西坦十八章, 四千五百七十一, P四千五百七十四。 西坦字数, 即关于西坦字门之数目, 诸经论所说稍有差异。 一, 西坦字记, 于十六亩英, 三十四字英之五十字门, 加一烂, LLA, 字, 十为五十一字。 二, 大唐溪玉记卷二总为四十一, 十七字, 细除去十六亩英之中最后二字, A, 为十四字, 三十五字英中除去烂, LLA, X, KA, 为三十三字。 三, 方广大庄严经是书品之记载, 共有四十六字, 即以十六亩英中除去别摩多歌里, 歌里, 里, 离, 四英, 为十二字, 子英中无烂字, 故为三十四字。 四,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八记载为五十字, 初列十二摩多, 四列三十四体文, 除烂字, 四有别摩多四字。 五, 瑜伽金刚顶经是字母品一记载五十字, 除最后一字以起撒, K, 取代涅槃经之, H, 六, 南海记归内法船卷四记载四十九字, 细除去西潭字记五十一字之最后二字, LLA, K, 参阅, 西潭, 四千五百六十四, P, 四千五百七十四。 西潭连生, 范语中, 二语连续时产生生孕上之变化, 称为连生法, 范森梯, 即义语之为为母婴, 与次义同种类母婴相会则为长母婴, 幼腹婴, 子婴, 与次义来会之鼻婴相遇, 则转为同类之鼻婴, 例如Peroma, Arthur转为Paramrethal, Dig, MGA转为Dingia, P四千五百七十五。 西潭轮略图抄, 凡十卷。 日本勒尊著述。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四册。 戏图是说明西潭之因运及有关联之珠般事项, 全书共分八十章。 住者乃西潭学者明了房姓范之门下, 本书戏基于其师之口说, 并加上自己心得而成。 P四千五百七十五。 西潭藏, 凡八卷, 故又称八卷藏。 日本严厉四安然, 八百四十一, 九百零一, 转。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四册。 乃类据评论西潭因运等之由来, 及历来有关西潭行因运之各类记载。 继分八篇, 即, 范文本源, 西潭运纽, 张早聚雀, 编录正字, 母字翻音, 字意入门, 字意解释, 正录张短。 本书乃日本西潭解说书中, 年代较早且横更论说各种事项, 又多引用古义罕见之书而成, 故身受学者所重。 P4575 唯一, 一千两百零二, 一千两百八十一, 移送带零纪宗阳其派森。 资州, 位于四川, 莫持人, 俗姓甲。 浩环兮, 又参业同村饭业四支绝开, 十二岁与张响全问答, 受其认可。 二十岁, 是叠替法, 二十二岁于成都甘露寺受巨族解。 其后参访诸方, 于玉王山参业无准施范未誓乡, 后随无准迁至近山, 任之藏之职。 二年后四起法并未首作。 纯幼六年, 一千两百四十六, 于浙江瑞严寺弘法, 立柱江西宝峰, 惠丽, 资胜, 宝恩光孝, 太平新国, 福建重圣, 浙江景德诸四。 至元十八年世纪, 世寿八十, 法腊六十。 有环兮为一禅师与陆二卷行事, 收于万绪藏一二二册。 曾绪传登陆卷四, 二宋戴森。 越州,浙江绍兴, 人, 身平不祥, 又称为依稀堂。 日本曹洞宗之祖道元来宋, 于天同山修行时, 师曾向道元示意, 法眼下之四书, 道元感名万分。 P4575。 为白, 北宋莫云门宗森。 静江, 广西桂林, 人, 俗姓染。 身族年不祥, 赤世, 佛国禅师。 为法云寺法秀之法寺, 驻汴京法云寺。 该寺与惠临寺, 至海寺共卫当时汴京之三大禅宗丛林。 由于此三大丛林之提倡, 禅宗宗封乃大胜于世。 师在当时常入皇宫宣扬禅法, 甚受哲宗与徽宗之推崇。 建宗敬国元年, 1101、8月, 传建宗敬国旭登陆三十卷进城皇帝, 帝魏之传旭文, 并赤许入藏。 晚年宜居明州, 浙江银县东, 天同寺, 世纪于该寺。 这座除旭登陆之外, 另有大藏金刚墓只要陆八卷。 加泰浦登陆卷五,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九, 世事基古略卷四, 批四千五百七十六。 为上, 唐代森。 又称为上, 成都为上, 建南为上。 从青龙寺会果河上传授秘教金刚, 胎藏两部大法。 为青龙门下六节, 变红, 惠日, 空海, 为上, 亿元, 亿名, 之一。 复法船卷二, 海云集造玄血脉, 批四千五百七十六。 为中, 七百零五, 七百八十二, 唐代森。 穿成人, 俗姓童。 又从大光山之道愿修业。 后由松山, 位于河南, 从学于河泽神会, 并四其法。 其时黄龙山毒蛇。 山民凭遭侵扰, 知岁入山营牢舍, 修指定。 此后毒蛇不再加害山民, 故时仍改称山民为浮龙山。 建中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又尽众四神会之一子一周难应一被称为经难以中, 可能何则是神会与敬众四神会被混淆之故。 批四千五百七十六。 维则一七百五十一、八百三十, 唐代牛头宗禅僧。 又称一则。 长安人, 俗姓长孙。 初随会宗禅师, 得悟选指, 遂南游天台, 入天台山佛枯颜开经舍, 为佛枯学始祖。 唐太和四年, 八百三十, 世纪, 世寿八十。 有荣祖诗文三卷序集, 宝智诗题, 南游妇大士序, 吴申等一株著作行事。 宋高僧传卷十, 景德传登陆卷四, 世事一年陆卷五, 而, 一千三百五十四, 元代灵济宗禅僧, 又称为泽, 吉安永村, 江西吉安, 仁, 俗姓潭。 浩天儒, 又于河山替法, 后游天木山, 得法于中丰明本禅师, 为其法寺。 元顺帝至正元年, 一千三百四十一, 驻苏州师子林。 一年, 门人等合力赤姿, 建造菩提正宗寺, 寝师登堂说法, 大红灵记宗峰。 赤赐, 佛心普济文会大辩禅师, 及金兰一。 驻若言及堂诵之九解, 复义不住, 此及若言经会解二十卷。 又造若言经元通书十卷。 复穷究天台永明之教旨, 兼宗净土教, 这净土或问, 破除净土教之疑或, 侧净修行。 此外, 有禅宗语录, 十方戒图说等著述。 至正十四年世纪, 适寿不详。 旭世世纪谷略卷一, 五登会员旭略卷六, 五登岩筒卷二十三, 净土圣贤路卷四, 适世一年路卷九, 三, 一千三百零三, 一千三百七十三, 元代灵纪宗阳旗派禅僧。 浙江杭州人, 俗姓费。 自天真, 好兵博老人。 立参十八位遵述, 后参业匡卢之无极缘, 并四其法。 驻家兴海门, 大正禅风, 红五六年世纪, 世寿七十一。 五登会员旭略卷六, 五登全书卷五十一, 旭登正统卷二十五, 适世一年路卷十, 批四千五百七十六。 违静, 五代禅僧。 福建永泰人, 生族年不祥。 出家后, 参业雪丰一存, 并未其法寺。 其后参访诸方, 驻江西南越之班州道场, 楚王清盈, 赤柱豹瓷东藏, 四子一级, 宝文, 文, 大师, 知好。 后梁开平年间, 九百零七, 九百一十一, 编辑续保陵传四卷, 南越高僧传, 并者有静登颂, 悬浮颂, 防邪论, 世赞, 向古迹, 静和尚绝的颂等。 祖堂集卷十一, 宋高僧传卷十七, 景德传登陆卷十九, 批四千五百七十七。 为阵展开两手, 禅宗公安明, 右座百丈开田, 此为唐代禅师百丈为阵, 涅槃和尚, 以动作代替语言之士重击法。 五灯会圆卷四百丈涅盘章, 万序一三八, 六四上, 百丈山涅盘和尚一日为众曰, 如等于我开田, 我语如说大义, 众开田乐归, 请说大义, 师乃斩两手, 众枉错, 为正斩开两手, 乃表示田地之开垦即为佛法大义。 景德传登陆卷六, 批四千五百七十七。 唯物, 一千八百九十八, 一千九百六十九, 四川重庆人, 俗姓刘。 年十九, 由父母送入佛寺出家, 宣寿介于安徽九华山。 民国十六年, 一千九百二十七, 入常熟华盐学校, 清静池松法师。 毕业后, 行脚大江南北, 便访善之士, 后驻杭州林尹寺, 清静惠明法师, 惠明世纪后, 师乃漫游南洋, 印度, 缅甸, 西兰, 泰国等地。 民国二十五年, 转到法师创办佛学院于新加坡, 师任该院教授, 并驻边佛教与佛学月刊。 后赴印尼, 于棉兰市成立苏岛佛学社, 从此驻西该社, 树立法状, 演讲佛学, 印尼佛教建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师应社众恭请, 主持佛学社, 利用定期奖金, 报章杂志弘扬净土法门, 归依者千余人。 师身信刚正, 有辖士风, 反共爱国, 吕居印尼主持佛学社三十余年, 弘法胜利。 其反共论文除披露于当地华文报纸外, 多在台湾各佛教刊物发表。 P4577 维静, 北宋义经三藏, 经陵, 江苏江宁县南, 人, 俗姓李, 南唐后主, 李后主, 李玉之身。 身足年不祥, 七岁出家, 十一岁诵法华经, 太平新国八年, 九百八十三, 朝廷位续义经之夜, 选拔五十名童子, 师入选, 专研范章及范经义礼。 遂于寿杜卫森, 通达于家秘秘教, 范自本母, 天竺英义, 真言秘印, 深究为魔, 班若心经, 英明论之经药。 后任范学比授, 赐子一级, 光范大师, 知好。 大中降福二年, 一千零九, 四朝散代福世光陆清, 碎砖世一经, 并于次年至天玺二年, 一千零一十八, 与师户, 法户共一经十九部七十六卷, 天玺三年至景又四年, 一千零三十七, 与法户合一八部九十六卷。 天圣三年, 一千零二十五, 与夏颂等转心一经应一七十卷, 五年, 一千零二十七, 与惠方等边天圣市教总陆三卷。 景佑二年, 一千零三十五, 与法户等共转景佑天竺自圆七卷。 据传, 于庆历三年, 一千零四十三, 曾奏请费只一经直, 后不知所终。 依陈循之参天台山记卷四西宁五年十月条, 可推之西宁五年以前世纪, 追世卫, 名教三藏。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宋慧要稿卷二零零, 世门正统卷四, 不续高僧传卷一致原法宝 刊痛总录卷一, P4577。 维景, 唐代森。 祝会日寺, 文宗太和八年, 八百三十四, 从青龙寺东塔院法润阿蛇黎寿密教胎藏法。 传有戴随求集的大陀罗尼明王忏悔法一卷, 大疲鲁哲纳经阿蛇黎真实制品中 阿蛇黎注阿字关门一卷, 署名净隐四笔启愿无不持念森为景。 广大仪鬼拔文, 大日经传法四帝纪, P4578。 维绝, 1922, 台湾嘉义人, 俗姓黄。 明开通, 好读封, 幼年随嘉义县清华山德元禅寺永熙法师出家, 民国45年, 1956, 于屏东东山寺受聚足解。 曾赴及日本九年, 入京都宗玄禅门高等学院, 并参学于东京平陵禅堂, 齐平正眼禅堂。 于灵济宗禅学造一经生。 63年创办清华山德元禅学院, 培植禅宗人才, 且于德元禅寺之重建普多建树。 诗曾任台南县学甲法元禅寺住持, 现任清华山德元禅寺住持, 以及嘉义佛教知会理事长。 这有灵济禅师语录讲话, 阔安禅师十牛途讲话。 P4578 唯眼部位, 禅宗公暗明。 吉唐代僧耀山唯眼自卫其作禅乃无所谓之作禅。 一集表示其作禅乃超越思量分别, 以达到绝对真理之作禅。 景德传灯陆卷十四, 大五一, 三一一中, 一日诗作次, 石头堵之问曰, 如在这里作魔, 曰, 一切不畏, 石头曰, 嫩魔即贤作也, 曰, 若贤作即为也, 石头曰, 如道不畏, 且不畏各什么, 曰, 千盛亦不实。 禅愿蒙求卷下, 五灯会圆卷五, P4578。 婚审, 范与Stayna, 巴黎与Thna。 又作婚审, 婚, 婚, 直使身心审迷, 婚昧, 审愈, 顿感, 顽迷, 而丧失进取, 积极活动之精神作用。 据舍宗以婚审为大烦恼的法之一, 为引申一切染污心, 不善心与有妇无忌心, 知心所, 为时宗则那为二时种随烦恼之一, 就其体性之假实问题而言, 历来有各种一说, 然诸说中, 以, 婚舍之体性令有别体, 之说法为正统说法。 此心所以吃味根本而生起, 吃以迷暗为性, 故此心所以蒙众畏性。 属食禅之一, 与睡眠合胃, 婚省睡眠盖, 为五盖之一。 禅家以此为禅之障碍, 比喻如黑暗沉坑, 无名山鬼窟, 虾玛窟里, 乃五食禅魔之一。 成为食论卷六,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七, 据舍论卷四, 参阅, 五盖, 一千一百九十四, 批四千五百七十八。 婚眠盖, 泛语斯大安诶, 麦娜, 法拉雷, 又做睡眠盖, 全称婚省睡眠盖, 五盖之一。 婚眠, 未婚省及睡眠二烦恼之合称, 此二者能障会运, 故称婚眠盖。 于五盖中, 仅此盖与调毁盖, 调举, 二座, 为两项所合成者, 其余三盖, 贪欲, 填慧, 仪, 皆单依独立, 自成一盖。 婚省与睡眠可何谓一盖之原因, 一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八所解, 婚省及睡眠同以蒙溃, 慕暗, 不乐, 平欠, 时不平性, 心雷烈性未所食, 未滋良, 同以光明之响未对治之法, 据令心性审慰为其作用。 及二者之所食, 对治, 作用皆相同。 杂阿含经卷二十七, 巨舍论卷二十一, 大乘一章卷五本, 参阅, 五盖, 一千一百九十四, 批四千五百七十九。 接人一路, 即直接化学人之方法。 一路, 为方法, 手段之矣。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二, 大五一, 三八四下, 问, 如何适合上接人一路, 施约, 来朝更现楚王看, 批四千五百七十九。 接入圆, 又坐圆接通, 圆入通。 为天台宗所说的修行境界之一, 亦指此境界之修行者, 即通教立根之修行者, 观因缘即空之礼, 并超越空观而阵入中道法界, 断破二品无名后, 即被接入圆教之中。 盖天台宗叛立藏, 通, 别, 圆四交, 位于通教教义中, 虽说, 空, 礼, 然亦含有中道之礼, 通教之力跟菩萨正之此礼后, 得以被接引入圆教之教义, 此称接入圆, 又此被接引入圆教之力跟菩萨因之义被称为接入圆。 摩喝止观卷六下, 天台四交仪, 参阅, 被接, 四千三百一十九, 批四千五百七十九。 接引, 又称摄影, 接化, 为引导射寿之义, 为诸佛菩萨引导射受众生, 或施迦教导引接弟子。 于净土宗, 指阿弥陀佛引导众生, 众生射受弥陀之光, 而往生净土。 依净土宗之说, 修净土法门者, 具足善根福德因缘, 持明念佛, 乃至一心不乱, 于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必来接引往生净土。 观无量寿经, 批四千五百七十九。 接心, 日本佛教用语, 又做接心会, 设心会。 位于一定之期间, 不断作禅, 设心, 令心不散乱。 现今僧堂, 一年中有与安居与雪安居等二安居。 一下中, 更有至中, 至间二期之分。 至中九十日中, 又设初中后七日间之大皆心, 称节至, 亦称入至, 大皆心, 半下大皆心, 解至, 亦称下末, 大皆心。 各皆心, 经之前后, 又至七日间之小皆心, 前称的曲皆心, 后称恋反皆心。 皆心期间, 每日数回入世, 专念公案功夫。 于雪安居期间, 竹三大皆心, 外, 特形八八大皆心, 又长八皆心作禅, 即依据佛陀道之典, 典故, 自十二月一日起, 废去其他一切做事作物, 除方便外, 不起一切做, 亦不许横卧倒眠, 只能打坐, 至十二月八日出小时, 始作起。 欲佛之后, 集大众开遇, 洗除七日间身心之垢, 修成道会, 供五位周。 五家参详要路门附路, 圆绝经略书筑卷下二, 禅陵象器间结石门, 报导门, 行持鬼犯卷一年分行持, 批四千五百八十。 接主点阅, 禅陵用语。 未遇连接主感以拍打月亮, 亦及怀有原木求鱼之妄想。 虚唐和尚语路卷一, 大四七, 九八四中, 若要服数灵际正宗, 大四接主点阅, 批四千五百八十。 接主作礼, 泛语P-D-A-U-I-R-S-F-N-D-T, 全称头面接族作礼。 右座姬手接族, 头面礼族, 顶礼双族。 即行礼者身两手掌成 接受礼者之双族, 并以头面接之。 于印度魏表示 最尊敬之礼法, 此乃行五体投地之礼法。 人生中, 头魏最尊, 族魏最卑, 以头礼族, 表示恭敬之志。 长阿涵卷八重即经, 据舍论卷一大制度论卷一零零, 是门归尽以卷下, 参阅, 五体投地, 一千两百一十五, 批四千五百八十。 接物力身, 即接引化导式间众身, 相应其种种基根, 而给予利益。 闭言录第八十八则, 大四八, 二一二下, 玄沙士众云, 诸方老素, 尽道皆物立身。 随分开各扑席, 随加封简, 批四千五百八十。 接待, 即师与往来路人之所需要者。 又称赦呆, 门茶。 于印度有座辐舍工往来旅客之住宿。 中国, 日本益社有益景, 以提供清水, 并于路棒或门前供应茶水、 桌椅, 以便利行旅者休憩饮用。 佛祖统计卷十八宗小法师条, 大四九, 二三九下, 早已仅于陈南立社, 约法华权, 以隐行者。 坐庭齐上, 师以汤明, 无问道俗, 结乌树营, 创未接待。 禅灵象器兼杂行门, 批四千五百八十。 接的, 即亲自接应修行僧, 即与教化引导。 与, 接化, 同意, 或止接受取得之意。 景德传登陆卷十七, 大五一, 三三七中, 翠维曰, 与我将铲板来, 失碎过铲板, 翠维接的便打, 批四千五百八十。 接云四, 位于台湾台北板桥。 其前身位慈云岩, 原只设于京中和科子轮, 创建于清咸丰年间, 1851, 1861, 以四荒废, 迁移至板桥重建, 改称皆云四。 迁建功臣于咸丰七年, 1857, 动工, 同治七年, 1868, 完成, 迄今以一百余年, 其间重修四次。 寺内供奉观音大事, 香火鼎盛。 民国六十四年, 1975, 曾传授在家菩萨界。 批四千五百八十一。 略圣大夫, 即指掌人类饮食之神。 禅灵象器兼灵象门, 开眼随静射, 和眼随梦转, 不知注入判观, 略圣大夫, 随汝抄杂, 消凿路步, 教汝受苦有日在。 云卧祭坛卷下, 批四千五百八十一。 略须投汗, 禅灵用语。 斥力慢心造极, 似是而非之禅者。 又作略虚汉。 略, 即略取之意, 虚, 即虚妄不识, 略虚, 即指尽模仿他人言语之表面行动。 必言录第十则, 大四八, 一五零上, 周云, 三喝四喝后作魔生, 僧无语。 周便打云, 这略虚投汗。 云门匡针禅师广路卷上, 批四千五百八十一。 碳水, 即负于主杖之小枝。 据禅灵向器兼器物门载, 禅僧主杖下约二持续, 负有一小枝, 驱而向下, 缠绕于主干, 渡水时必先下杖焰之, 是水痕在小枝上之高低, 借以侧之水之深浅, 而后决定是否设度, 故称为碳水。 组庭试院卷八, 批四千五百八十一。 碳玄, 请参阅华盐经碳玄计。 碳玄计, 请参阅华盐经碳玄计或华盐经书。 碳干饮草, 灵迹宗期是随身之一, 四喝之一。 略称碳草。 因其作用于目的, 有不同解释, 一,指碳干, 饮草皆为渔者之工具。 碳干, 系树体与渔干头, 碳于水中, 又聚群于渔一处, 然后以网路之。 饮草, 细意草进水中, 则群于浅饮, 然后以网路之。 此皆于者具于之方便法。 二, 指碳干, 饮草未盗者之道具。 碳干, 指盗者降之从窗, 必等洞穴插入, 以探测室内洞进之竹竿。 饮草, 未可饮身之缩衣, 穿者之便于窃盗。 又碳干饮草, 于禅家, 饮身为师家探测学人, 以示其器量。 灵记录堪辩, 从荣录第八十一则, 参阅, 综宗七世随生, 六千四百四十五, 灵记四喝, 六千五百零五, 批四千五百八十一。 探浅, 求法者之游历, 经常是实质上的探浅行为。 如华言经入法界品中, 善才童子所必有之地, 真实地名极多。 又如东晋法显之佛国记, 唐玄藏之大唐西域记本, 皆记载当时印度, 西域之地理, 民族, 政治, 学义, 语言, 宗教, 民俗等各种资料。 欧德瑞格, 等中世纪西方人之亚洲旅游记中, 则较缺乏有关佛教之资料。 然十九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亚洲之研究, 在佛教资料收集方面贡献极大。 如何吉森, Hodgson, 莱特, Rite, 宾达, Bendel, 莱维, L6, 等人广泛收集来自尼泊尔的文献, 巴杰士, Burgess, 康林涵, 康林衡, 等人在印度各的的发掘调查, 胡克, Huck, 迪斯罗斯, Xomadikars, 甘德拉达斯, Sarad Chandradas, 斯拉根特威特, Shergent White, 洛克希尔, Rock Hill, 河口惠海, 四本晚亚, 图吉, Tucci, 等人则至西藏发掘调查, 哈清, Hacken, 弗修尔, Falker, 等人在阿富汗调查, 此外, 鲍尔, 鲍尔, 已收集古鞋本为其发端, 路库克, Elicoque, 格伦韦德, Grosnvito, 史坦英, Stan, 薄熙和, Pelliot, 大谷光瑞等人之中亚探险, 著名于世, 并因而发现大量之资料与遗迹, 二次大战前, 日本曾致华北, 满蒙等地调查佛教遗迹, 战后中国大陆亦于西北地方调查发掘多处遗迹, P4582, 探头, 禅灵用语, 原为赐探之意, 于禅灵中转指师家之堪辩, 灵记录, 大四七, 四九六下, 上堂, 有僧出礼拜, 师便喝, 僧云, 老和尚莫探头好, 从荣录第三十二则, P4582, 探题, 日本佛教用语, 又作题者, 探题博士, 略称博士, 于智慧之论议场中, 选定论题, 另问答论议往复进行, 并于最后判定胜负得失之最高直观, 日本法华会, 为魔会论议时, 由探题选定十个论题, 令论议进行, 并判定事业之学森是否吉地, 因探题为统领论场之重要职位, 故须由朝廷赤命人之, 又此一职官, 始设于康宝五年, 968, 严历四, 六月会, 中, 当时由禅议律师人之, 日本天台宗以此为最高学阶, 参阅, 数亿, 6173, 批4582, 扫地武德, 又做扫地武种胜利, 据根本说一切有不疲耐耶杂士卷十四, 举出扫地之武种功德, 即, 一, 自心清静, 又做自除心狗, 为人清扫寺地时, 因扫尽之故, 使心意的清静, 二, 令他心静, 又做除他狗, 为人清扫寺的后, 使他仁见地清静无成狗, 其心意的清静, 三, 诸天欢喜, 又做去焦慢, 为人清扫寺的, 即如去除己身之焦慢成狗, 诸天观见人, 地皆清静无成, 而生欢喜之心, 四, 直端, 正业, 又做要福心, 为人清扫寺的, 即可调福自心, 直立端正之福业, 于他事必或端正之相貌与得业, 五, 命中当身天上, 又做常供德, 为人清扫寺的, 可增长功德, 故于命中当身天上, 批四千五百八十二, 扫地真言, 即密教建立曼陀罗土坛时, 修饰并打扫坛地时所诵之言, 土坛土以驱磨仪, 勾妹亦亦牛粪, 后, 以莲子草, 或鼠葵叶及少许墨汁, 并倒香茅草相混合, 与以开磨, 令其光静, 更洒香水, 如此三五便扫进坛地, 如法扫地时所诵之真言, 称为扫地真言, 即, 暗赫罗赫罗祖歌罗赫哪也缩合, 建立曼陀罗护摩仪轨, 建立曼陀罗及简则的法, 批四千五百八十三, 扫除凡胜棒, 即灵济宗师家阶化学人时所用八种方法之一, 为灵济宗八棒之底八, 为师家阶的学人时, 不容学人拟意, 下棒扫除烦情, 圣解对立之分别鉴, 令彻底鉴其本性, 即为道得一打, 道不得一打, 直令学人打破一团, 此为灵济宗八棒中最妙之方法, 故以之为正棒, 五家宗旨转药卷上, 批四千五百八十三, 扫荡门, 为, 扶起门, 之对称, 右座推倒门, 即师家阶引学人时, 否定一切差别相, 扶去所有执着之方法, 反之, 所谓扶起门, 则指肯定迷雾, 身佛, 善恶, 长短等一切译法分别之方法, 禅灵中, 师家阶化学人时, 采取此类力之, 扶之, 起之的方法, 亦称建立门, 乃属, 放行, 之机法, 而与否定, 扶除执着之扫荡门, 乃属, 把住, 之机法, 相对, 参阅, 把住放行, 2948, 批4583, 挂脚林阳不见宗, 禅灵用语, 意指于言行上丝毫不流染污之痕迹, 右座挂脚阳不见宗, 加太普登陆卷二十九国清俭堂基禅师, 送森造普通塔记送一首, 万序一三七, 二一一下, 山山玉谷本玲珑, 挂脚阳不见宗, 特地做停图什么, 为连松竹引清风, 盖林阳夜晚脚挂树上而绵, 脚步处得, 故不留痕迹, 禅灵中, 此语系用以表示彻底大悟者自由无碍之境地, P4583 挂针, 指悬挂千画尊素之相于真庭, 聚禅灵象器兼丧见门宰, 针, 针仪之义, 即千画尊素之肖像, 欲尊素千画, 有两处可悬挂其肖像, 一为法堂, 二为山门之守真庭, 举行挂针之仪式, 称为挂针佛式, 挂照佛式, 无门开和尚与陆卷下告香谱说,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千画条, P4583 挂针, 挂唇齿, 禅灵用语, 又坐挂唇齿, 原位唇家于齿间, 则不能吞雾, 禅灵中用以比喻若拘泥于他人之言语, 则不能理解其真意, 从荣路第八十七则, 大四八, 二八三中, 山道为山便问, 陈诗有言, 有据无据, 如藤以述, 挂入唇齿, P4583, 挂落, 又坐挂子, 挂落, 挂罗, 挂子, 挂落, 落子, 即通两肩玄于胸肩之小夹沙, 乃安陀慧之变形, 禅僧作物, 行不实, 未方便而者扶之。 据景德传登陆卷十一, 大五一, 二八七上, 不依夹沙, 不受巨戒, 唯以杂彩为挂子, 其中, 杂彩, 亦于乃至五条一, 挂子及五条一之, 别称, 可知宋出已盛行, 然于诸律中不见挂子或落子等名, 世事要揽卷上法一条, 大五四, 二七零下, 落子或呼挂子, 盖此先被森创之, 后森孝之, 又王一名, 见挂落在身, 故应之称也, 经南方禅森, 一切作物皆福, 以乡不如法, 诸律无名, 几位蒋刘飞之, 禅陵巷器兼服张门, 参阅, 安陀会, 两千四百零一, 批四千五百八十四, 挂搭, 又坐挂丹, 挂搭丹, 挂兮, 挂搭, 挂, 森人游方行脚, 入森堂挂其所之一背等于堂内之沟, 有依住丛林之一位, 又住持允许行脚人依住, 称为许挂搭, 赤修百丈青龟卷八阳一之谷青龟序, 大四八, 一一五八上, 学众无多少, 无高下, 进入森堂依下次安排, 设长连床, 施一架挂塔, 一座搭, 道具, 一赤修百丈青龟卷五游方餐请调记载, 求挂搭, 一骨龟首到克斯相看, 四网堂斯挂搭, 送单位经案定, 然后到士丝通赴, 一方丈礼拜之, 现出道淡过, 至克斯, 据威仪, 之客接入, 依坐, 烧香, 吃茶, 略寻来历, 复归淡过, 之客不久即往回礼, 幼崽, 大斯巴, 一一四零中, 如囚挂搭, 参头领重回身, 进驻池前, 禀云, 某等生死世大, 无常迅速, 久闻道风, 特来依附, 浮望慈悲收录, 禀器不似允否, 吉普处礼仪拜云, 谢和尚罢搭, 大体教严厉之师家, 均严格实行挂搭法, 以试验新入之客森, 挂搭之实现, 为八月一日开淡过, 一年之四月一日所知, 由四月至七月, 此期间称为止挂搭, 即不允许云纳之挂搭, 参阅, 挂西, 四千五百八十五, 批四千五百八十四, 挂, 禅灵用语, 急于禅灵周饭壁, 挂自用之鱼丹后之沟, 隐身未记住禅灵, 与, 挂搭, 挂丹, 同意, 禅院轻规卷一副周饭, 万序一一一, 四四一下, 念识契记, 忠略, 助持人出, 起身挂, 令挂搭丹起诊, 禅灵向器间从鬼门, 参阅, 挂搭, 四千五百八十四, 批四千五百八十四, 挂囊, 禅灵用语, 为禅僧行脚游方时, 携带囊及主杖便利诸方, 于中了时, 便挂囊, 隐身指结束便利诸方之参学, 从荣禄第二十则, 大四八, 二四陵上, 举步踏着, 便可高挂囊, 凹折主杖, 批四千五百八十四, 挂溪, 禅灵用语, 语, 挂搭, 同意, 又称流溪, 极玄挂溪杖之意, 西云水森行脚时, 必携带西杖, 若入丛林, 得允许安居时, 则挂西杖于壁上之沟, 已表示止住寺内, 挂西一宇, 献特止禅僧至修行道场之住宿, 祖庭寺院卷八载, 西域比丘, 行壁持兮, 有二十五威夷, 凡至逝中, 不得着地, 必挂于壁崖上, 又任疑似支柱池, 亦称挂西, 批四千五百八十五, 纳洛家, 范语, Noraka, 因亦纳洛, 纳洛家, 纳洛科, 奈洛, 亦作苦气, 苦惧, 即止地狱, 范Noraya, 含有暗鸣, 飞行, 不可乐之矣, 又具具舍光济卷八载, 纳洛, 亦为人, 家, 亦为恶, 人多造恶, 颠缀其中, 故称纳洛家, 或以, 家, 为, 乐, 之矣, 纳, 亦为, 无, 洛, 亦为, 予, 故, 纳洛家, 即为无乐相语, 或为不可救济, 不可爱乐等矣, 参阅, 地狱, 2311, P4585, 掩图, 通称土藏, 即全身埋葬于土, 掩图之法, 觉得作教, 切实铺底, 且随堪样策立, 期盼暗土以泥粉, 在其孔隙, 深埋后, 历时浮屠而未表, 幼宇, 眼眶, 同意, 矿位墓穴, 眼眶, 即死者入墓以土掩妇之矣, 禅陵象器兼丧剑门, 空华日宫及卷寺, 小丛林略清规卷中送丧仪, P4585, 眼色, 即眼影白蚝之色, 指佛陀涅盘, 或用于指高森世纪, 所谓, 青莲霸效, 白蚝眼色, 即形容入灭, 事迹之矣, P4585, 眼视, 必视而不与外界接触, 指佛陀成道后, 于三七日间, 作私而不说法, 照论新书卷下, 大四五, 二三灵中, 所以释迦掩饰于摩羯, 中略, 法华说, 如来成佛, 三七日中, 而不说法, 智论第七云, 佛得到五十七日不说, 等, 一眼掩饰也, P4585, 调毁盖, 泛语, 阿里特亚, 可佛得亚, 法拉雷, 五盖之一, 调, 指心躁动不安, 毁, 于所作之事心怀忧恼, 此二者皆为使心不安静之烦恼, 能障盛道, 故称盖, 何调, 追毁, 二, 二烦恼为一盖, 以能障碍运, 故称调毁盖, 右座吊举作盖, 吊戏盖, 吊戏盖, 五盖中仅此盖与昏眠盖, 昏省, 以眠而二位, 一盖, 一大皮婆沙论诀四十八所说, 细因二者所识, 能致, 适用相同, 即吊举, 二作, 毁, 皆以四法, 清理寻, 国土寻, 不死云, 念习种种细效于成本, 奉等, 被所识, 均以奢魔他, 止恶, 未对之之法, 故皆有令心不能寂静之适用, 杂阿含经卷二十四, 长阿含卷十二清静经, 大制度论卷十七, 参阅, 五盖, 一千一百九十四, 批四千五百八十五, 吊棒打跃, 禅灵用语, 即持棒欲打跃, 如同隔靴骚痒, 无论如何亦达不到目的, 于禅灵中, 转指以言语文字来捕捉佛法之真意, 其间之差距不可以到礼记, 往往是徒劳无功而已, 无门关续, 大四八, 二九二中, 何况至言俱密解惠, 吊棒打跃, 隔靴爬仰, 有甚交涉, 批四千五百八十六, 吊举, 范语阿吏特亚, 巴利语阿达卡, 新所名, 止心浮动不安之精神作用, 为, 婚审, 之对称, 据舍宗以此心所属大烦恼的法之一, 时禅之一, 为时宗则以之为随烦恼之一, 此外, 恶作与调举合称调毁盖, 为五盖之一, 就此心所知所障, 有不及阿皮达摩杂吉论, 成为时论皆以之障定, 经不及于加施的论之说, 则以之障会, 又于发质论卷二,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七论中, 心之调举, 恶作, 就相应, 不相应之关系分为四种, 即心虽调举举举不相应, 心虽有恶作与调举不相应, 心有调举亦举相应, 心无调举亦举不相应, 又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以调举, 心乱横斩转相应, 关于其体制一同, 有诸种说法, 据舍论卷四, 成为时论卷六, 参阅, 婚审, 四千五百七十八, 随烦恼, 六千三百五十三, 批四千五百八十六, 兽手, 有多种含义, 可类分三种, 一, 即佛伸手引导众生入净土之意, 于净土经典中, 如观无量寿经上品上身之叙述文, 大一二三四四下, 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 与诸菩萨授手迎接, 上品终身之文, 大一二三四五上, 乳行大臣, 姐弟依义, 是故我今来迎接乳, 与谦化佛一时授手, 皆为引导往生净土之意。 二, 只传授教法, 禅宗典集赤修百丈轻规卷五沙弥的戒, 大四八, 一一三七中, 佛佛授手, 祖祖相传, 不染世缘, 方尘法器, 此处授手, 即止传授教法之意。 三, 相邻不远之意, 绿典范网经卷下, 大二四, 一零零九下, 受持菩萨借者, 应受持, 读诵, 解说, 书写佛性常注戒卷, 流通三世一切众生, 画画不绝, 得见千佛, 佛佛授手, 世事不惰恶到八难, 菩萨借经一书卷下解释泛网经文中之佛佛授手, 为非举手更寿, 细明是秉持戒法如同与佛相邻不远, 故为之寿手, P4586, 兽手印, 于密教入坛冠顶时, 本尊兽与行者, 外无骨印, 而与冠顶之位, 称为兽手印, 细以右手兽左手, 以左手兽右手, 此即, 父子相投, 涵盖相应, 之意, 亦即引导, 临近之意, 日本净土宗未表明以传证法, 受与盖印之指丹, 亦称为兽手印, 据日本变长传, 末代念佛兽手印, 记载, 受其书于梁中时, 那左手印右手印, 以原空, 辩阿, 然阿代代兽手印未相成之指, 此即为日本净土宗兽手印之时, 其意义, 只去与密教相同, 然非为应器, 仅用表宗义之相成, 批4586, 寿衣节, 指应立九月, 及之给衣物之时节, 晚秋时, 行者因为诸后衣以遇寒, 需于僧堂寿与衣物, 故禅愿有寿衣之上堂, 净唐原禅师见人陆寿衣节上堂, 人间九月寿衣时, 破绽禅和油味之, 趁暖及需先不坠, 呆寒方决以迟迟, 批4587, 寿戒, 泛语L-A-C-M-D-H-N-A, 即寿至戒, 令寿者寿持之义, 旧能寿而言, 称为寿戒, 旧所寿而言, 则称寿戒, 寿戒的戒体, 称为的戒, 寿五戒, 十戒, 巨族戒等一式, 称为戒仪, 参阅, 寿戒, 3101, 批4587, 寿绝集, 凡二卷, 日森元真者, 收于大正藏第七十四册, 戏传者为弟子梁勇, 与有关天台之要义, 排除诸诗意解, 提示正义, 本书之编传, 戏收集传者来堂时, 由天台山禅陵四梁须作主面授口诀之记录, 与平常所记载者, 共五十四项, 成为日本天台宗四门派之根本教典, 于同派宗, 极受尊重, 且成为最密诗相成之血脉谱, 书中收有原真之草稿本一卷, 清书本两卷之真笔记, 弟子误忍书写本两卷等, 本书向为日本四门派于寿天台法华宗传法应信使所用之秘诀, 故多称之为秘诀, 而会称寿绝疾。 P4587 寿记, 范与非外凯拉雷, 巴利与非凯拉雷, 因一批耶驱黎那, 毕加兰陀, 和加罗那, 和罗那, 又作受觉, 受觉, 受济, 受, 济别, 济, 济说, 济, 十二不经之一, 九不经之一, 区别, 分析, 发展之意, 本质分析教说, 或以问答方式解说教理, 转指弟子所证或死后之身处, 后专指未来是正果及成佛名号之预言, 又作预计, 如常阿含卷五十尼沙经载, 佛纪加加罗大臣, 八可靠达, 命中后升天, 其余五十人的司陀寒, 五百人的虚陀寒, 受济主要指正言未来成佛之意, 最著名者, 如世尊于过去世的燃灯佛之受济, 又如弥勒曾经受世尊之受济, 阿含经载有此说法, 极致大臣经典, 成佛受济之说更未普遍, 如无量寿经记载, 法藏比丘今世自在王佛受济, 而成阿弥陀佛, 法华经卷二记载, 舍利福等真文之受济, 法华经卷四记载, 恶人提婆达多, 与一般是作不可成佛之女人皆或受济, 受济成佛之种类甚多, 大臣庄严经论卷十二大别之为人与十两种差别受济, 一,人差别受济, 就受济时间于发菩提心之前后而言, 有未发心受济, 以发心受济, 就受济者是否显现于受济者面前而言, 有现前受济, 不现前受济。 二,时差别受济, 细一致成佛其间之一定或不一定而言, 可分为有数十受济, 无数十受济。 又据大日经卷一所在, 受济佛果完成, 是未完全受济, 称为无余济, 而受济未来能灭尽诸杖, 是未不完全受济, 称为有余济。 首能言三昧经卷下举四种受济, 即,未发心而与受济, 发心即与受济, 密受济, 现前受济。 宝宇经卷六则举现前受济, 不现前受济, 密密济等三种。 大制度论卷七十六载有现前, 不现前二种受济。 旧华言经卷三十九离世间品载十种受济, 又同经卷三十七明世十种自知受济法。 菩萨因落经卷九无者品载如来大众之中菩萨受觉, 旧觉知, 不觉知而分成八种, 于法华文句卷七上详试之。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如来性品有素济, 远济二种, 前者未发塑苑, 故于素济, 后者即维护正法者, 故受远济, 于法华一书卷八祥试之并说通济, 别济之矣。 受济之条件, 大臣庄严经论卷十二载有国土名, 佛名, 时节, 节名, 眷属, 正法存续期间等六项, 然诸经所记, 广略不同。 受济之形式, 一般皆以佛先献为效由面门放光到十方, 其次上座弟子请问要因缘, 以为发端。 又关于为何受济, 经光明最王经, 书卷六举出三种缘由, 即, 一, 菩萨多修功德, 正德法性, 故受迹, 二, 修正, 为教检之小菩萨, 成佛之种性上未决定, 时或生疑, 为去除其疑, 兼顾其道心, 乃未知受迹。 三, 令星求佛果者见此受迹, 心己当来亦可得此成佛之受迹。 令与五佛三昧佛罗尼经三载, 有如来受迹之映咒。 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四, 佛本行及经卷四受决定祭品, 菩萨的持经卷八菩萨功德品, 成十论卷一十二部经品,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六, 参阅, 欲言, 五千七百, 批四千五百八十七。 受迹光, 指佛为行者受迹别时所照于行者身上之光明。 大智度论卷三十三载, 佛欲与众生受迹, 先微笑, 玄疾无量光从四芽发出, 有青, 黄, 赤, 白, 绿, 紫等色。 参阅, 受迹, 四千五百八十七, 批四千五百八十八。 受迹品, 及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第六品。 于正法华经称为, 受申闻绝品。 属于法华三周说法, 法说周, 辟说周, 因缘周, 知辟说周。 佛陀令中根之家叶, 须菩提, 加瞻严, 目间连四大声闻回小巷大, 并为知宣说当来做佛献前授祭之品。 参阅, 三周说法, 五百六十, 批四千五百八十九。 受发菩提心界, 全一卷。 唐代不空, 七百零五, 七百七十四, 亿。 又称受冠顶金刚最上臣菩提心界文, 受冠顶金刚最上臣菩提心界仪, 受菩提心界仪。 收于大正藏第十八册。 本届一位密教授法弟子, 于受菩提心界时所用。 内容包括, 内容包括, 礼佛, 二, 运心供养, 三, 忏悔, 四, 三规一, 五, 受菩提心界, 六, 最上臣教授发菩提心界忏悔文等。 凡显密二教重要之界法西皆含设, 为发菩提心界乃密教特殊之界法。 此外, 唐代成观, 七百三十七, 八百三十八, 一传有受菩提心界仪一卷。 P4589。 受菩萨界仪全一卷。 唐代占然数。 收于万序藏第一零五册。 右座受菩萨界闻, 十二门界仪, 妙月十二门界仪。 寄述受菩萨界之仪式。 本书为天台系之菩萨界, 即元顿界加最重视之界仪。 据卷首所在, 此书参照泛网, 帝池, 高昌, 音乐, 新传, 智子等六版本。 而心力受菩萨界行事之界仪, 内容分位开导, 三规, 请诗, 赞悔, 发心, 问遮, 受戒, 证明, 现象, 说相, 广愿, 劝耻等十二门。 注释书有要解一卷, 一删。 此外, 记载戒仪之书上有陈代慧斯传受菩萨界仪一卷, 又称受菩萨界法, 受菩萨界文, 收于万序藏第一零五册, 宋代尊世作受菩萨界仪, 收于经元集卷上, 宋代之礼传受菩萨界仪, 收于四名尊者教行路卷一, 原照者受大臣菩萨界仪, 收于知愿以边卷中, 又日本最臣者受菩萨界仪是一卷, 收于大正藏第七十四册, 乃增广占然之十二门界仪。 佛祖统计卷七, 菩萨界一书卷上, 至以东玉传灯目录卷下, P4589。 受学无学人祭品, 为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第九品, 于正法华经称为, 受阿南罗云绝品, 为法华三周说法之因缘周, 佛于此品受济阿南, 罗罗, 及学, 无学两千人, 身文成四果中欲留, 依来, 不海之三果称为学人, 阿罗汉果称为无学人。 彼等文往习之因缘, 初回教成心, 发无上菩提心, 故佛受彼等当来成佛之纪别。 参阅, 三周说法, 五百六十, P4589。 推功归本, 即推业用之德, 令归根本之体。 大日经义式严密超卷二, 万序三期, 一期上, 如一切诸佛说法一式, 皆助于应生, 中略, 推功归本, 言法深说, P4590。 推官, 唐代官名, 未节度史, 观察史等了数, 送言其至, 实为俊佐, 即裁定是非之检察官。 必言录第六十八则, 大四八, 一九八上, 一日有官人来参养山, 山问, 官居何位, 云, 推官, 山树起伏子云, 还推的这各模, 官人无语, P4590。 推简, 推测思考之矣。 心虽无形, 然随念之启动, 有, 为启, 为启之位, 欲念, 将启之位, 念, 正启之位, 与念以, 启念以灭之位, 等四项。 对此, 数度加以思考推测, 碎物无生之法, 称为四孕推简。 磨合纸观卷二, P4590。 舍, 范语OPEC, 巴力语OPEC或OPEC, 因意优必差, 一级平静, 无关心。 亦全称行舍。 据舍宗以舍为便一切善心共起的心所之一, 十大善的法, 为十宗则列为善心所之一。 即远离婚审之沉默与调举之躁动, 为不服不审, 保持平静, 平等之精神作用或状态。 关于舍之说法, 据舍论卷四, 品类族论卷四皆为舍, 即平等正直, 无警觉之性, 而注于寂静之心, 于为时大臣则认为依于精静, 无贪, 无甜, 无痴等四法, 令心远离调举等障而注于寂静, 无有杂染之心静。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五, 瑜伽诗的论卷二十九亿, 舍, 为七觉之东之舍觉之心, 为奢摩他平所舍, 磨合纸观卷三上, 转用此意而以舍为中道观之以名。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三十,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成为石论卷六, 二三寿之一, 五寿之一。 又称舍兽, 不苦不乐兽, 犯阿杜克斯卡, 非等, 不苦不乐觉, 即非苦非乐的下意识之印象感觉。 伴有舍兽之禅定, 称舍俱定, 八阿贝克, 沙赫加达, 三代, 紫色界第四禅定, 四无色定, 及一舍俱欲界善尽心之欲界定。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五以三寿业配三界九的, 广国系之善业及无色界系之善业为顺不苦不乐兽业。 又于八十中, 前六十皆与三寿相应, 第七, 第八两十仅与舍兽相应。 成时论卷六辩三寿品一杂阿含金卷十七之意, 为乐兽中有贪食, 苦寿中有甜食, 不苦不乐寿中有无名食。 又不苦不乐寿, 其相寂灭, 如无色定, 以寂灭之故, 烦恼细行, 凡夫以未解脱, 故以之为无名食。 又八立佛教终以舍为十波罗密之一。 大皮婆沙论卷一四三, 巨舍论卷三, 成为十论卷五, 清静道论卷三, 参阅, 三寿, 五百五十九, 三舍师之意。 为, 得, 之对称, 即以得而经舍师之。 与, 不成就, 同意。 大皮婆沙论卷六十三, 卷一一七, 杂阿皮弹心论卷四, 巨舍论卷二十一, 四西弹四, 为西弹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舍,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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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字门, 一般多举寂静, 寂静不可得之意。 盖由范云贝, 舍多, NTI, 善地, 转世而来, 意义寂静, 寂灭, 乃取字二字之字头A, 舍。 大日经书卷二位, 大三九, 六五五中, 舍字门, 一切诸法本性既固。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 大放等大吉经卷十, 海逸菩萨所问经卷十, 十二, 文书施力问经卷上字母品等, 皆以畅舍字时, 出一切奢魔他皮舍那之声, 此即由范云阿玛萨, 指, Vipayana, 官, 转世而来。 文书问经字母品第十四载舍为性经验定会, 范拉达, 范拉达, 斯蒙太太尼昂, 森迪, Prach, 之译。 北大班涅盘经卷八解释此字未远离三件之译。 新华言经卷七十八载唱奢字十, 入班若波罗密门。 瑜伽金刚顶经式字母品, 大品班若经卷六,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大日经书卷七, P四千五百九十。 舍父陶氏, 语出自法华经信解品中, 长者穷子, 知疲于同意。 据传, 有一父有长者之子, 不知将会继承父亲之财产而离开家园, 迷失于他乡, 以至穷困起时, 以此比喻众生不知将来必可成佛。 因妄想邪念之覆盖, 以至流转于迷界, 无法自觉。 禅门引用此语, 批评于人远离自己本性, 而向外进求佛法。 P四千五百九十一。 舍游六元, 又作舍心游六。 据据舍论卷十五 举出六种受因缘之断坏 而当舍弃者, 即一, 由受心断坏固舍, 为心先受一切恶法, 燃鱼的戒, 得定后则舍弃之。 二, 由势力断坏固舍, 为有尽性之力而使烦恼势力自然断坏。 三, 由作业断坏固舍, 为由悔改而使往昔所造诸种恶业不再重蹈覆彻。 四, 由事物断坏固舍, 为所失之诸事物皆断坏而无常。 五, 由寿命断坏固舍, 为所依之寿命皆有断尽坏灭之日。 六, 由善根断坏固舍, 为由其家形而断坏欲戒一切非色戒之善法根, 即能上身色戒。 参阅, 的戒舍戒, 1550, P4591。 舍身, 疑犯于TMA, PARATGA, 止舍弃生命, 又作烧身, 疑身, 亡身, 以舍身供养福等, 或不失身等于众身, 乃不失行为之最上乘。 据大制度论卷十一载, 不失财物为外不失, 舍身则称为内不失, 所谓内外, 亦即属主观之语属, 客观之物。 又同论卷十二不失, 恩为上中下三等, 其中舍身属于上不失。 有关菩萨舍身之意义, 大丈夫论卷上舍身命品位, 菩萨为求一切种智, 即悲悯众生故舍身, 同时亦令千贪之众身起修此心。 经典中有不少舍身之力, 如, 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使品之药王菩萨烧生供养, 金光明经舍身品之萨朵王子舍身四虎,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十四只雪山童子为文法而舍身与罗沙等。 我国自圣行信仰法华经以后, 校药王菩萨烧生供养者不少, 既有梁高僧传卷十二王身偏僧群以下十一人, 续高僧传卷二十七一身偏法宁以下正传十二人, 复健二人, 送高僧传卷二十三一身偏僧藏以下正传二十二人, 复健二人等。 日本亦履健不显, 同时, 伴随净土宗之流行, 亦出现投身, 入水往生之风。 然凡夫自杀乃佛教所言加禁止, 四分律卷二层数及教唆自杀之比丘触犯戒律之事。 此外,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四中, 于此事亦有详尽之记载。 大品班若经卷十六, 大宝基经卷八十, 菩萨头身一二虎其他因缘经, 世事要揽卷中, 二设斋会一世, 而设计深入佛寺。 我国南朝梁臣时代, 贵族未对佛教表归一之心, 经常有此行为。 梁武帝一生曾四自舍身同太四, 群臣未赎回帝王之身, 需纳巨额经前入四库, 但实际却导致帝王思四即赎钱之结果。 三于禅门中, 只舍身向之执着, 为求得真解脱之方法。 伦家师资计, 大八五, 一二八九上, 凡舍身之法。 先定空空心, 使心静寂静, 助想玄计, 令心不移, 批四千五百九十一。 舍家弃欲, 及出家成为沙门。 舍离对家庭之爱者及五欲色谓之贪爱, 而发心出家之修行法。 与舍家染一, 同意舍家, 及出家, 染一, 及这莫染之一, 亦及出家未森。 无量寿经卷下, 大唐西欲记卷二, 批四千五百九十二。 舍必隔抛, 日本佛教用语, 为日本净土宗之祖缘空于选择本愿念佛及义书中, 为劝修净土门语正行, 念佛, 而否定圣道门语杂行所使用之词。 舍, 为舍弃自立修行之心, 必, 为闭塞禅定修德之门, 格, 同, 歌, 为歌制一切之功夫, 抛, 抛却万事智慧。 盖元空以专修念佛法门为主, 主张归入称名念佛义门, 故有上述之说法。 于元空之后约八十年, 以法华信仰为根本而开创日联宗之日联, 针对元空之主张, 在立正安国论义书中, 亦以舍弃格抛, 四字为标语, 加以非难批判。 日联为元空引用我国净土教高森谈论, 道错, 善导等人对净土法门之解释, 而建立舍弃格抛四字, 认为此四字系表示对法华经诽谤之态度, 并为元空以此四字迷惑一切众生。 选择本愿念佛级第一章, 第二章, 第十二章, 第十六章, P4592。 舍无量心, 犯语Apec Prima, 巴利语Apec Appma, 四无量心之一。 对无量之众生无碍无增, 助于平等之心。 即舍愿轻、喜乐、苦忧等念之心, 并能舍贪、甜、吃之烦恼。 眼耳鼻舍生五十位舍无量心之实体, 而成所作至位置体, 相当于虚空库菩萨之德, 可配适于弥勒之内阵。 据舍论卷二十九以四无量心被制四丈, 为舍无量心能对治愈借之贪甜烦恼。 大臣一章卷十一, 大日经书卷十六, 密藏记, 参阅, 四无量, 一千七百七十七, P4593。 舍智记, 请参阅末智记。 舍觉知, 范语奥佩克, S.A.Bodhaya G.A., 巴利语奥佩克, Sambhajaya G.A. 七觉知之一, 又作舍等觉知, 互觉知, 行互觉意。 舍, 为舍离之意, 觉知, 以静菩提知谓, 能成就如实之觉, 舍觉知, 即舍离所见念者之境时, 能觉乐而永不追忆虚伪不识之法。 即心未平等性, 以行舍未体, 而助于寂静。 杂阿含经卷二十六, 法界次第卷中, 至以参阅七觉知一百二十五, P4593。 舍罗范, 范语A.R.V.N. 亿亿瓦 大日经卷二, 大一八, 一三中, 一语语方, 合于舍罗范, 聚会灵音亿卷三十六载, 此范语唐亿卫瓦, 于西北渔之风神王位, 作法令指风语, 以瓦合之。 P4593。 舍罗范语A.R.V.N. 深信之义 大日经书卷三解释, 信, 有二范音, 即, 一, 阿皮目的, 为信解之义, 即明见世理, 心无疑虑, 如早景已见至尼, 虽未见水, 知必在尽。 二, 舍佗, 为身信之义, 即依是依人之信, 如闻长者之言而信之, 或闻某人出乎常情之言语, 然以其人为长期狂他人, 故人信受依行。 与, 信诸佛菩萨, 同意。 P4593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浮屠, 指佛塔, 七级浮屠, 及七层高知佛塔。 俗艳,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细套用佛教, 浮屠, 义词, 比喻救人功德之大, 用以劝人行善, 或向人恳求救命。 P4593 救世, 救济世间人类之苦痛, 又用作佛, 菩萨之通称, 特以圣观音之别名称, 救世观世音菩萨。 P4593 救苦斋, 法会名, 南朝两五地层设之, 据佛祖统计卷三十七记载, 中大通元年, 五百二十九, 精臣大义, 两五地乃于众云殿为百姓涉救苦斋, 以身为道。 P4593 救托菩萨, 此菩萨已救人病苦, 脱离灾难而得名。 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一列之为八大菩萨之第四。 有关其形象, 据药师流离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以鬼供养法载, 身成红色, 做莲花座, 右手指持妙法葬供养, 左拳按跨。 右修药师以鬼不谈法载, 就托菩萨生成白色, 二手为金刚全印, 按鱼两胯, 成为慢之香而作。 灌顶经卷十二, 孔雀王咒经, 陀罗尼杂吉经卷一P4594。 救济, 原始佛教特别强调自迷中解放、 解脱而进入永远之平安、 涅槃然并非特有一个救主救济, 而细平一己之修行自救。 唯对于佛陀或其他长老僧之绝对归一而获得安心, 亦称为救济。 例如, 为杀父之罪而惶恐之阿蛇士王常对佛陀如此诉说, 恳求世尊, 自今而后直到临命终了, 愿归一三宝成为一再加信者, 其请佛陀设受我。 愚痴, 迷惘, 不善, 有罪的我, 为真王位而杀死正直的父王。 世尊, 我是有罪的, 祈求世尊射受我, 并且使我的未来受到庇护。 佛陀, 达道, 大王, 你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迁, 如法忏悔, 由于你的忏悔, 你当得到射受, 犯派I, GAH, 太太尼尔, 即因为得此射受, 阿蛇士王之恐怖因而解除。 此种射受之特征, 在于因多数人之力量, 而非仅由一个救主之宽舍而获的射受, 即由所有僧家全部一致的一致所给予之赦免。 此一射受乃佛教救济中最古老之形式。 即至大乘佛教时, 此一射受变成由阿弥陀佛摄取之形式, 请求救济之对象, 为三世诸佛或阿弥陀佛。 据《无量寿经》记载,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 愿愿为救度众生。 众生依弥陀本愿, 生起信心, 并立愿, 奉行, 即与弥陀本愿相应, 能与弥陀本愿相应, 即能获救, 此乃阿弥陀佛救济之特征。 P4594 救护会菩萨, 救护会, 泛名Paretriya, Mati, 因一波里达罗拿舍也磨他。 又称救一会菩萨, 救护会菩萨, 阿弥陀佛菩萨, 救护菩萨。 系列于密教胎藏陷图曼陀罗除盖障院之东端, 为九尊之一。 以如来智慧救护众生, 使九界众生进入佛界。 密号救护金刚, 种子为, 亚, 三昧夜行为卑手。 其形象, 深沉白黄色, 幼掌养安于胸前, 拇指, 无名指相拧, 乃除苦之意, 左掌插腰, 乃父护之意, 做莲花座。 大日经书卷十六有, 大三九, 七四四下, 就义会菩萨做卑手至心上, 知载, 其所作之, 卑手, 即以无名指与母指相拧, 其余三指身散而树之。 同书卷十三之家注, 大三九, 七一九中, 本愿除一切苦, 以除苦雇, 云未救护。 大日经书卷十六有, 义士卷七, 青龙四以鬼卷中, 诸说不同计卷五, 批四千五百九十四。 拜根, 又作拜种, 拜种二圣, 交种。 大臣但喝声闻, 原觉二圣为小臣, 为此二臣如草木之种子以拜坏, 或根以腐败, 比喻其永不能成佛。 二圣安于灰身灭至之涅槃, 自认永不成佛, 更无祈求无上菩提之志, 故大臣喝择之, 欲如腐败之草木种子, 又如胶种, 思欲甘露, 百千万劫永不生涯。 维台宗, 则为, 此一说法为法华以前方等部之说相, 至法华经时, 使众显二圣作佛之真实义, 而以拜根苏生为其妙地。 本大班涅槃经来信, 三论议, 法华玄义卷九下, 批四千五百九十五。 败坏菩萨, 成就菩萨, 之对称, 至菩萨之败坏佛者。 据大制度论卷二十九百, 败坏菩萨者, 本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以不欲善缘, 五概复心, 行杂行, 转世受大富贵, 或做国王或大鬼神王, 龙王等, 以本造身, 口, 亦恶业不清净, 故不得生诸佛前及天上人终无罪之处。 反之, 成就菩萨则不施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且此闽众生。 P四千五百九十五。 教, 范语斯塔, 英译射梭达罗, 意译笑, 训, 即圣人垂训, 众人笑之, 或为圣人被视于下者之言。 亦即能全之言教, 为始于佛陀一代所说之法, 与菩萨诸圣所垂教道之总称。 一般大别佛之经教为大臣教, 小臣教二种。 其中, 其中, 父有剑, 顿, 权, 十, 呃, 不了, 亦成, 三圣, 显, 密等之分, 亦有分类未有, 空, 中三教, 藏, 通, 别, 元四教, 小, 始, 中, 顿, 元五教者。 此外, 圣者所教是者, 称圣教。 言说于因生者, 称为言教, 生教。 说之以为鬼则, 则称教法。 为踏寻之道路, 称为教道。 旧, 正, 而言, 称为教正, 旧, 官, 而言, 称为教官, 旧, 禅, 而言, 称为教禅, 旧, 行政, 而言, 称为教行政, 旧, 行性政, 而言, 称为教行性政, 旧, 离行果, 而言, 称为教离行果, 旧, 禁离行果, 而言, 称为禁教离行果。 法华玄一卷一上, 四教一卷一批4595。 教内教外, 即将佛陀之教化分为教内与教外二种。 即, 一, 教内之法, 指佛陀以言语传授教法。 二, 教外之法, 相对于教内之法而言, 只舍离言语, 文字, 而以心传心之传法方式。 于禅宗所标榜之, 教外别传, 称自宗位教外之法, 而为一经, 律, 论等教法而立之诸宗位教内之法。 P4596。 教化, 以范语, Pari, Pak。 教, 以善法教导他人, 化, 令远离恶法。 为教导感化之意, 即说法引导众生而令其受感化。 如经上所言, 转无上法轮教化诸菩萨, 教化安利无数众生, 令助无上正真之道。 凡此皆属转恶为善, 转凡化甚之教化。 与, 开化, 摄化, 施化, 劝化, 等词同意。 长阿涵卷一大本经, 增益阿涵经卷一法华经卷四, 二日本佛教用语。 在佛前举行法会之际, 所唱诵之一种赞歌。 P4596。 教化的, 未能教化众生之菩萨地位, 即指第八的以上之位。 即第八的以上之菩萨, 以断分断生死, 无漏相续而定会自在, 故得以任运教化十方众生。 又失与教化之场所, 亦称为教化地。 大制度论卷八十六, 网生论柱卷下, P4596。 教化的义, 未于网生极乐净土所得五重果香, 五功德门, 之第五, 园林游戏的门, 中, 具有还相回向之功德, 能立一所教化之地。 即于第五门中, 以大慈悲观察苦恼众生, 视线硬化生, 回入生死园, 烦恼灵, 现游戏神通, 至教化之地, 以本愿力就把苦恼众生脱离生死。 网生论, 网生论柱卷下, 参阅, 武功德门, 一千零七十三, P4596。 教化地狱经, 全义卷, 后汉安世高义, 又作罪业印报教化地狱经, 地狱报印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本经系佛印信香菩萨之请, 宣说地狱, 恶鬼, 畜生, 奴婢等受罪众生之前因, 并产说离苦之世善, 归依三宝, 六度行, 四无量等, 若众生依之修行, 即能永远离苦。 P4596。 教王经, 又称大教王经, 一般指唐代不空一支三卷教王经。 金刚鼎系经典中, 官有词称者有, 一, 唐代不空所一支金刚鼎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县正大教王经三卷, 金刚鼎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县正大教王经二卷。 二, 宋代师护所一支佛说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县正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 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四卷, 佛说一切如来金刚三页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 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六卷。 三, 宋代法贤所一支佛说于迦大教王经五卷。 P4596 教王护国寺, 日本真言宗东寺派总本山, 位于京都下京区, 本名金光明寺天王教王护国寺秘密传法院, 又称弥勒八番山总持普贤院, 通称东寺, 左大寺。 环武天皇严历十五年, 796, 创建。 左俄天皇红仁十四年, 八百二十三, 赤赐自唐归国之空海以此为传部真言宗之道场, 并令金明。 其后, 曾二度离火灾, 至封城, 得川二世史复兴。 寺院建筑有连仓时代, 室挺时代之宫殿风格, 绘画方面藏有真言七祖像七符, 山水平风, 两戒曼图罗二符等, 雕刻方面有表现平安初期时代特征之密教佛像。 其他文物方面令有最沉直笔之空海请来目录, 原人之入堂求法巡礼行祭四卷, 西潭藏二册等。 P4596 教主, 一般只创教者, 主持宗教教团者。 佛教系由释迦牟尼佛所创说, 故释迦牟尼佛为佛教教主, 普通竞争为, 大恩教主。 又指教化之主, 即宣说经教之主尊。 后世各宗派, 由于被佛生各持不同见解, 故意产生不同之佛生观, 而有各种教主之说。 天台宗之维摩金略书卷一位, 大三八、五七零中, 转法轮献相不同者, 华盐元顿则献大小香, 若陆也转身灭四弟, 即托英落, 现老比丘, 若说方等, 即现门内尊特之身, 或现门外尘笨之相, 若说般若, 亦现门内尊特之身, 即现种种佛身之相, 以众身一故, 现长身, 放长光明, 若说法华, 但现尊特, 若说涅槃, 背现四种, 是同方等。 如是随缘, 现种种身, 华盐宗之华盐经探玄记卷二载, 大三五, 一三零下, 说法之佛总有四位, 一, 铜锣汉身, 以表说小乘法故, 二, 化身佛, 表说三圣, 广说的前, 略说地上, 三, 报身佛, 表说三圣, 广说地上, 略说的前, 四, 实身佛, 表义成法, 六位其说, 以此所说具足主办无尽法故, 佛义同此时身无尽, 又密教之便显密二教论卷上载, 大七七, 三七四下, 如来变化身为地前菩萨, 及二圣凡夫等说三圣教法, 他受用身为地上菩萨, 说显义成等, 并是显教也, 自信受用佛自受法乐故, 与自眷属各说三密门, 为之密教, 由以上诸说, 可见各宗君基于各自立教之指去, 自是尊一代所说之经教而若其教主之别, 若就一经之教主而言, 则华严经之教主, 有多种论说, 华严经探玄记卷二举出三种说法, 一,华严经教主为化身佛, 此因菩提树下八相成道之佛为化身, 以世家之一名为卢之那, 而非其他之报身。 二, 此经教主为实报身, 乃卢之那之法界身, 居于莲华藏净土中, 以彼佛具足二十亿种殊胜功德, 故为实报身, 以不离化土而兼居菩提树下, 故非化身。 三, 以此经教主为实身佛, 其身通于三世间, 对实性三贤之人说法, 则得前菩萨所见非实报身。 虽居华藏世界, 然非菊化, 故非前二, 化, 报, 而巨社前二, 性荣通故, 巨族主办, 如帝是天之网, 故为周辩法界实佛之身。 又华严经书卷一, 大三五, 五零五下, 即是法界无尽身云, 真应相容, 亦多无碍, 即如这那世世家故。 至于法华经之教主, 依据法华文句记载, 大三四, 二五一上, 当知法华, 报佛所说, 为摩经略说卷一载, 大三八, 五七零中, 若说法华, 但现尊特, 故知法华经之教主一同于华严经, 皆以卢哲那佛为其教主, 为天台宗认为华严经教主仅为报身而已, 法华经教主则为应身即报身, 世家即遮那, 此乃华言, 天台两家有关教主之最大义说, 又就此世家与遮那二身, 宋代天台宗高僧之礼与其弟子仁月各有不同看法, 仁月认为由同一法身之体而起应身, 尊特二用, 以谱应三界内外之机, 知礼则主张世家为尽本定身, 即应众身之机所献佛身之相, 虽有幽劣, 本身仅为应身世家, 故华言教主为身身世家所献其连华藏臣之圣相, 即需献尊特之身, 而法华教主为不须献尊特之报身。 关于大日经之教主, 古来密家之间争论颇甚, 畅论一说者既有二十余家, 其重要者有七说, 即,一,自信身说, 据便显密二教论卷上之说, 自信受用佛为自受法乐, 故为自眷属说三密法门。 密藏宝要卷上亦彩相同说法, 为密教乃系自信法身大疲卢遮那来为, 愿属与自受法乐所说之法。 二,曼陀罗中台加持说, 略称中台加持身说, 据大日经书卷一之说, 以自在神力加持, 故从新王疲卢遮那献起加持尊特之身。 又据大日经书卷三之说, 以如来之家之, 故由佛菩提自证之得现八叶中台藏之身。 三,自受用身说, 为日本台密所立, 原真之大日经书超位, 薄加饭及毗卢那法身, 乃自信身佛教习身为受用身, 乃自受用身。 四,他受用身说, 即自信法身加倍他受用身, 以令说自内政之法。 五,三转一体身说, 为本地法身为理身, 受用身为治身, 此二身名何为加持身, 即他受用身, 此即大日经之教主。 以上三身原为同一佛身之三种显现, 故称为三转一体身。 六,三点具足佛身说, 即以理,至, 是三点皆具足之身为大日经之教主。 七,四身说, 即以大日经所说之, 随自一身, 中又别为法身, 报身,应身, 等留身等四身, 其中以自信法身为此经之教主。 佛的经论卷以法华文句卷九下, 华言五教章卷三,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四, 经光明文句记卷二之下, 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 P4597。 教令伦, 教令, 指如来为教化利益众生所发出之教赤。 伦, 原为武器之一种, 有摧破之作用。 于密教, 大日如来之教赤坚强, 能摧破难化众生之烦恼, 犹如转伦王之伦宝, 故称教令伦。 礼去世卷下载, 提卢遮纳佛转法轮, 轮有四种, 即, 金刚轮, 宝轮, 法轮, 结魔轮。 四轮皆设于正法轮, 教令伦二轮中。 P4599。 教令伦生, 三伦生之一。 行教令伦之生。 如来未嫉妒逆恶难化之众生, 献凶猛威怒行, 令其尊奉如来之教令。 此为随顺众生一相不同, 或顺或逆, 故如来实现此, 怒生以利益众生。 密藏即以五分怒尊配五至五佛, 即不动明王, 将三世明王, 君徒立明王, 六族尊, 金刚叶叉明王等五分怒尊, 各位大日如来, 阿佛, 宝身佛, 无量寿佛, 不空成就佛之教令伦生。 又于密教金刚界曼陀罗之第八将三世结魔会, 第九将三世三魔耶会中, 金刚萨朵极限明王生。 礼去世卷下, 参阅, 三轮身, 六百八十, 批四千五百九十九。 教外别传, 一禅灵用语。 不依文字, 语言, 直悟佛陀所悟之境界, 即称为教外别传, 又称丹传。 故禅宗又坐别传宗, 系教外别传宗之略称。 此教外别传之禅法, 以及菩提达摩所传之祖师禅。 连灯会要卷一万序一三六, 二二灵下,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 众皆漠然, 为家夜破颜为笑。 世尊云, 无有正法眼葬, 涅槃妙心, 石香无香, 为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父主摩喝家夜。 此则公案不仅表示禅家注重政法相传, 亦表示禅宗不至教门之文字语言, 直接洞见新地了物之乙。 令狱祖庭市院卷五怀禅师前陆载, 禅宗传法诸祖义以三藏教成接引弟子, 至达摩祖师时, 使单传心印, 破止显宗, 及所谓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仅得传灯陆序, 环悟佛果禅师与陆卷移心禅护国论卷中, 传法正宗论卷下, 五灯会员卷移禅宗正脉卷移二凡十六卷, 明代离梅, 郭宁之, 等边, 收于万序藏第144册, 本书系离梅探纠禅之奥妙, 佛祖之本源, 搜集机缘之语药, 以举阳祖师之宗臣, 并揭示五家之本源, 各派加封, 令参禅学道之事认识各自面目, 高阳祖登。 本书系收四一灵人之机缘, 义名者三十八则, 汉月法藏, 密云原物, 雪桥原性等, 皆为之作序, P4599。 教行, 教语行之并称, 教, 佛之教法, 行, 众生依教起修, 一集依教得以有行, 依行可险教之实义。 据四名尊者教行陆续, 大四六, 八五六中, 台宗护有, 末不依教立行, 以行险教, 又往生要及续载, 往生极乐之教行乃拙式末代之墓足。 十步二门载, 观星是教行之书基, 又四分律行是超资十计卷上一之一亿载, 若言教则违规律藏, 若言行则专具借科。 P4600。 教行姓正, 樊柳卷, 日本清卵传, 全称显净土真实教行正文类, 略称净土文类, 文类, 广文类, 广本, 本典,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三册, 本书系将各种解释经论之文章分类汇编, 为一部阐明净土真宗教义之根本圣典。 内容分位教, 行, 信, 正, 真佛土, 化身土, 前五卷指在阐明真实之教门, 第六卷则明是一种方便教。 教, 指大无量寿经, 行, 即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信, 系往生之正因, 亦即相信阿弥陀佛之信心, 正, 乃由行, 信所得之正果。 真佛土即是净土, 亦即自净土出在归入净土之法门。 又说在此化身土中行方便教以明示真, 真佛土, 为化身土。 本书之著书本集多, 教重要者为觉如之教行性正大义。 P4600 教行性正大义, 全义卷。 日本净土真宗觉如传, 或未存觉, 1290, 1373, 转, 又称似法大义, 教行性正名义。 本书叙述清卵所者, 教行性正六卷之大义。 著书有略解义卷, 道正, 管亏录, 善让, 听记义卷, 俊领, 等。 P4600 教行礼, 教, 行, 礼三者之并称。 教, 随应机缘之教说, 行, 即可证果之因行, 礼, 指明言所全显之实礼。 法华玄一卷一下, 大33, 六九以上, 例辞二明, 凡约三亿, 为教, 行, 礼, 从缘故教别, 从说故教通, 从能弃故行别, 从所弃故行通, 礼从明故别, 明从礼故通, 此位众生之机缘, 虽各自有别, 然凡有教说皆同属佛之说法, 众生之入门虽各自相别, 然一切修行之礼不二, 而所谓礼者, 虽具种种之名, 然其根本之礼义不义。 观无量寿佛经书, 请观音经书, 批4600。 教行录, 请参阅四名尊者教行录。 教行正, 教, 行, 正三者之并称, 又作教行果。 教, 佛所说之教理, 行, 众生从教所为之修行, 正, 由行所得之正物。 大臣法愿义零章卷六本, 将教, 行, 正配正法, 相法, 末法三十。 为具备教, 行, 正三者, 称正法, 具教, 行二者, 称为相法, 仅有教者, 称为末法。 十的经论卷三, 法华玄义卷五, 批四千六百。 教亨, 一千一百五十, 一千两百一十九, 经代森, 冀州任臣, 山东济宁, 人, 俗姓王。 自虚名, 七岁, 一冀州重绝院元和尚出家, 十三岁受巨族戒, 十五岁游方, 参业郑州普照寺宝宫的物。 立住松山戒坛, 韶山云门, 郑州普照, 灵溪大爵, 松山法王等五大沙。 长印京丞相家古清臣之请, 住中都谈这四, 又成朝旨, 住西燕京庆寿寿。 而后印之河南辅宫时抹仲温之请, 千少林寺, 法习大圣。 经宣宗新定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 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 大明高僧传卷五, 佛祖纲目卷三十八, 五登岩筒卷十六, 批四千六百零一。 教相, 亦佛陀一代所说教法之相状差别, 即种种教义之特征或差异, 称为教相。 若就此教相加以探讨, 阐释, 区别者, 即称教相叛事, 略称叛教, 教叛。 一般而言, 探讨教相之法门系属于学姐研究之范畴, 各宗派乃针对此典而令设十剑之法门, 以其学姐与十剑二门之并重。 如法相宗有教相与官道之二门, 天台宗有教相与官兴之二门, 日本净土真宗有教相与安兴之二门。 法华玄义卷一二, 世相, 之对称。 密教对法门之建立, 义礼之深浅等, 或各种教理组织, 教义解学等, 加以研究, 解释, 称为教相。 反之, 实际之修法, 则称为事相。 日本元人于金刚鼎大教王金书卷一中于教相立明教之本源, 辩教之启游, 是教之深浅, 明教义之别等四门。 参阅, 世相, 三千零四十一, 批四千六百零一。 教相三义, 又做三种教相。 天台宗认为法华经与法华以前其他经典相义之处有三, 一, 根性融不融相, 法华经以外之教法, 真实与方便混杂, 听法众生之根性有利, 顿之分, 因程度不依, 故不融, 而说法华经时, 众生素质其一, 无利, 顿之分, 故未融, 其教法亦仅有真实教法。 二, 化道始终不始终相, 法华以外之教法, 乃是应时随机之教法, 故有许多法并非真义, 不始终, 法华经之教法, 则是一贯三世有组织之教法, 能道尽如来之真义, 始终。 三, 师弟远近不远近相, 法华经以外之教, 认为是尊于经世始成佛, 佛弟子亦今生始为佛弟子, 不远近, 然法华经言, 是尊过去久远之时, 即已成佛, 佛弟子亦于亦即为佛弟子, 故不可佛陀及佛弟子于今生之开悟, 教化是为真实, 远近。 P4601 教相分, 以部著书中, 叙述教义之部分为教相分, 叙述行法之部分则称行一分。 如善导师于净土宗之五部著书中, 讲说教义之观经书系为交相分, 总称其, 其他四部以宣说实践方法为主, 则为行一分。 P4601 教相判事, 即含别解释佛陀一生所说教法之相容差别, 略作教相, 叛教, 教叛, 教舍, 即依教说之形式, 方法, 顺序, 内容, 意义等, 而分类教说之体系, 以明佛陀之真义。 盖佛教经典位是尊一代所说之教, 位数甚多, 且说教出现实的与因缘恶意, 因应对象根基义理义互有出入, 欲知其意志, 因缘, 四地, 非赖整理诸经及判定其价值, 无法明了佛陀之真实意志, 于是产生教相判事。 旧经典自身而言, 例如法华经等, 系事以大臣, 小臣之别, 冷压经事以顿, 见之别, 华严经说三兆, 涅槃经说五位, 解身密经说三十, 三十之别, 凡此皆是开教相判事之端序。 论书方面, 大制度论举出三藏与魔喝眼, 显露与秘密之说, 十座脾婆论有难行道与异行道之说, 戒弦, 至光则有三十道之说。 以上分类, 大抵以教说内容之深浅为主, 而非依据说法之行事而判别。 在我国所翻译诸经论, 非依其成立次第传译, 而细于同时传译不同时代, 甚或教理内容相互矛盾之经典, 以致出学者不容易理解其中奥义, 而无法入门。 幼诸具有创建之大德, 为明是其所信奉教义之立法, 以及指导初学者, 故常将此诸经论之繁杂教说, 加以组织体系化, 并判定其价值与解释其教相。 此乃我国佛教在教乡判事方面特别兴盛之因。 判教特盛行于南北朝时代, 故后是有南三北七, 亦成百家之平, 此后至随唐, 亦陆续出现新教判。 即与我国教相判事已最大启发者, 乃是谈无称所义之大班涅盘经, 其卷十四以从牛出乳, 从乳出烙, 从烙出生酥, 从生酥出熟酥, 从熟酥出提湖, 比喻从佛出生十二不经而出修多罗, 又据以出方等经, 班若波罗蜜, 大涅盘等, 一方面表示整个佛教教义有其体系, 一方面亦显示教义有高下深浅, 树立教相判事之典型。 逐到深就如来之说法力善尽, 方便、真实, 无于似法轮之四种区别, 倡导顿悟成佛。 留诵之会观将此顿见思想引入教叛, 把佛陀一代之教法大别为顿, 见二教, 以华严经为顿教, 于见教中作五十次第之分别。 法云依法华经历牛车, 阳车, 路车, 大白牛车之四圣教。 而于北的, 北梁潭无称力伴, 满二教之教叛, 北魏菩提流之于一英教外, 别有顿, 见二教之说, 得论宗南道派之会光又立顿, 见, 元三教, 更就其宗旨而分因缘宗, 甲明宗, 狂乡宗, 长宗之四宗叛。 又一致已于法华玄一卷时上举南三北七之教叛, 据此, 将南依佛说法之行事, 立顿, 见, 不定等三教, 其中, 见教方面有, 一, 虎丘山及师所举之有相教, 无相教, 常驻教等三十教。 二, 宗爱, 僧明于无相教之后再举同归教, 何谓四十教。 三, 定灵四僧柔, 会次, 会关于同归教之前再举包贬义阳教, 共立五十教。 至于北方七师之教叛, 则为, 一, 五都山流叛立人天教, 有相教, 无相教, 同归教, 常驻教等五十教。 二, 菩提流之叛立半字教与满字教等二教。 三, 光统叛立因缘宗, 假明宗, 狂乡宗, 常宗等四宗。 四, 四, 互生四字鬼于四宗外令加法界宗, 称为五宗教。 五, 其蛇四安领叛立因缘宗, 甲明宗, 甲明宗, 皇乡宗, 真宗, 常宗, 元宗等六宗。 六, 北的某禅师立有相大臣, 无相大臣二种大臣。 七, 菩提流之或未揪摩罗时叛立一因教即指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至已于法华玄义中纵横南破南三北七十家而自立三种教相五十八教之教叛其所依者为法华经故就三种教相根性之容不容化导之始终不始。 中师弟之远近不远之三种相以示法华经由于他经所谓五十即佛成道后对种种根基应基所说之法门以时间分类为华言、路愿、方等般若法华涅槃等五十又将佛陀教导之行是方法分为化疑似交顿、剑、秘密、不定、化法似交、藏、通、别、 原、然化疑似交、石渊源于南北诸师之说、化法似交易基于北的诸师之说而成、故其教叛可说及南三北七之大臣。 此外三论宗之极藏力生文、菩萨二藏、于菩萨藏中又别开根本、之末、摄末归本三法轮、此为二藏三转法轮判。 唐法相宗之玄藏一解深密经、金光明经等、立转法轮、造法轮、持法转三法轮之判。 其弟子窥激立三教八宗之判、三教中以诸阿汗等之小臣意为有教、三论、班若等为空教、华言、生密、法华等为中道教、八宗者则以独子部等为我法具有宗、 萨婆多不等为有法无我宗、大众不等为法无去来宗、说甲不经不等及诚实论为献通甲实宗、说出世不等为俗望真实宗、 亦说不等为诸法弹明宗、班若诸经及中百论等为圣意皆空宗、法华等经及无者等所说之宗道教为应礼原实宗。 华言宗之法在于华言经探玄迹卷益中,举从来十家之判而予以批判、别利五教十宗之判、 五教指小臣教、大臣十教、宗教、顿教、原教、十宗者、乃就窥积八宗之前六宗、加上一切皆空宗、真得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原明俱德宗。 其他上有宗密之五教说、严寿之三宗说、明代秩序之禅教律三学义原论等各种教判之说, 其中以至以之五十八教、窥积之三教八宗、法藏之五教十宗最为著名。 日本方面,则有,真言宗空海大师立宗教、密教二教判及十柱新之教判、台密安然说五十五教、清卵说二双四重、日联立五纲之说等。 大臣一章卷一、大臣玄论卷五、解深密经书卷一、华严经书超玄坛卷四、批四千六百零二。 教院清卷,凡二卷。 元代自庆编于智政七年,一千三百四十七。 又称增修教院清规。 收于万续藏第一零一册。 本书系天竹大圆诀教四支云外法师自庆,将天台教院清规,编者不详,谨知其属天竹山白云堂,在增补修顶。 内容分为十门、吉祝赞门、齐壤门、报本门、住持门、两序门、摄众门、安居门、借劝门、真规门、法器门等,各门之下复详述细节。 本书为研究诵、元时代天台宗组织、制度等之重要资料。 此外,教院清规令有二书,亦为宋代志元、976、1022、所作、凡二卷。 另一位日僧无者道中、1653、1744、所作、凡二卷。 P4604 教乘法术,凡四十卷。 明代元编。 元英敢于藏成法术、贤守法术等之缺义甚多,乃基于天台之观点,将佛教经典乃至诸子百家中,凡有关法术者皆收集于此书。 即出由,义兴,四地列祭增至,八万四千法门,之法术,其间易解释外典之名术。 本书并以分析,比较,归纳代替说明,为其一大特色。 P4604 教祖、教派之创始者或信仰之指导者。 世尊教是弟子们依从真理,弟子由于受其人格感化,而信奉佛法。 如此,以弟子之立场言,世尊为教祖,且成为佛教信仰不可或缺之精神要素。 教祖之存在,乃信仰上一种人格之结合,使信仰团体产生强而有力之组织,基于此种意义,各宗各派对教祖之重视,遂演变成一种对教祖之绝对崇拜。 P4604 教背时机,据华言经书卷三载,教者,指华言一成元顿之法。 即如来演说华言经,画背群姬,通于十类,故称教背时机。 即,一,背无性机,为邪见,无善根之众生,不能性受反身诽谤,堕诸恶道,然由听闻此经,义得熏种善根。 2,背为真机,为人一棒此经以求名义,而作不尽之说法,虽违反真教,然佛陀慈悲,无厌舍之。 3,背乖时机,为人执着文字,语言而乖为实理,然由熏闻之故,亦成善种。 4,背侠列机,为二圣之人根气狭小,故难解此经,然得宿种猛熏。 5,背首拳机,为首拳小之教者,不信袁荣俱得之道,然蒙佛之饶义,终能醒悟。 6,背正位机,为佛为一成元机者宣说俱得之教,使其性解误入,由于莲华藏海。 7,背兼位机,为人听闻此经,虽未误入,然能信受,亦可成兼故种。 8,背影位机,为佛于实的之中,以六香圆荣之意,借托三圣行部之名,以继位增圣,令首拳小之教者信受,而入于圆荣。 9,背拳位机,为小根二圣,乃诸大菩萨之权巧是现,以显明小成根基者亦可得入。 10,背远位机,为佛说词经,乃令凡夫外道,无性产提,即未来世之一切众生,于经不信者必于后世误入,远勋成种。 P4604 教起因缘,教起,及教法成立之理由。 经文之史,必有一段文字阐述有关教法成立之因由,称为续分,续文。 据华颜经书卷一载,如来宣说华颜经,乃以无量因缘而得成就,故以因缘二字,各开十亿,以显无尽,先章十因,后显十缘,故称交起因缘。 1,交起十因,1,法应尔,即理本当然之矣。 2,未如来出现,理当宣说华颜经,此乃佛佛道同,法皆如此,故诸佛皆于无尽世界,长转无尽法轮,而令众生返本还原。 2,仇宿因,未如来说法,乃未仇宿世之愿因。 3,顺积感,未如来说教,乃由积缘所感,而随顺积疑。 4,未教本,未如来先说此一成缘顿之法,未诸教之本,然后见师莫教,以教化二圣之人。 5,显果德,未如来显阳华藏世界,为妙时生之一正果德,令人信乐恳求。 6,张地位,为华严经彰显菩萨修行之地位有,移行部位,即从因至果牌部行列,依次地身进而区分皆为。 2,圆荣卫,即一位诸舍一叶位。 7,说圣行,未如来宣说书圣妙行,使一切菩萨,众生皆依教立行,造修正入。 8,是真法,未如来宣誓真实大法令人解答理。 9,开因性,未如来开示一切众生,法。 圣行之因果,皆为众生本有之信德。 10,历经后,未如来说法,乃令今世,后世之一切菩萨,众生皆得知,或大利益。 2,教其识缘,一,依时,时,即说华言经之时分。 未如来之一念与多结缘容,本无时分可现,经则已无时之时,略显时时,以横眼此经。 2,依处,处,即说华言经之处所。 为诸佛菩萨于十方为尘沙海,乃至一一矛端,皆有七处九会议演说此经,犹如地网,重重无尽。 3,依主,主,即说华言经之教主。 为毗卢遮纳佛现法界无尽身云,周十方为尘沙海,而宣说此经。 4,依三昧,三昧,即镇定。 为佛说经之前,必先入三昧定,以静见法理,全时分明,其后则从定而起,应积说教。 5,依现相,相,即将说华言经时出现之瑞相。 6,依诸会将遇说法时,或献放光洞地,华语香云等瑞相,以警动物机。 6,依说人,说人,即说法之人。 为佛法无有心肺,乃由人以弘之。 7,依听人,听人,即听法之人。 为佛说法,若无听者,终无有说。 8,依得本,为说经应以智慧,行愿为本,若内无得本,则外无以宜说。 9,依请人,为说法者若无人请问,或可自说,为人所请,则需尽法众人,要成请而后说法。 10,依能家,为如来以神力加倍菩萨以说法。 加倍可分二种,显家,即佛以三叶神力显然加倍,明家,即佛秘语智慧之加倍。 P4605 教,指教法之宗,即圣人不教,各有归从。 又作教。 据四分律行事超资十记卷上一之二载,圣人出现,为物垂范,称为教。 又报恩经卷一载,如来教,随意三藏九步。 又叛世教乡者,称为教义。 据大臣一张卷义所载,重经教义,即是。 P4606 教院,又作教寺。 禅院,律院,之对称。 即天台,华言,法乡,净土等寺院之通称。 中堂以后,随着禅宗之薄心,不分教,律,盖称禅院,至宋代,天台等诸宗义兴盛,故有教院之设,以举禅,教并立之时。 宋大中祥福四年,一千零一十一,赤以四名严庆院永为十方传教住持,此系教院之滥伤。 元幼五年,一千零九十,赤令上天竺禅寺改为教寺,此为教寺之权于。 此外,绍兴十四年,一千一百四十四,赤改严庆院畏寺。 宝庆二年,一千两百二十六,改天生万寿元绝禅寺为天台教寺。 凡此,君士立正。 至元代,禅,教,律,各顾守其宗。 明宏五十五年,一千三百八十二,将天下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其宗,讲四者,乃讲明诸经旨意之处。 教寺者,也因立即之法,以训世人之处,此二寺,即习所谓之教院,教寺。 日本中寺以后,一模仿词封,遂有教,禅,律三院之别。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八,四名教行路卷一,P4606。 教区,日本佛教用语。 于明治以后,日本佛教模仿基督教以一位牧师或祭司管辖某一区域之办法, 又效仿美国等位便于统治教会而划分区域为教区之方式, 遂以教区作为一宗派自治行政地区划分时所设定之名称。 因此所谓教区,与国家之行政地区不一致。 教区之下分为、祖,之小区域、祖,之下再划分为、部,等名称, 为一般寺院统治上之组织。 各宗派制定教区之严格不一,然可推定, 明治初期教部审设立神佛合并教导职养成机关之大教院之同时, 又于全国各地设置中小教院为其隶属,此系教区产生之滥伤。 明治八年,1975,由于真宗各派分离, 合并大教院废止。 各宗派的准各设大教院之后, 各宗乃次行制定教区组织,以致建行成现行制度。 P4606 教授阿蛇,三师之一,五种阿蛇之一。 右座教授师,于戒场,教授戒子威仪作法等之阿蛇。 小陈界已现前之师魏教授阿蛇, 与杰摩阿蛇离君为吉拉五年以上者, 于大陈圆遁界,则别请弥勒菩萨魏教授师。 右密教在灌顶道场, 引导授者入场内,教室投花等做法及其进退者, 称为教授阿蛇, 或称教授人。 五分率卷十六, 四分率形式超卷上三, 参阅,三师七振, 五百九十五, 阿蛇,三千六百八十八, P4606。 教理,又做教义。 希腊语德克吗? 为具有权威及决定性之教说, 并非单指意见而言。 具体言之, 乃指哲学学派之始祖或宗教教组之言论。 以信徒立场而言, 此类言论可谓深具权威性, 且有信仰之价值。 故若将此类教理简明化, 即成为信经或信条。 自表面看, 此类教理, 往往被视为独断论, dogmatism, 而受批评。 在佛教中, 所谓教理, 一般外国学者皆用英语doctrine, 系指佛陀之教士即由教士所显现出来之真理。 然是尊并未视定型的教理位权威, 而要求信众及弟子依准奉行, 反而是各宗派产生之后, 属于各宗派之信众, 将宗派教组之主张, 思想视为权威而信奉之。 参阅, 佛教教理, 2688, P4607。 教理行果, 教,理, 行, 果之合称。 乃佛, 法, 僧三宝中法宝之种别, 一般称之为四法宝。 即止能全之言教, 所全之义理, 能臣之修行, 所臣之正果。 佛教一般修正之次第多位依教权理, 依理起行, 依行克果, 故又连称为教理行果。 于诸经论中, 分别有对教, 理, 行, 果之不同阐释, 具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二载, 能破无名烦恼业障之身, 名, 具, 文, 称为教法, 有畏无畏之诸法, 称为理法, 界, 定, 会之行, 称为行法, 无畏之妙果, 称为果法。 大臣法院议林章卷六本载, 教, 为音声, 名, 具, 文等。 礼, 为二帝, 四帝之礼, 有二种, 一, 为根本至, 又称无分别至, 知敬, 乃理至平等, 亦如知诸法实性, 如二空之礼。 二, 为后的智, 又称全智, 俗智, 知敬, 如古代印度正理学派所说之十六地等。 行, 为三圣之应及圣所起之自立, 立他诸行。 果, 及三圣无学所得大涅槃, 大菩提之果。 成为时论了一灯卷一本更设四法宝各有三种, 教, 有无一言, 邪妄言, 如一言, 礼, 有增益益, 损简益, 顺体益, 行, 有顺势应, 邪辟应, 处中应, 果, 有产广果, 虚妄果, 出世果。 观无量受佛经一书卷中, 成为时论数地卷一本, 华言经探玄记卷三, 参阅, 四法, 一千七百一十五, 批四千六百零七。 教传颜传, 西藏密宗宁马八, 红教, 之二种传法方式。 教传, 是连锁性的由高僧传给弟子, 颜传, 是一种神奇之传授方式, 据传由莲华生大师, 将密成多种经典法药, 分藏于山谷溪水之中, 比后世有缘者搜寻获得, 加以学习修正, 如是发觉, 传播之味。 敦诸法王, 一千九百零四, 一千九百八十七, 所传之西藏古代佛教史, 叙述此二种传承之力甚行, 批四千六百零七, 教义, 义教与义之并称, 教, 能全之声明据文, 义, 所全之一切义礼, 大臣义章恩教句, 义句二种, 其中, 教句立三门, 义法句说二十六门, 华言家则论三圣义成之分歧, 若依本宗之义, 皆具教, 义, 若谨止无尽缘起之法为义, 则除别教义成外, 协教而非义。 华言五教章卷一华经搜, 原记卷十一, 二级宗派所立教化之义礼, 又做教礼, 大臣, 小臣分派别宗, 各有主唱之教说, 以师教化, 如天台教义, 华言教义, 法相教义, 聚舍教义等事。 P4608 教顿基建, 即所教式之法, 不依修行皆次, 直接开示佛法奥妙处, 燃受者之根基未顿根, 则需从剑次累积之修行方的正果。 P4608 教团, 同一信仰者群聚一处所形成之团体。 通常有讲说教义之教旨与受教信徒所构成, 佛教中自古称之为僧家, 范S.A.G.D. 八童。 初期原始佛教时代, 所谓僧家乃专指出家众而言, 尚不包含在家信徒。 广义之教团指佛教全体, 狭义则指一宗一派。 P4608 教网, 义指佛之教化, 即比喻众生位于佛之教法位网。 如经中所言, 张开佛教网, 法界海, 路人天于, 至涅槃岸。 为佛之教化, 能令众生, 远离生死苦海, 到达解脱之彼岸。 二于禅宗, 乃指比喻受负于教义之网, 而不能体的原本真义之用语。 必言录第七十八则, 大四八, 二零五中, 免得人去交网里, 笼罩半罪半醒, 要令人直下洒洒落落。 P4608 教戒律仪, 请参阅教戒心学比丘行护律仪。 教戒心学比丘行护律仪, 拳一卷, 唐代道旋转, 略称教戒律仪, 又坐行相法,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五册, 乃条路心学沙米印尊凤之律仪, 凡二十三章四六五条, 卷首有自序, 为严钻一学之圣, 诸善律仪剑驱沸腿, 然护持正法产夫一教, 不能不中律归, 故作此书。 P4608 教戒轮, 乃三轮之一, 即佛说法开导众生, 令反邪归正, 破除烦恼, 又坐说法轮, 口轮,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六之三轮章载, 教, 即教士而令比善滋生, 戒, 即戒序而令其恶断灭, 轮, 具有催浮, 正恶恶力之功用。 P4608 教会师, 日本佛教用语, 在监狱中教导囚犯, 引导他们步入生活正轨之工作者, 称为教会师。 此一职务多由宗教家担任。 在基督教, 牧师担任教会师者颇多。 为日本佛教界人士教少任此职, 明治十九年, 1886, 以后, 教会师多由真宗之初家人所担任。 P4608 教基石国钞, 权益卷。 日本日联, 1222, 1282, 数。 全称教基石国教法流步前后钞, 略称武艺钞, 武断钞。 为弘扬佛法须便明能受之教法, 所备之根基, 能弘之时代, 所弘之国土及弘通教法之先后次帝, 方能自他得以。 P4609 教禅二宗, 即教宗与禅宗之合称。 教宗, 即根据佛陀所说之法而建立之宗派, 如天台、 华言等, 禅宗, 直接传承佛陀之心法, 以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为特色之宗派。 唐代宗密, 严寿等诗, 皆提倡教禅二宗融合一致, 必不乖格, 而教者, 禅者之所以互相论是非, 皆为偏见所致。 自宗代以后, 禅宗龙圣, 教禅隔离, 寺院遂有教院, 禅院之分。 原时, 禅教律三者更各守其宗, 乃至有明洪五年间, 1368, 1398, 分天下佛四位禅讲教三等之举。 佛祖统计卷五十三, 禅院诸全集都序卷上之一, 宗密, 参阅, 教院, 4606, P4609。 教正, 亦指圣教在经论中所显示之证据, 又作文证, 而对理论上之证名则称为理证。 二位教行, 证行, 或教道, 证道之并称, 参阅, 教正二道, 4609。 P4609。 教正二道, 教道与正道或教行与正行之并称。 以言语宣说者, 称为教, 基于教说而实践者, 称为教道或教行, 而弃合物尽真理之实践, 则称正道或正行。 何称为教正? 诗的经论卷意义, 阿涵, 阿涵, 为教, 并以之语, 正, 并举而广论之, 天台宗及一准其说, 将一切行法分曰行, 曰说二门。 曰行, 即曰行者实修之观行, 曰说, 即只为对机幼隐而施舍化道能全之教, 又就此二门而分为四, 一, 曰行门之教道, 的前时修为器理体, 人寻言教。 二, 曰行门之正道, 菩萨入实地位, 理体现前, 离教清正真实之法。 三, 曰说门之教道, 对地前菩萨为随应激情, 入的之方便而说隔立法门。 如说真如位或所附, 或说须离空, 有二边以修真如观。 四, 曰说门之正道, 对地前菩萨说实的以正之法。 即即为地前, 然法位相称地上以正融通无碍之理的正道之法。 总上述曰行, 曰说之分, 皆以教道为方便全甲, 正道未真实。 此说乃止官服行传红诀卷三之三, 法华玄义是千卷六, 借用法华玄义卷二下有官教正二道之说, 以正全实, 并解释摩赫止官卷三下所显别教之义, 亦即论正法华经以外之教位方便教, 称为教道, 为法华经之教未真实, 故称正道。 同时, 化法四教各有其教正二道, 其中, 藏教, 通教之教正未全甲之设, 称为教正俱全, 相对于此, 原教之教正皆未真实, 称为教正俱实, 至于别教则未交全正实, 为别教之教说, 系针对不能直接理解原教者所立之方便说, 然其正物之真理则与原教同。 若一教道言, 别教, 原教之菩萨, 各具五十二皆位, 若一正道言, 别教之初的菩萨同于原教之初驻菩萨, 此称为正道同源。 大臣一章卷九, 华严经搜玄记卷三上等, 一时的经论就教正之体相而分出九种相对而详视, 如行教相对, 修成相对, 就位分别, 真望分别, 相识相对, 体德相对, 体用相对, 自分圣境相对, 约全就识相对等。 大批菩萨论卷一八三, 十的论一纪卷二, 天台四交一级注卷下, 批四千六百零九。 教静, 比喻经教如静, 即以教未静, 修行观照, 犹如照静。 未依经教修行观照, 即能开发智慧, 明白自心, 犹如无人照静, 能看清自身面貌, 借以整顿仪容。 又有, 教药, 一词, 易用来形容经教, 即比喻教味药, 以其能治疗众生百病, 犹如医药, 故称教药。 观经书续分译, 四分绿含注解本书卷一上, 批四千六百一十。 教体, 又做经体, 即教法之体, 于佛所说之教法, 或据舍七十五法, 或为十百法中, 论定以何物为体者, 称为教体。 其说甚多, 大乘法愿意灵章卷一本具义部宗伦论等来判别各家之说, 为小乘诸部总有六说, 一,大众部, 说出世部, 基硬不认为佛的一切法皆为无漏, 而以无漏时有之身, 名, 具等为其教体。 二, 多文不认为佛所说诸教法通于有漏, 无漏, 故以有漏或无漏之身为其体。 三, 说甲不认为六处为甲, 五运为实, 故以通于有漏与无漏的甲, 实之身, 名, 具等为其教体。 四, 说一切有不为以有漏之身为教体。 五, 尽量不认为身无权表之作用, 概因名, 具等为甲力之故, 而以有漏的身之上甲取区区能权者为其教体。 六, 一说不认为一切法体非实有, 以无漏而甲力之身, 名, 具等为其教体。 要知, 佛之教法乃宣说令他人文而生起正解者, 故诸宗辩其教体, 亦不外申, 名, 具, 文等, 为以宗趣之义而有甲实之别。 然具大臣法愿意灵章卷义本载, 龙蒙, 清辩等诸师则主张圣义地中不可论教体, 而于世俗地中, 如具, 言, 章, 论等皆以身为以。 大臣一章卷义则为语音身, 字, 具等法相应者为教体。 右法华玄义卷八上载有三种说法, 一, 佛陀注释时, 以身为经体。 二, 佛陀入灭后, 以止末传持, 故以色为经体。 三, 不依他教或止末, 为自身内在思维, 心法相合, 故以法为经体。 上纪之说, 仅限用于娑婆世界, 盖因娑婆世界之众生仅有而, 身, 眼, 色, 义, 法, 三十位立, 其余诸实则顿, 故以身, 色, 法三成位体, 然于其他国土则兼用六成位经体。 此外, 余家师的论卷八十亿则举出, 文, 语, 义, 两种经体, 为文为经之, 所依, 义为经之, 能依。 余为实家, 亦分为两大主流的看法, 一, 称为, 佛说法家, 认为以主张, 佛说法, 及护法, 最圣子, 清光等论诗文者之本愿为原, 而于如来之心时尚乃有文意相应而生, 此等身, 名, 具, 文等乃为真善无漏之教体。 二, 主张, 佛不说法, 及龙君, 无性等论诗, 称为, 佛不说法家, 认为佛实无言语, 无说法, 而一切教法皆为文者自己之心时所变现, 故此等教法若现于有漏之心, 即以似无漏之声, 名, 具, 文为其体, 若现于无漏之心, 即以真无漏之文意为其体。 另据华言经探玄迹卷一论教体, 为大臣宗有四别, 一, 射甲从实, 为以身位体, 而以名等一身甲力。 二, 分甲一实, 为以名等位体。 三, 甲实和变, 以一身一名等位体。 四, 甲实双名, 非生非名, 言及无言, 两者皆不可取。 由此四别而更开十门以广论之。 大批婆沙论卷一二六, 巨舍论卷一华言经书卷三, 成为十论数计卷一上, 批四千六百一十。 教官二门, 教乡门与关心门之并称, 全称教门关门, 简称教官, 为天台宗旧教义理论与修行实践方法而分叛之耳门。 佛教圣典之各种说法, 字形式, 内容等观点加以分类, 整理, 批判, 而穷都其真髓, 属于一己思想体系之理论, 称为教乡门, 为体验其真髓之修行方法, 或讲说要地之实践, 则称为关心门。 如论教义之相状差别而分五十八教等, 即为交相门, 心观一面三千, 一进三地之理的实践法, 即为关心门。 此二门犹如车之二轮, 鸟之双翼, 相扶相成, 不可偏废。 天台宗未维护教义之刚阁, 倘若偏袒其中任何一方, 即必须随时加以警戒, 如天台三大部著述中, 法华玄义, 法华文句二部主说教乡门, 棒即观心门, 摩喝止观则主说观心门, 棒即教乡门。 此外, 法乡宗称教乡与关道, 密教称教乡与世乡, 日本净土真宗称教乡与安心, 凡此皆为表示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之词。 四教一卷一教官刚宗室一卷上, 法华玄一卷八下, 批四千六百一十一。 教官本尊, 日本佛教用语, 即教门本尊与官门本尊之并称, 日本日联宗以木造形象为教门本尊, 而以文字表示十戒原句之曼图罗为官门本尊。 此种教官本尊之区别, 曾引起争论, 盖曼图罗为官心之方便法, 而木相等为交相之方便法, 二者故可勉强区分, 然不尊实则为乃体之二面。 若由要解门官之, 木相与曼图罗共卫交门本尊, 由妙行门官之, 则二者具为官门本尊, 故不可加以区别。 批四千六百一十一, 教官纲宗, 权益卷, 明代秩序, 一千五百九十九, 一千六百五十五, 数, 收于大镇藏第四十六册, 盖说天台教义书要知化仪化法, 四交集时圣观, 原名一代十教权十纲要图, 应长福南粤, 乃改为书册, 卷头有云, 大四六, 九三六下, 官非教不正, 教非官不传, 故知本书系以教官兼备之天台教学历场阐事教官二门之纲要, 秩序鉴于天台四交仪, 知修行指官部门过于典略, 故作本书补充之, 若将本书与天台四交仪并读, 即可把握天台教义之真碎, P4612, 闽诸灵寺, 闽诸灵, 西藏明Mindalen, 位于拉萨市南方, 共嘎语则当剑之渣囊, 为西藏佛教宁马派之派闽诸灵派, 在藏Mindalen, 帕之祖寺, 系爹达零八于清康熙十年, 1671, 所兴建, 寺内着重于藏族文化历史, 历法, 补算, 医药等之教学, 为藏传佛教宁马派主要寺院之一, P4612, 闽诸, 江苏江都人, 为法相为实学之权威, 正连法师之弟子, 亦曾医指太虚大师, 先后毕业于万寿寺佛学院及青岛战山佛学院, 曾任江苏常州天宁寺住持, 大陆沦陷后, 补居香港, 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 创设庙法寺内明书院, 曾任香港僧家联合会副会长, 能人书院佛学系系主任, 庙法寺内明书院院长等职, 民国62年, 1973, 赴美国弘法, 曾任纽约大爵寺主持及美国佛教会会长等职, P4612, P4612, 胡石, 胡, 本位良器明, 古味石斗, 金融五斗, 以四角形大木盘盛大量饭食以供养三界万灵, 称为胡石, 于兰盆会即行胡石供养, 就拔咽口恶鬼陀罗尼金, 事事要揽卷上, 事修百丈清规卷七, P4612, 胡范王, 胡范, 范名DRODANA, 因意图卢坦那, 又坐古静望, 约纪元前六世纪人, 乃狮子夹王, 范S.I.HAHNU之子, 静范王, 范S.DODANA之地, 世尊之叔父。 关于其子, 依各经论所在, 有数种说法, 或为阿尼楼陀, 巴提黎加二子, 或为摩赫男, 阿尼楼陀二子, 或为加巴黎女共三子, 或为提婆达多, 阿男二人等。 其他世纪则不详。 启示经卷十, 十二由经, 众许摩赫地经卷二,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 五分律卷十五, 有不疲奈耶破森士卷二, 大制度论卷三, 张所知论卷上, 释迦普卷一批4612。 族姓子, 范宇Kulaputra, 因一举罗补达罗, 又作族姓男, 即所谓, 善男子, 为对姓佛, 文法, 行善业者之美称。 印度有四姓阶级, 生于四姓中之婆罗门大族之子弟, 乃于诸姓中为最盛, 故称族姓子。 此外, 族姓子一般旨在家姓男, 然亦有用于对比丘之称呼。 对于妇女, 则称族姓女, 即只善女人。 增益阿含经卷十九, 文书之利普超三昧经卷中, 正法华经卷一大日经书卷五, 参阅, 善男善女, 四千八百七十九, 批四千六百一十二。 悟恩, 九百一十二, 九百八十六, 宋代森, 江苏常熟人, 俗姓璐, 自修己。 年十三文宋弥陀经, 岁出家, 初学南山律, 为九, 岁从前堂词光愿至英转席天台教官。 通法华, 经光明, 止观等玄止, 便才无碍, 人莫能敌, 时称, 义虎。 十, 天台经集玉会昌之废佛, 多以淹没, 师乃反复思索十妙之时中, 言和五众之止去, 讲玄义, 文句, 止观二十余辩, 法华大止得以赴传。 师常日一时, 不离一, 不续财祸, 卧必幼邪, 坐必家夫, 不言俗事, 不喜交由, 虽滚功豪足亦不屈久。 皆引学徒圣言, 常探无戒者多, 先会以敬业, 后不问贤于西事亦成原意。 宋雍西三年八月初, 自知灵中将尽, 觉时敬言, 一心念佛, 至二十五日为弟子说止观止归, 观兴大义后, 极端做事迹, 事寿七十五。 其门下以灵光鸿鸣, 奉先原清最著名。 宋乙后天台宗分山家, 山外两派, 以物恩为山外之鼻祖。 这有三大部, 金光鸣玄艺文具, 金批论等。 宋高僧传卷七, 佛祖统计卷十, 批四千六百一十三。 陈系参寇, 及朝系寇师们, 以其请教会。 闭言录第九十六则, 大四八, 二一九上, 敬文达摩大师祝少林, 乃网笔臣系参寇, 达摩端座面壁, 莫文汇立, 批四千六百一十三。 陈朝, 范语P-R-V-H-A, 巴黎语P-B-H-A, 即止陈时, 即经之八十请, 或卫尤卯十至四十, 即经六十至十时请。 卫六十之一。 又作清淡, 成淡, 平淡。 寺院中, 于此时请修佛式, 称为臣朝, 或作臣课, 朝课, 早课。 善导之往生理赞计, 卫臣朝卫六十之第五十。 阿弥陀经, 班若里去经, 摩赫森指律卷六森残法, 参阅, 六十, 一千两百八十三, 批四千六百一十三。 惠山, 一千六百一十, 一千六百七十二, 明末森。 江苏太苍人, 俗姓王。 自怨云, 一座怨云。 又即受佛法之熏陶。 明王后, 依三昧剔度, 不久即受剧足戒, 法号戒险, 别号会山, 又好把翁。 十年三十五。 其后, 参业聚得于杭州亭山险宁寺, 继而赴江苏高游的藏院及西湖陵影寺参学。 并驻持海藏眼, 云山珍如寺, 灵影寺等, 未具德之法寺, 南月下第三十六寺。 诗以戒律经言, 学问渊博, 为是所称许。 平日除经言三藏外, 由善书莫散文。 与同窗无眉村护赠诗书, 时相往来。 康熙十一年世纪于亭山佛日寺, 世寿六十三, 戒腊二十八。 这有禅门锻炼说, 佛法本草, 旧风集, 献果随禄, 沙弥律以皮尼日用和餐等书。 其中佛法本草, 旧风集经已不传。 而禅门锻炼说则仿孙子兵法体财, 凡十三篇, 为禅术锻炼禅重方法之书。 P4613。 慧堂慕西乡, 禅宗公暗明。 右座慧堂慕西乡。 系宋代太史黄庭兼参业慧堂祖心禅师而悟道之因缘。 慧堂以慕西之花香为缘, 是黄庭兼参与佛法无有隐藏, 使其乐悟佛陀之大慈大悲及诸法诗相。 五灯会远卷十七万续一三八三三六下往一会堂, 其止境结处, 堂曰, 指如众尼道, 二三子以我为引呼, 无无引呼尔者, 太史居常如何理论, 恭你对, 堂曰, 不是, 不是, 恭迷闷不已。 一日, 是唐山行刺, 石言贵盛放, 唐曰, 文穆西华香魔, 恭曰, 文, 唐曰, 无无引呼尔, 恭世然, 即拜之, 批四千六百一十四。 慧堂和尚语录, 请参阅宝爵祖心禅师语录。 慧玉念诵, 日本佛教用语, 略称会念诵, 即于每月最后三日, 在宫中真言愿, 为天皇玉体安稳, 宝座绵延而修之念诵法。 此法源于印度。 唐天宝五年, 七百四十六, 不空三藏为玄宗皇帝于常申殿内道场, 修于家之秘法。 日本仿之, 成和元年, 八百三十四, 空海于宫中真言愿修, 后期日御修法, 为其使力。 参阅, 御修法, 四千五百六十, 批四千六百一十四。 晚餐, 朝餐, 之对称。 至晚间之助持开示法要, 参禅或念诵。 赤修百丈清规晚餐条, 大四八, 一一一九中, 凡即众开示皆为之餐。 古人匡徒, 使之朝夕之寇, 无时而不羁阳此道, 故每晚必餐, 则再不时。 晚餐之所, 或为请堂, 或为方丈, 或为法堂。 若不举行晚餐, 则敲僧堂之中, 称为放餐中。 禅师传记, 与陆毅记载有关晚餐之故事, 如宋代坟阳善召禅师因北方寒冷, 一度废止晚餐, 曾有一僧劝见之。 幼如宋代坟会禅师, 抓古请其师辞名禅师举行晚餐。 禅院清规卷二迎接条, 祖庭市院卷七, 禅陵僧宝传卷三, 禅陵巷契肩锤说门, 清桌和尚语录, 僧堂清规行法钞, 面山瑞芳, 参月,朝参目请, 5047, 批4614。 晚舟, 即晚间用舟, 或未不时, 午后二至四时, 之周时, 律法中虽有过五不时之界, 然佛教传入我国后, 因应国情与时代之需, 僧人托起时之生活方式, 僧位自根自足之丛林志所取代, 由是, 过五不时, 亦无法长期支持色身之大量活动, 为常养会命, 资养色身, 遂有晚间, 或午后, 敬州敬汤之方便做法。 赤修百丈清规作餐条, 参阳, 参阅, 耀石, 6691, 批4614。 曹山, 宜位于江西以黄县北约20公里处, 旧称吉水, 和玉山, 梅山, 唐末, 本纪禅诗, 840, 901, 驻西此山。 本纪受法于洞山梁架, 为臣曹洞宗, 以仰慕六祖慧能之德, 遂以六祖所居之曹西而改山名为曹山。 二级本纪禅诗, 曾居曹山, 故以曹山, 为好。 参阅, 本纪, 1968, 批4614。 曹山大师语录, 请参阅辅州曹山原正禅诗语录。 曹山三燃灯, 为唐末曹洞宗之曹山本纪禅诗所说之三种修行境界。 右座三燃灯。 兰灯, 指兰灯佛, 为过去佛之一, 是尊于过去世之, 因为, 尚未菩萨生时, 曾从兰灯佛受的最初成佛之计, 经典中多处记载此一本身故时, 故, 兰灯佛, 亦称, 亦常含有, 受计成佛, 之意为, 在此一比喻人人本具之佛性。 一, 未见燃灯佛前, 分为二种, 一, 对自己本具之佛性上无回向返照之作用, 故不知所谓之, 本分是, 即本来面目。 二, 虽能回向返照, 了知自己本分是, 然并未进一步去修行。 二, 见燃灯佛后, 虽已知自己本具之佛性, 然却神免于言与生色等六成之障碍, 乃至是非有无等之分别见解, 如此亦不得受计。 三, 正燃灯, 即正体悟本具佛性时, 必忘却身、心、时、情等妄念之作用, 而于过去、 现在、 未来等一切时皆无有间断, 如此方得以受计, 安住于本来面目之境界。 辅州曹山原正禅师语录, 人天眼目卷寺, P4615。 曹山三种舵, 唐代曹山本纪禅师, 八百四十, 九百零一, 开示学人之三种方法。 舵, 即自由无碍之意。 一, 披毛带脚之沙门舵, 右座泪舵, 即投身迷戒以救度众生, 不拘圣教位, 亦不受沙门之行事束缚, 超越此, 而随顺境欲。 二, 不断声色之随泪舵, 略称随舵, 不知六成, 不求不必知觉生活以外的任何绝对性之事物, 透彻知觉知觉对性, 并超越知觉, 而得自由无碍境界。 三, 不受识之尊贵舵, 十, 乃本分之事, 本分, 乃本来之面目, 成佛之当体, 知有此本分之事而不取不求, 妄计如此尊贵事, 本分事, 而得自由无碍之境界, 称为尊贵舵。 此三种舵为学人无私行之三种方法, 以知名是曹山之宗风。 曹山鹿卷上, P4615。 曹山元正禅师语录, 请参阅辅舟曹山元正禅师语录。 曹山五位军臣图诵并续权等。 唐代曹山本纪传。 军臣五位, 系曹山基于其施洞山之偏正五位诵, 配于军臣而成。 即, 一, 君, 二, 臣, 三, 丞相君, 四, 君士臣, 五, 军臣道合之五位, 并以图示之, 并以五言四句之诵叙述一一位之宗趣。 仁天眼目卷三, 五灯会员卷十三, P4615。 曹山本纪禅师语录, 参阅曹山录。 曹山四境, 禅宗公安明。 出自唐代曹山本纪禅师四境, 禅宗之公安, 细显示学人修道之理想方法。 四境即, 莫行, 不挂, 何须, 切记四个否定禁止语句。 五灯会员卷十三之境记约, 万序一三八, 二三七下, 莫行星触录, 不挂本来一, 何须正嫩魔, 切记未生时。 一, 莫行星触录, 星触录为意识的, 追求意识之行程, 是为常识, 放弃之即为修道者之修道处。 二, 不挂本来一, 指本来一物不需特意收藏。 比喻修道者停止本来面目之追求, 即为本来面目。 三, 何须正嫩魔, 指特殊之物并非真实。 四, 切记未生时, 若有未生, 必有现生, 即生, 若唯有现在方式绝对, 则不应有如此区别, 故为, 切记。 洞上骨折卷上, P4615。 曹山孝满, 禅宗公暗明。 唐代曹山本纪禅师已居桑其满比喻悟道时, 新生脱落之自在境界。 从荣录第七十三则, 大四八, 二七三上, 僧问曹山, 灵一不挂时如何, 山云, 曹山今日孝满, 僧云, 孝闷后如何, 山云, 曹山爱颠酒, 上瘾之灵一及桑福, 已丧其届满, 除雀桑福, 比喻悟道之尘满, 以及止迷雾巨脱时之真正自在境界。 景德传登陆卷十七, 禅宗宋古莲珠通级卷二十九, 武登会员卷十二, 禅宗正脉卷十三, 批四千六百一十六。 曹山法身, 禅宗宗公暗明, 又坐曹山如锦去驴。 唐代曹山本纪禅师说是法身妙用之辟语。 从荣录第五十二则, 大四八, 二五九下, 曹山问德上座, 佛真法身, 犹若虚空, 应物现行, 如水中月。 坐摩身说各应底道理。 德云, 如驴去井, 山云, 道极大塞道, 直到的八成, 德云, 和尚又如何, 山云, 如井去驴。 佛真法身等具出于金光明金卷二十四天王品, 法身如虚空, 便满一切处, 应现自在, 如月影应现于水中。 经曹山举此经文, 问德上座应现自在之道理, 而指摘其见处未达时辰, 即欲说其非情实理智所及, 无我无心底方能见得真法身之妙用。 红志正觉宋云, 大四八, 二六零上, 驴去井, 井观驴, 志荣无外, 静寒有驴, 走后谁分印。 家中不叙书, 积司不挂缩头饰, 文采纵横一字书。 武登会员卷十三, 禅宗正脉卷十三, 批四千六百一十六。 曹山眉目不识, 禅宗公暗明。 即隐喻眉, 目之关系疑问答方式说明佛法, 提示禅者应有之态度。 曹山眉正禅诗语录, 大四七五二八上, 森问, 眉与目还相识也无, 诗曰, 不相识, 森云, 为什么不相识, 诗曰, 未同在一处, 森云, 嫩魔则不分也, 诗曰, 眉且不是目, 目且不是眉, 森云, 如何是目, 诗曰, 端地去, 森云, 如何是眉, 诗曰, 曹山雀疑, 森云, 和尚为什么雀疑, 诗曰, 若不移及端地去也, 此公暗之只去, 首先确立, 本来我, 与, 平常我, 之关系, 分别以目, 眉为辟语, 目, 眉同在一处, 然为不同之物, 引申之, 即本来我, 非以推理而知, 本来如此, 平常我, 为自我知义事, 无义事实, 则不知我在何处, 故非实体, 此即, 疑, 之义, P4616, 曹山路, 亦全称辅舟, 曹山本纪禅诗语录, 又称曹山本纪禅诗语录, 一, 全义卷, 唐代森曹山本纪传, 明代郭宁之, 雪桥原信贡编, 收录略传, 示众, 问答等, 明末编辑为五家语录之一部分, 二, 凡二卷, 日森移墨玄器较定, 重编,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七册, 上卷为五家语录所收之部分, 下卷为一末从诸书收集曹山之一路, 二, 全义卷, 日森指月会应教定,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七册, 外提曹山大师语录, 内提辅舟曹山原阵禅诗语录, 细指月参照一末玄器编辑, 曹山本纪禅诗语录, 加以删略而成, 参阅, 辅舟曹山原阵禅诗语录, 六千零八十九, 三拳一卷, 日森京风从制编, 全称辅舟曹山原阵大师语录, 收集上唐, 示众, 问答等五十九篇, 批四千六百一十七, 曹世邦, 一千九百三十二, 出生于香港, 原籍广东藩语, 先后毕业于香港新亚书院历史系, 新亚研究所, 及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 专攻佛教史学, 东南亚与中国之关系史, 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讲师, 讲授中国史, 佛教史, 史学方法等课程, 民国六十八年, 一千九百七十九, 赴澳洲坎培拉国立大学南亚籍佛教研究系深造, 从学于迪雍教授, Prof, JWD中, 并修读博士学位, 著述盛情, 有论中国佛教一场之一经方式与程序, 中国佛教史传语目录原初律学沙门之探讨, 一经时事杂考, 论佛祖统计对寄传体材的运用等篇, P4617, 曹斯文, 南朝梁武帝时东宫舍人, 身足年不祥, 因中书犯整部性鬼神, 因果, 作神灭论, 畏形体, 精神一体, 形体灭, 精神一灭, 斯文乃作南犯中书神灭论, 众南犯中书神灭论等, 主张形体, 精神各立而有分有合, 相合则共为一体, 分则形体亡而精神离形体而独立, 斯文义曾为, 大梁皇帝赤达臣下神灭论, 知凤达者, 红明集卷九, 卷十, 广红明集卷十八, P4617, 曹洞宗略称洞家, 我国禅宗五家七宗之一, 日本十三宗之一, 以洞山梁架, 807, 869, 为宗祖, 宗明曹洞之由来有二说, 一说洞指洞山, 曹指曹山, 乃何其师徒所入之山未明, 本应称洞曹宗, 未习惯故称曹洞, 另一说取曹西惠能之曹 与其法孙山梁架之用, 何称为曹洞宗, 取六祖曹西惠能, 系以此表明本宗乃六祖正逢之敌传, 惠能门下以清元行司, 南越怀让二者最杰出, 本不分敌术, 后依宗之法分为二, 杨架出旧武谢山林末出家, 不久及上松山寿巨族, 从云岩潭圣寿新印, 及传承惠能, 清元行司, 石头西迁, 药山为眼, 云岩潭圣之一脉, 唐宣宗大中年间, 847, 859, 于新丰山街化学徒, 后至云州洞山大张画风, 又做宝镜三妹歌以提唱自绵密之家风, 立五位纲格, 突出偏正回护之幽玄, 明世修行功夫及本来面目自在之妙用, 门下有云居道英, 曹山本纪, 本纪的新印, 有出蓝之玉, 能彰显五位纸绝, 于福州草山重寿愿及和玉山大这禅风, 其后草山法系断绝, 曹洞宗为赖云居道英一脉, 即四不绝, 道英六传至福荣道凯, 于福荣湖畔结眼街化, 门下有丹霞子纯, 子纯之下有这些清了, 天同正觉, 清长座净土说一篇劝静净土, 正觉驻天同山街化图众三十年, 对灵济宗大会宗稿之看化禅大唱莫照禅, 又长座宋谷百则, 是称宏志宋谷, 万松行秀平唱词宋谷百则, 流传于世,即使曹洞宗所珍重之从荣禄。 清了之下, 今天同宗觉, 学斗志见传天同如尽, 大正曹洞宗风。 本宗圣衰,衰不若为养, 法眼,圣不及云门, 灵迹,是若处中道。 宋以后, 本宗分少是雪亭之福玉, 云门之远城, 寿昌之惠经等三派洪传于北方。 又芙蓉道凯十九传至吴明惠经, 于明万历年间重振法席, 门下有博山元来, 绝浪道圣, 古山元贤等。 元贤传为林道配, 承传, 过唐大文, 大文传新筹新月, 新月曾于康熙十六年, 一千六百七十七, 游画日本。 日本西玄道圆常来我国天同山就如尽授法, 向日本传入曹宗, 是吉埃国洞宗, 宗之初凡, 以永平寺为曹洞宗本山, 门下学徒长于千人, 以孤云怀壮, 永兴全会, 了然法明等罪者。 龟山天皇, 一千两百五十九, 一千两百七十四, 长此一于本宗之义影, 其法系繁星, 是称寒言旁, 另有梅言义东开普济寺, 门下初十三节, 是吉普济十三派。 永仁四年, 一千两百九十六, 以后, 本宗营山少景游画各地三十年, 晚年止住能登朱岳寺, 改律愿为禅沙, 明朱岳山总持寺。 日本曹洞宗至少景游突破性发展, 改革, 只管打坐, 知禅风, 吸收民间流行之祈祷仪式, 积极在民间传教。 而本宗盖游少景门下显阳。 明治三十一年, 一千八百九十八, 总持四焚毁, 大本山乃千五藏之鹤剑, 能登就地则担至别愿。 本宗宗风在已坐禅半道秦开向上一路, 以探究学者新地位阶级之法, 即所谓, 曹洞用敲唱, 诗家应学人之敲而唱之, 其间不容毫法。 教义上晨曦千之, 即是而真, 意味各别事物, 是, 显现世界本体, 真, 即理, 乃止佛性, 理事, 互回, 相应互设, 进而扩充为君臣五位, 从理事, 体用关系上说明是理不二, 体用无碍的道理。 在日本, 高祖道元禅师之正法眼葬, 太祖少景禅师之传光录, 坐禅用心记皆在禅阳本家宗风。 所传禅风讲求默念不动, 烧尸泼辣禅机, 故当灵纪宗成为全门幼族之归向时, 本宗在世述努力下, 失教于边陲之地。 五灯会圆卷十三, 宗门时归论, 人天眼目卷三, 五家宗旨转要卷中, 批四千六百一十七。 曹植, 三国时代未知文人, 未未五帝第三子, 文帝之地。 自子见, 嗜好, 思, 故称臣思王。 十岁能属文, 以其文才横溢, 未五帝所钟爱, 然文帝立, 既其才, 欲加害, 曾令七部作诗。 初封东阿王, 后改封臣王。 宇文帝之子, 即明帝, 亦不合, 诗亦欲愤而轰。 曾由于山, 文空中泛天之想, 乃配和汉驱至臣范辈, 又山至太子瑞印本起经, 作四十二气之声明, 及有观济诵等讽诵, 讽诵引勇之学, 流传于刘宋, 南齐之时, 被尊为中国佛教声明之祖。 并着有批判道教之书, 辩道论, 接收于广宏明集。 参阅, 范辈, 4635, 批4619。 曹元和尚祝饶周庙果禅寺语录, 请参阅曹元道生禅诗语录。 曹元道生禅诗语录, 全义卷。 全称曹元和尚祝饶周庙果禅寺语录。 宋代森曹元道生传, 法寺吃绝道边。 收于万绪藏第12一册。 吉祿庙果寺上唐宇, 信州, 江西上饶县西北, 归丰寺上唐宇及小餐, 赞颂十首等。 批4619。 曹西, 一位于韶州, 京广东取江县东南, 之河。 发源于苟尔林, 西流与秦水河, 以京曹侯总顾, 又称曹侯西。 梁天兼元年, 502, 天竺婆罗门三藏制要到曹西口, 引其水而知此原位圣地, 乃劝村人见寺, 复应其第四西国之宝陵山, 故称宝灵寺。 至要预言, 170年后有肉身菩萨与此开眼无上法门, 得道者如灵。 至唐一奉二年, 677, 春, 六祖会能从宏忍得法后, 从应宗替法, 受聚足戒而归宝灵寺, 大宏法化, 人称曹西法门。 唐末叶, 本季以慕六祖故, 改其所著和玉山为曹山。 曹洞宗之名, 或为曹山, 洞山之并称, 宋代以后, 亦有为曹, 指曹西, 以为传承六祖会能正法之矣。 明万历时, 禅道转衰, 紫伯, 憨山等以为乃曹西和于所致, 紫伯因前网书通知, 继父正禅门。 二至六祖会能。 会能以曹西宝灵寺为中心, 开展教化活动, 世人尊称为曹西古佛, 曹西高祖。 P4619。 曹西一滴, 凡九卷。 明代森一彻周礼边。 崇祖九年, 1636, 堪行。 卷一之首有无学居士陶拱之序, 歌允礼之影, 内芬, 禅宗, 印画, 二相, 收录禅师, 其宿四十余人之机缘语药。 卷二至卷五为古亭善间所转之山云水时集, 卷六为大威静伦所转之竹市集, 卷七为朗木本志所转之福山法句, 卷八为响古彻雍所转之古响集, 卷九名为云山梦与摘要, 内芬圆起章, 为十章等四章, 卷末附录周礼所转之记也。 全书内容顺序与目录次序有益。 P4619 曹西大师别传, 全义卷 传者不详, 日本灵纪宗森汉兴祖方, 1722-1806, 较定。 日本保历十二年, 1762, 堪行。 收于万绪藏第146册。 内容包括六祖慧能之传记, 传法宗旨, 高宗等地之赤书, 曹西山宝零四之由来, 六祖之六种林瑞译文等。 推测本传承于唐德宗建中年间, 780-783, 日森最成获得宗真元十九年, 803, 知写本, 藏于比瑞山, 一度流落市井。 后又归比瑞山, 曾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胡适于所传, 谈经考之一, 举出本传之八项额物。 P4619。 曹西山, 位于韩国全罗南道顺天郡之西。 山路之双颜面竹鹤里有朝鲜三十亿本山之一的新罗森阿渡开创之先岩寺, 及松光面新品里有普照国师之乐重创之修禅道场松广寺。 P4620。 P4620。 曹西镇宗园流宋, 权益卷。 清代灵纪宗森十元基云传, 行宿效定。 清代堪行。 细详细记录自六组会能至十元基云历带禅师之法四传承, 并以各师之基云略传为中心, 及录彼等之语要。 P4620。 曹西寺, 位于韩国汉城中路区。 为大韩佛教曹西宗之总本山, 开创于1395年。 韩国佛寺大多位曹西宗之所属, 曹西之名, 乃届自六组大建禅师会能驻曹西山保陵寺而来。 该寺因为于汉城世界, 的地利之变, 曹西宗又占韩国佛教之大部分, 岁月身为现代著名之四沙, 韩国佛教界之各种活动仪式, 社会知名人士之永绝仪式, 告别式, 等皆于此举行。 P4620。 曹西宗, 韩国之禅宗。 系由高丽普赵国师至那, 一千一百五十八, 一千两百一十, 将朝贤之九山禅门及大臣之禅宗宗派, 以禅教兼修为宗风。 此宗本称禅宗, 或禅济宗, 高丽朝中旗, 史称曹西宗。 曹西宗一名出于李朝宗宗五年, 一千六百七十九, 赵宗者所传之全罗南道申平曹西山松广寺寺寺院世纪碑中, 借用山名, 涉曹西, 史心两宗, 一句, 表示既成南宗禅六祖会能知法脉, 乃以其所居之曹西山位宗名, 故称曹西宗。 高丽光宗时代, 九百五十、九百七十五, 设置森科后, 韩国宗派时有重大之变化, 并非由教义上立宗派, 而是以国家认可之事实为基础。 新罗朝时, 首度传入朝鲜之禅, 为达摩禅之四祖道姓, 其后, 主要为六祖会能知南宗禅系统。 以门叶之荣, 遂有九山禅门, 即道义之家至山派, 弘志之石像山派, 慧哲之同理山派, 吾染之圣柱山派, 道允之狮子山派, 范日之舌绝山派, 玄御之凤陵山派, 至深之义阳山派, 利言之须弥山派等九山, 出并无异禅宗宗团产生。 高丽王朝, 918, 1392, 成立后, 出现朝鲜佛教之全圣旗, 至文宗之王子大觉国师一天, 1055, 1101, 敌世禅宗, 故于一天露中未曾采露一侧禅, 且将禅宗归于天台宗。 因此, 九山禅门之僧吕起而反抗此一意压政策, 遂有宗派之自觉, 乃将禅门九山团结为一宗团, 而改称宗明, 形成曹西宗。 当时至那著书提倡顿悟建修, 禅教一致, 特别吸取华言, 净土之教义, 影响极大, 被尊位宗祖。 礼朝, 1392, 1910, 时, 与天台, 总南宗合并, 称为禅宗。 1910年日本并吞朝险后, 受日本佛教影响, 礼仪, 戒律皆有所改变。 1926年日本殖民当局甚至修改各本山寺法, 使僧吕戴契制度合法化。 1941年赴以太古寺魏总本山, 再次称为曹西宗。 P4620 曹西宝陵船, 凡石卷, 七、九、石卷欠缺。 唐代志剧传, 或为本书为汇聚, 圣池共同编撰。 全称阿唐韶周双丰山曹西宝陵船。 传数年代为801年寝。 收录离禅宗诸组组织传说与复法因缘, 主张禅宗二十八祖说。 由收录于颂藏仪真中之内容观之, 卷一欠缺最初三指, 其他收录度众生复法张液盘品, 第一组大家叶章节级品, 婆齐得正章真数品等三品。 卷二收录第二组阿南章中流纪灭品, 第三组商纳和西章将龙品。 第四组优婆多画三师品, 第五组提多家张仙寿画品, 第六组弥遮张除处器品, 第七组婆须蜜张梵王问品, 第八组佛陀南提张白光通贯品等。 卷三收录第九组陀密多品, 第十组邪尊张玉品。 改经地品, 十亿组父纳叶奢张茶玛名品, 第十二组马鸣菩萨章现日伦品, 第十三组皮罗尊者章他心之仪品, 第十四组龙树菩萨章变天战品等九品, 技术组之传记。 卷四收录从十八组加耶舍多传至 第二十二组摩拿罗章等五品。 卷五收录狮子弟子等八品。 卷六收录三藏变宗张世话一箱品, 第二十五组婆舍斯多张焚一感应品, 婆舍斯多祭楚剑乳张变瑞日月品, 第二十六组布如密多张变独龙的品等四品。 卷八收录达模型教油汉土张布六页品, 第二十九组可大师张断壁求法品, 第三十组森灿大师张却规画式画品, 技术从达摩至三组森灿之传记。 本书在复法藏因缘传之二十三组外令加婆须密, 成为二十四组, 最后在狮子比丘之后又加上婆舍斯多, 布如密多、班若多罗、菩提达摩等四组, 共二十八组为禅宗史传线存最古之文献。 P4621 朗达摩王八百三十六、八百四十一在位, 或为八百三十八、八百四十二在位, 西藏名Glodiar, 朗达摩,又做朗达玛王。 以激烈谈压佛教而闻名之西藏王。 本名达摩, 朗Dar, 朗,因其性残儒暴虐之母牛, 朗Glod, 故称朗达摩。 其凶赖巴善应极力保护佛教, 而遭邦教徒杀害。 朗达摩四位后, 与邦教徒联合展开激烈之悔佛运动, 下令禁止佛教, 封闭寺院, 勒令僧侣还俗结婚, 更强迫成为猎户及屠夫, 凡不从命者均遭屠杀, 赴大四焚毁佛教经典, 即将吃双提赞王百年来对西藏佛教之职根与草创, 即赖巴善王二十载之圣业毁于一旦。 相传遇此迫害之际, 经论多藏于拉萨言中。 唐武宗会昌元年, 八百四十一, 朗达摩为一喇马吉祥金刚, 藏扑, JYIRDORJE, 暗杀。 其后英王位继承问题, 西藏发生内乱, 经分裂而国力衰亡。 Chapter Bell the Religion of Tibet, 1931, J2Tribetan Pentate Scrolls, 1949, 参阅, 西藏佛教, 2593, P4622。 望月佛教大词典, 魏日文之佛教词典, 十六开本, 凡十册。 第一册至第七册位望月姓亨主编, 历时三十年, 完成于1936年。 八至十册位不宜, 先后由望月姓亨, 总本善龙主编, 完成于1963年。 其中第六册位佛教大年表, 第七册位所影, 其余皆为此典本文。 其中所收佛教教义, 人物, 名相, 历史等条目, 广影经典原文, 详佳解释。 所赴佛教大年表则自释迦务尼佛至今, 依年代芬兰记载印度、 中国、 日本等国之佛教史时, 年代芬地记、 佛记、 公元、 所记事项皆著名出处, 书目、 卷述、 查阅简便而详实。 此一词典在综合性之佛教词典典中篇幅最大, 引用之资料最多, 所列举之参考书目义最为详尽, 故颇为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所重用。 尤其对佛教之专业研究者, 必义最大。 P4622 望月姓亨, 1869、 1948, 日本佛教学者。 新系献人。 先后修学于净土宗大学, 比瑞山。 历任净土宗高等学院教授, 大正大学教授, 校长。 曾参与净土宗全书, 大日本佛教全书之编辑。 更自明至39年, 1906, 至昭和11年, 1936, 凡三十年, 编转佛教大词典一部与佛教大年表, 成为研究佛学不可或缺之工具书。 其余著作有净土教起源及发达, 支那净土教理史等书。 P4622 望月欢后, 1881, 1967, 日本佛教学者。 毕业于日联宗大学, 曾任立正大学教授。 这有关心本尊抄讲义, 法华经讲话等。 释寿87, P4623 望辽, 禅灵之称, 为后补复辽之职。 辅佐辽主之职, 称为复辽, 即作点简辽内之扫除及道具之有无等事。 复辽若缺, 望辽一职即可转上而后补之, 故称旺。 备用清规卷七列向直元条, 万序一一二五七上, 望辽之职, 先辈申有一焉。 森唐清规卷五, 参阅, 仲辽, 4753, P4623。 梁山无处世化, 禅宗公暗明。 即指送代梁山元官禅师与 其法寺大阳景玄及无处世之化所引发的一段问答。 武登会圆卷十四, 万序一三八, 二六一上, 隐州大阳山景玄禅师, 忠略, 初到梁山, 问, 如何是无相道场? 山指观音曰, 这个是无处世化, 师你敬语, 山吉所曰, 这个是有相抵, 那恶事无相抵, 师岁有神, 便礼拜。 山曰, 何不道取依据, 师曰, 道即不辞, 孔上只比。 此则公暗中, 大阳景玄所问之, 无相道场, 即指有佛法之处, 佛法之究极处。 梁山乃及无道士之化, 只是虽尽严权, 画迹, 尚不能表现出佛法之究极处。 P4623 梁初三藏集集, 请参阅初三藏集集。 梁武帝, 464, 549, 南朝兰陵, 江苏武靖, 仁, 姓肖明眼, 自书达。 原为南齐雍周赐使, 以齐主残忍无道杀其兄义, 消炎乃兵献健康, 别利何地, 岁于忠心二年, 502, 篡位, 国号梁。 在位期间, 整修文教, 国事应之大圣。 五帝笃信佛教, 有, 皇帝菩萨, 之称。 天间三年, 504, 宣布舍道归佛, 16年废天下道观, 令道士还俗。 18年从中山草堂寺会约授菩萨界, 当时名僧僧家婆罗, 法宠, 僧迁, 僧明, 法云, 慧超, 明彻等, 接受其礼禁。 首都建康有大四七百余所, 僧尼奖众常聚万人。 大通元年, 527, 同泰四落成, 设吴哲大会, 平等大会, 于兰盆会, 将平等慈悲之精神普及万名, 附设水陆法会, 恩及水陆所有众生。 第一身经言佛教教理, 故持戒律, 四次舍身同泰四, 自讲涅槃, 班若, 三会等经, 这有涅槃经, 大品经, 静明经, 三会经等之一计数百卷。 后因侯景起兵反叛, 公献健康, 于太清三年二死于台城。 在位四十八年, 是寿八十六。 佛祖统计卷三十七, 佛祖历代通载卷九, 批四千六百二十三。 梁皇颤, 凡十卷。 右座梁武颤, 梁皇宝颤。 梁武帝为超度其夫人西式所致之慈悲道场颤法。 巨南使梁武帝皇后传载, 后库度计, 集中, 化魏龙, 入于后宫, 通梦于帝, 或现行, 光彩照着。 右巨士士姬古略卷二载, 梁武帝初魏雍周次使时, 夫人西式姓库度, 继王, 化魏巨蟒, 入后宫通梦于帝, 帝至慈悲道场颤法十卷, 请僧行颤礼, 夫人遂化为天人, 在空中泄地而去。 其颤法行事, 称梁皇颤。 或说南朝其境灵王萧子梁曾转进柱子进行法门二十卷, 梁石珠明僧山边为十卷, 内分四十平, 后应传物日多, 元代庙觉至等从家教定审核, 及经之流通本。 内树归命过去六佛, 释迦佛及未来佛弥勒菩萨, 试毁罪意, 发愿信奉至李诸佛, 以除罪身符, 嫉妒亡灵。 茶香是从超卷十三, 太平广记, P4624。 梁高僧传, 请参阅高僧传。 梁启超, 1873, 1929, 广东新会人。 自卓如, 好任功, 别好隐兵是主人。 早年提倡变法, 晚年不谈政治, 专务著述讲学, 一身究佛学, 知人身虽患, 而精神绝不与屈翘同宿, 故一身奋斗, 致死不倦, 皆得利于佛学修养。 为武昌佛学院第一任董事长, 其所传, 论佛教与群众之关系, 一文, 立辟世人物认佛教未消极, 验世, 迷信之说法, 指出佛教乃至信, 奸善, 入世, 无量, 平等, 自立之信仰。 是著作颇多, 于佛学则有大臣其信论考证, 说无我, 佛教心理学浅测, 佛学时代等, 主要论文收入, 佛学研究十八篇, 为其研究佛教之论集, 所传诸文, 皆以文, 使学术态度处理佛教问题, 为明初以学术方法研究佛教之先河。 世寿五十七, 批四千六百二十四。 梁凯, 南宋书画家, 东平, 山东, 人, 自白梁, 身足年不祥, 姓氏九, 狂义不羁, 号称梁风子, 家太年间, 一千两百零一, 一千两百零四, 为画院待照, 第四经代, 不受, 悬于院内。 诗是甲诗谷, 描写飘逸, 游善山水, 人物, 道士, 鬼神。 所画赋于凯书风, 极简笔苗之草体风。 所作皆大笔挥抹, 草草树笔, 极见神韵, 如, 四鬼夜遗图, 两码图, 布袋和尚, 李白行淫图, 旺基图, 等, 皆为传世之作, 出山世家图, 表现之写实精神, 游位化史之真品。 P4624。 梁传, 请参阅高僧传。 梁肃, 751, 793, 唐代安定人。 自尽之, 以自宽忠。 市居陆魂, 河南松弦东北。 以如学著称, 大力, 真元时之父新古学, 以梁肃最称渊傲。 建中年间, 观至汉灵学士, 守幼不阙, 又奉赵魏皇太子之试读。 早归佛门, 就湛然学天台, 升级星药。 这有天台只观六卷, 只观统立, 文集二十卷。 P4625。 梁树明, 1893, 1988, 北平人。 原籍广东桂林。 本名换顶, 自树明。 少时留心国士, 曾参与革命。 年二十, 清新佛法, 有出家之志。 二十五岁即任教育北京大学, 讲授印度哲学。 常清智于欧阳健, 对冷严经, 大臣其信论多持非矣。 二十九岁时, 思想转向儒家, 岁提倡儒学, 排斥佛法。 三十六岁之后, 倡导, 相智运动。 中年以前之著作, 颇多与佛学有关者, 如印度哲学概论, 维时学与佛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维时数亿等书。 沦陷后一直留在大陆, 始终拒绝接受马列共产主义, 民国四十四年, 1955, 开始, 中共全面展开对粮食思想之批判运动。 P4625 良意设大臣论事, 请参阅设大臣论事。 良事论, 请参阅设大臣论事。 统底托, 禅灵用语。 原位统之底托洛, 禅灵中, 转指达到大悟而丝毫无或无疑之境地, 犹如统底托洛, 统中之物随而泄的, 不再留有任何残物。 闭言录第22则, 大四八, 一六二下, 后到德山, 问, 从上宗臣中是, 学人还有分也无, 山打一棒, 道什么? 我当时如统底托相似, 又与, 托底统, 一词同意。 P4625 统头, 禅灵掌管统类之四僧, 景德传登陆卷十八玄沙师背章, 大五一, 三四六中, 闻统头下山, 诗问, 统头下山几时归, 约, 三五日, 诗约, 归时有无底统子, 将一单归, 文无对, P4625。 邦, 为禅灵用来通知大众入狱, 摘食等知名气, 又做范邦, 目鱼, 鱼骨, 鱼板, 鱼邦, 鸣鱼。 在古代禅灵中, 常挂于御室, 工作名集, 以通知大众入狱。 禅灵象气间第27类北气门, 沙弥律移入狱云, 汤冷热, 伊利吉邦, 不得大患, 邦一常用来通知大众用斋, 如现金之禅家悬挂于森堂之路的或斋堂外之木刻龙头鱼生名气。 燃席之木鱼及指现金之邦, 赤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 大四八, 一一五六上, 木鱼, 斋周二十常及二同, 谱, 请森用长笛一通, 谱行者, 二通。 此外, 邦又指拍字幕之类, 乃我国古代鱼官署等公家机构, 通告大众时所明打之气。 参阅, 木鱼, 一千四百七十二, P四千六百二十六, 方韵, 一千九百零四, 日本佛教者, 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 任东京水产大学教授, 这有越史班落经研究, 及菩萨时的思想, 佛教等, 斯肯等论文, P四千六百二十六, 范, 范明Brahman, 英译范魔, 婆罗赫魔, 伯魔, 巴烂魔, 意义寂静, 清静, 离遇, 意为印度正统婆罗门教思想之最高原理, 据离巨费陀, 范G, 非得, 之记载, 祈祷主, 范Bhaspati, 为最上神, 是由祭司之配者演变为宇宙之创造神, 为宇宙生成原理, 又据范书, 范Brhma, 文献之创造神话中, 为形成新的万有根本原理, 于是融合以上诸原理, 眼成生主, 范Prachpati, 为被崇拜的根本神格, 初识, 范, 意指吠陀之赞歌, 祭词, 咒词等, 同时被视为其本质及神秘之力量, 自吠陀之上, 继四万能之范书时代已降, 成为世界根源之创造原理, 被视为生主的创造物之一, 而后两者又被视为同一, 其后, 生主作为人格神之色彩淡薄, 逐渐为单纯之世界原理而存立, 随着范之崇拜兴起, 范代替生主为世界万有之原理, 而生主被视为一存于中性原理本有之范, 范Bromance V.A.B.H., 并位居其下位, 遂以范为主体, 展开宇宙创造说, 宇宙最高之原理范成立后, 对之深深探究与思索之结果, 确立范与我, 范Tman, 一体化之范我一如说, 此为奥义书, 范Upeniat, 范神论哲学之中心观念, 遂成为贯通印度宗教, 哲学思想之根本思想。 参阅, 婆罗门教, 四千四百六十四, 范我一如, 四千六百三十三, 二范具有清净之意, 从事清净之行, 由其指断淫欲之事, 称为范行, 行淫欲者, 称为悲范行。 清净之时界, 称为范境时界。 佛, 菩萨美妙之音声, 称作范音声, 范声, 范音, 其想称为范想。 范音相为佛三十二相之一。 佛知清净法声, 称为范声。 佛唐迦兰又称范沙, 范宇, 范阁, 寺院之调中亦称范中。 佛学又称范学, 印度又称范土。 范行先生为僧之意称, 范乙指僧吕之威仪。 三意指范语。 例如, 以范语撰写之典籍, 称作范本。 范家指以备页书写成之范字经典。 四意指范天之略称, 色界诸天离欲精进, 总名范天。 大制度论卷三十五, 大二五, 三一五下, 色界都名为范, 中略, 又范为色界出门, P4626。 范天, 范明Bron。 英译婆罗赫摩, 梅罗韩摩, 范摩。 意义清净, 离欲。 印度思想将万有之根源, 范, 与以神格化, 为婆罗门教, 印度教之创造神, 与师婆, 埃发, 皮诗奴, 范Viu, 并称为婆罗门教与印度教之三大神。 据魔奴法典所在, 范天出自精胎, 范卵, 原有五头, 其一头传为师婆所会, 于四头, 巨四手, 分别持废陀经典, 莲花, 池子, 念诸或。 佛教将其列为色界之出禅天。 一般分为三种, 即范仲天, 范Bron Ma, Pri Aliyah, 范釜天, 范Bron Ma, Pri Aliyah, 与大范天, 范Mah, Bron Man, 总称为范天。 其中, 大范天王统预范众之人民, 范府之府必成。 又通常所称之范天大都指大范天王, 又称范王, 名为师器, 范Ikhin, 或是主, 范Pri Aliyah, Pri Aliyah, Pri Aliyah, 印度古传说中, 未结出时从光因天下身, 造作万物, 佛教中则已知与帝是天同为佛教之护法神。 世尊曾生刀利天为母说法, 下降此事时, 范王为佛之幼邪士, 持白福, 或为是范天与摩罗王相合者。 大范天王身常为一游言伴, 受命一结伴, 其所住之宫殿, 称为范王宫。 密教将其列为十二天之一, 守护上方。 密教之范天向四面四壁, 右手持莲花, 树珠, 左手持军池, 坐案自印, 乘七额车, 待法济官。 又供养大范天之修法, 称为范天宫。 大智度论卷十,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八, 大日经书卷五, 中论书卷一末, 大唐溪玉记卷四, 参阅, 大范天, 八百五十, 批四千六百二十七。 范天女, 范明Bron。 因义梅罗戈米, 莫罗细米, 莫罗米。 即范天之妃, 亦有列位七母天之一。 右座范天妃, 范天后。 大日经, 大日经书多称大范明妃, 为密教胎藏界外金刚苑之列众, 其形象深沉白肉色, 右手驱臂握拳, 左手驱臂当胸, 持莲花。 范天离欲清静, 应吾后妃, 于密教中称妃, 系表主范天女性之德。 阿舍离所传曼图罗中, 与大范天共位于第三众东方。 大日经义士卷七, 卷十, 胎曼大钞卷七, 密藏记, 参阅, 大范天, 850, P4627。 范天火罗酒药, 泛名Brahma, Horana Vigraha, 全义卷。 唐代森义行, 683, 727, 转。 收于大阵藏第21册, 图像部分收于第92册。 本经为密教有关新秀仪轨之经典。 内容解说拜祭九要新秀之诸种做法, 如祭祀之方位, 公物, 所持之真言等, 并举出相应于各种年岁之心秀与吉凶之关系等。 父有九要新徒刑。 P4628。 范天王, 紫色界出禅天之大范天。 范天王名师器, 又称娑婆世界主, 是主天。 身性正法, 每逢佛出世, 必最先来请佛转法轮。 又尝试佛之右边, 手持白符。 杂阿含经卷四十四, 法华经续品, 参阅, 大范天, 850, P4628。 范天寺, 位于福建同安县东北之大轮山主峰下。 建于随代, 出明星国寺。 魏石方丛林, 有安妻十二所。 历代有高僧珍儒哲, P, 蔡等禅师先后助持, 黄博祖师亦曾悟道于此。 四宝有明初之童中, 宋之陀罗尼金状, 唐之石雕飞天女等。 P4628。 犯天法, 犯天宫所行之制法方法。 级别利益谈, 若有犯法者, 另入此谈, 朱犯不得与之往来交语。 维摩经略书卷一, 参阅, 犯谈, 4648, P4628。 犯天戒, 紫色戒之初禅天。 略称犯戒。 细堵塞诸烦恼海之本源者, 所生寂静犯天之世界。 犯天戒中, 有犯仲天, 犯Broma, Prialia, 犯釜天, 犯Broma, Puroipa, 等, 亦总称之为犯身天, 犯Broma, Keyuka, 或犯释天。 旧华盐经卷十二, 大坚固婆罗门缘起经卷下, 大吉义神咒经卷三, 妙吉祥根本至卷下, 参阅, 犯天, 4627, P4628。 犯天泽的法, 权益卷, 作者不详, 又作犯天泽的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本书系依据大犯天王内秘密经之内容略数而成者, 该经济数如来于过去是五百万身中曾为持咒先人, 常游历诸山, 隐居近世, 于游历时见到有历于法成就之四十二众地相。 本书即略述此四十二众地相之则的法, 又本书所具已成书之大犯天王内秘密经, 契经并无悍一本。 P4628。 梵天泽的经, 请参阅梵天泽的法。 梵天蒋寺, 位于浙江航线凤凰山东路, 吴越望前世开创于北宋甘德年间, 963、968, 出名南寺。 至平年间, 1064、1067, 改经名。 天台宗山外派庆朝于景德元年, 1004, 来寺, 连同孤山志元, 与四明之礼五次往返论对法要, 长达七年之久。 即至清康熙, 乾隆之计, 陈济明代云七诸红莲涉祖统统之神安时贤助此度化众生, 法习大圣。 P4628。 泛心, 修泛行之心, 称为泛心。 泛行, 清净之行为, 即道俗二众修习四泛行或禅定, 以离清净, 故得生于色界, 无色。 观察诸法行经卷一, 磨合纸观卷一, 参阅, 泛行, 4631, P4629。 泛日, 八一时, 八百八时有, 兴罗森, 朝显佛教禅门九山蛇绝山派之祖, 又称品日, 俗姓经, 十五岁出家, 二十岁受剧祖解。 新德王六年, 八百三十一, 来, 参禅林宿老, 后依止言观其安于, 平常新世道, 一语下大悟, 扶秦六年后, 又往参药山为眼。 文圣王九年, 八百四十七, 归国, 于江源到江陵郡开创绝山寺, 为臣舍绝山派, 为禅门九山中门庭最盛之派, 景文, 景康, 定康等三代之王军归一之, 李峰卫国师。 真圣女王二年入祭, 世寿八十, 法腊六十。 世号, 通晓大师。 门弟子宗教著名者有朗园, 朗空。 祖堂集卷十七, 景德传登陆卷十, P4629。 范氏, 范与Bromoloka, 八粒与同。 幼作范色界, 范氏天, 范氏界, 范界。 指范天所知配之世界。 幼, 范氏, 亦词亦可作为色界诸天之总称, 盖以此界之人以离淫玉之故, 而古来于印度, 离玉, 清净之行即称为范行。 佛藏经卷下, P4629。 范本, 又称范家, 范经, 范典。 指以范语书记于备业, 画皮, 指等之经典。 印度自西元前六世纪左右开始使用范语, 举范宗教, 学术典籍, 盖以范语记录, 范语经典究始于何时, 尚未却知。 东汉时, 随佛教之流步, 范本义陆续传入中国, 由于止重义经, 加以兵乱平仁, 故原本西皆散义。 于印度, 亦因十二世纪请回教徒入侵, 以致政法受创, 范本义损坏殆尽。 1890年, 因人鲍尔上尉, 鲍尔, 于新疆库车发现孔雀王咒经之画皮鞋本, 其后, 史坦英, 薄熙和在于新疆, 敦煌等地的古鞋范本。 现存梵语佛典约有五百余种。 幼梵本中, 所用与严种类并不完全相同。 其中, 金刚般若经, 阿弥陀经, 瑜伽师的论菩萨蒂, 论不诸著是概用正式之古典梵语, 法华, 无量寿, 识的等诸经济诵及普贤菩萨行愿赞等, 文法上屹立甚多。 与纯粹梵语有所差异, 称为迦陀方言, JTH dialect, 佛教梵语, Buddhist Sanskrit, 或未转俄语, 范阿帕培萨埃, 之一种。 佛本形及经译本, 范阿帕培萨埃, 等之常形意使用加陀方言, 于班若经, 法华经, 常行为近似纯粹梵语之语形。 梵文佛典研究二方面, 山田龙城, 龙古大学论从287, Armaitra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 Preface, Cbendo 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M. Winternits, A Schecter in Dishchen Literata, Bet. 参阅, 范家, 4631, P4629, 范字, 范天所制作之文字之译, 系古代印度所通行之文字, 一集由范书, BRHM, 字母发展而成之西谈文字, 依据印度之传说, 范字为范天所创建, 然依静代研究, 范字与现今欧洲所通用文字之原型肥尼基, Phanisha文, 皆属陕族, Semitic, 语系, 细细元前八百年寝, 印度商人在美索布达米亚, Mesopotamia, 地方, 与阿拉姆语, Aramaic, 接触, 结果将陕族之二十二字母传入印度, 在由婆罗门等整理冲背, 推定至西元前五百年寝, 使完成四十七字母。 范字之书写, 本由右向左横书, 后则变成由左向右横写, 且其书体由于时代及地方不同而见次变异。 西元一世纪请, 北方倾向于用方形, 南方则倾向用圆形。 至第四世纪请, 两者之间遂产生明显之区别。 北方戏于第四至第五世纪, 发展成为极多, 范阿扎文字, 更至第六世纪而作西潭文字。 此外, 复产生种种文字, 如七世纪起于中印度之纳扎利, 范恩戈文字, 八世纪之下拉大, 范瑞文字, 中至第十一世纪完成现经出版范本所用之范字, 即天成体, 范德瓦, 范恩戈文字。 至第六世纪以后, 传于西藏, 西域等者, 即成为其特种之文字。 至于南方系文字, 亦发展出诸种文字, 如切关文字, 卡纳拉, 范Keyra文字, 铁如固, Telagoo文字, 杰迦, 范Keyra文字, 各兰特哈, Grantha文字, 达米鲁, Temmo文字, 瓦铁路土, VAER文字等, 现经写经及刊本所用之西兰, 缅甸, 泰国, 高棉等之文字, 均属南方范书系统。 然除前述北方南方系之案字外, 亦有数范书, 范字, 以外系统之文字, 如方广大庄严经卷四式书品所列范妹书等六十四书, 其那教典之十六字母等级是, 惠玲英一卷二十六, 西潭藏卷一, C. Bendo 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Palliography, M. Munier, Williams A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Introduction, Rees David's Buddhist India, T. Waters on U and Kuong, Fo, R Hoerno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 Turkistan, General Introduction, 参阅, 范书, 4636, 西潭, 4564, P.4630, 范行, 范语, Broma, Keri, 巴利语, Broma, Keriya, 意义进行, 即道俗二众所修之清静行为, 以范天断淫欲, 离淫欲者, 故称范行, 反之, 行淫欲之法, 即称非范行。 梭罗门将一身分为四旗, 其中第一旗即称范行旗, 范Broma, Sering, 于此旗间, 其生活遵守不淫之界, 并学废陀, 记忆等。 于佛教义不淫, 受持诸界, 称为范行。 幼于长阿汗卷九, 时尚经, 以剧族禅, 于八解脱中, 逆顺游行, 称为范行巨族。 大方等大吉经卷七步炫菩萨品, 大宝基经卷八十六大神辩慧等以八正道为范行,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五范行品以慈悲喜舍等四无量心为范行, 诸之法等七善法, 即称范行巨族。 凡此, 皆为广义之范行。 增益阿汗经卷三十, 瑜伽诗的论卷二十九, 法华玄益卷四上, 法华译书卷七, 参阅, 五行, 一千零八十五, 批四千六百三十一。 范家, 只被业之经本, 又模仿其形式之经典一称范家。 即于被多罗页上书写范语经文, 被页重叠, 为避免散乱, 遂用与树叶同行烧大支两片木板相加, 并以神父节, 即称为范家。 又作范家, 经家, 或未以其状如入鱼香妾, 又称范妾。 性力入映法门经卷五, 真元心定士教目录卷十六, P四千六百三十一。 范智, 范语, B-R-H-M-A-A, 亦因亦婆罗门, 范氏, 亦亦敬亦, 进行, 又称进行者, 进行范智。 婆罗门至求助无够清净的身范天, 故有此称, 玄映因亦卷十八载, 婆罗门映作婆罗赫摩拿, 亦指成习范天之法者, 自称由范天之口而生, 为四性中之最殊胜者, 故读取范之名。 瑜伽论记卷十九之上载, 范为西国之言, 亦为寂静, 涅槃, 智为本地语, 使智求范, 故何称范智。 散见于经典中之常找范智, 罗记范智均为著名之佛弟子, 亦可知皆出自婆罗门。 又范智之女, 或智于范道之女, 称为范女。 中阿韩卷四十八玛义经, 增一阿韩经卷九, 法句经卷下, 大日经书卷四, 参阅, 婆罗门, 四千四百六十三, 二通称一切外道之出家者。 大制度论卷五十六, 大二五, 四六一中, 范智者, 是一切出家外道, 若有成用其法者, 一名范智。 三相对于, 尼干, 尼尖, 而称在家之婆罗门为范智。 法华文句记卷九上载, 在家是范称为范智, 出家之外道通称尼前。 然与法华经要解卷五所在则相反, 在家之外道称为尼尖, 而出家之外道称为范智。 批四千六百三十二。 范智阿经, 全一卷。 三博五, 知千亿于黄二年, 诚心二年, 两百二十三, 两百五十三, 请。 又作佛开解范智阿经, 阿摩纳经, 阿拔经, 佛文范智阿经, 解范智阿经, 佛开解阿范智经。 周瑜阵藏第一则。 内容叙述费加沙婆罗门之弟子阿对佛陀无礼并出言不逊, 佛陀乃破其焦慢心, 阿归后, 已经过情形报告其失, 又遭其施责。 本经之同本意义有阿寒卷二十阿咒经。 此外, 巴黎文长布, Digar, Nikya, 三MHAS之内容亦相当于本经。 又本经上有二种译本。 初三藏记及卷四, 开源是教路卷五, 卷十五, P4632。 范智问种尊经, 请参阅范智厄波罗门问种尊经。 范智厄波罗门问种尊经, 全一卷。 又座范智厄罗门问种尊经, 范智问种尊经。 东晋竹谈吴兰亦于太原六年至二十年, 三百八十一, 三百九十五。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内容叙述二波罗门婆罗门, 范阿搜雅诺, 与五百婆罗门人至指数给孤独猿, 结问世尊有关种性平等, 自性清净之论说, 世尊遂已入西喜构, 王德贤臣, 即火、出生、日月、 父母和慧等之辟喻, 解说人生而平等, 唯以所行之善恶未贵贱之别。 本经为中阿含卷三十七阿社经之别译, 内容译相当于南传巴历文中部, Mahuhai Manikya, 之第九十三经。 历代三宝纪卷七, 大唐内典鹿卷三, 开源氏教路卷三, P4632。 范至厄罗言问种尊经, 请参阅范至厄波罗言问种尊经。 范我一如, 范与Brahma, TMA, I can, 为奥义书, 范Upeniat, 所代表印度正统婆罗门系统世界观之根本思想。 即宇宙根本原理之范, 范Brahma, 与个人本体之我, 范TMA, 同一不易之思想。 据此根本原理, 一切万物一一定顺序发生, 人类乃至一切生物之灵魂从其业力而有各种形式之轮回。 从此轮回终求解脱, 即是人生最高目的, 而由于觉悟犯我一如之根本真理, 消灭业力, 即能免在身之痛苦。 奥义书哲人闪迪尔耶, 范Illia, 西元前六, 七世纪间, 乌达拉喀, 范Adlaka, 西元前六, 七世纪间, 于百道范书, 范Atapatha, B-R-H-M-A-A, 前多贵耶奥义书, 范Chapter Endoja, B-Peniat, 中史揭露, 我是范, 范Aha Bromsme, 那就是你, 范Tative M-A-S-I, 等两个命题之根据。 沸谈多派, The Vedanta School, 继承奥义书, 此思想最为该派学说之中心。 商杰罗, 范A-Kara, 派义是此最高之范与同一之各我未真实, 其余皆是幻影, 范N-Y。 参阅, 范, 4626, 奥义书, 5439, P-4633。 范典, 范指佛教之经典。 以佛教经典多从范土, 印度, 传来我国, 故称范典。 又以范文书写之书籍, 亦称范典。 参阅, 范本, 4629, P-4633。 范福, 范天之福, 或范行者之福。 加沙之书, 加沙之义名。 色戒诸天行犯者, 皆福此义, 行似无量。 法院诸林卷53, 参阅, 加沙, 4784, P-4633。 范沙, 范与Bromerketra。 范, 范, 亦为清净, 沙, 沙摩, 至多罗之略称, 亦为地方, 范沙, 本指清净佛土, 后转为加兰之美称。 亦即指佛教寺院, 与, 范院, 同。 翻译名义集卷7, 参阅, 寺院, 2414, 加兰, 2769, P-4633。 范氏, 寺院之房舍, 乃范行者之清净住室。 明代秩序者有, 范氏偶坛。 P-4633。 范皇, 佛之义称, 佛生于西北范的, 魏法中之皇帝, 故称范皇。 又西北范的, 及西北印度兰皮尼园, 在金尼伯尔境内, 至官府行传宏绝序, P-4633。 范衍纳国, 新兜库石山中之古王国, 位于金阿富汗境内。 范衍纳, 范明斌摩阳, 又座范阳, 望眼, 翻眼, 现今多称巴米安, 巴米安, 巴米扬, 巴米扬。 此国震荡于建陀罗网独霍罗, 于纳之通路, 其大都城伊牙跨谷, 生产素脉, 宜于序幕, 气蓄寒烈, 风俗刚广。 随阳帝, 唐太宗时曾来我国朝贡。 西元前三世纪, 阿玉王遣传道师部教时, 佛教传入此国。 其后, 加逆色家王建立迦兰, 佛教建成, 雕造甚多之大石佛, 洞窟, 称为巴米扬石窟, 约三至七世纪开凿, 以东边高五十三公尺及西边高三十五公尺之两佛像为中心, 早有数以千计之石窟, 主要为石雕佛像, 并残存有部分壁画, 佛堪, 天井非天象, 为佛教美术重要一计之一。 西元十三世纪初, 范衍纳国寿臣吉思汉征服, 既有回教徒入侵, 佛教遂告衰亡。 本世纪初, 颇多考古学者致此发掘佛迹。 大唐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二, 网五天竹国传, 随书西域列传, Falker Notice Archaeological DLA Volivium 1923, P4633 范家宜天, 范名Brahma, Keyuka, Deva, 细色界初禅天之通称, 鱼长阿含金卷二十亿座范生天, 玄印英义卷三亿座静生天。 道横班若经卷一, 参月, 范仲天, 4638, P4634。 范英, 以幼座范生, 佛菩萨之音生, 即佛报的清静为妙之音生, 亦即聚四辨八音之妙音。 佛三十二相终极有范音像。 据大制度论卷四, 佛之范音如大范天王所出之声, 有五种清静之音, 一, 甚深如雷。 二, 清澈远播, 闻而悦乐。 三, 入心敬爱。 四, 递了一解。 五, 听者无言。 法华精卷七妙音菩萨品, 无量寿精卷下, 二位范北之一种。 参月, 四个法药, 1827, P4634。 范英香, 范与Broma, Sphara, 巴利与Broma Sphara。 又作范身相, 范音身远相, 得范音身相, 身如范王相, 红雅范身相。 佛三十二相之一。 佛清净之范音, 身红圆满, 如明天谷, 为妙最甚, 又如嘉陵平家之音, 闻者爱乐, 得意无量。 此乃佛于阴卫时, 无量是中不恶口, 说时言美语, 较善语, 不放正法, 所感德之妙相。 即表示令文者随其气得意, 皆身善心无杂乱, 大小全时皆能解了, 断或消疑, 而常欲闻爱乐之德。 参月, 三十二相, 507, P4634。 范唐千字文, 请参月范语千字文。 范尘, 即菩萨尘, 取其清净尘物之意。 一级行慈悲喜舍者, 称为范尘。 乃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二所具天尘, 范尘, 生文尘, 圆绝尘, 诸佛如来尘等五圣之一, 大宝基金卷九十四所具天尘, 范尘, 圣尘等三圣之一。 参月, 成, 4021, P4634。 范背, 范语BH, 以去调诵经, 赞永, 阿诵佛德, 又作真背, 赞背, 经背, 范驱, 放, 人名, 略称反, 背, 全称背逆, 又作婆师, 婆志, 即赞叹, 指断之意。 因伊安土印度, 曲谱永畅, 故称为范背, 记录范背之书册, 称为北册, 又清晨唱记, 念经之声音, 称为小范, 密教之范背, 则特称密背。 是最尽止以婆罗门法之声要读诵经文, 然因身背有医治身心之疑劳及强化记忆之作用, 故允许唱诵。 佛陀入灭后, 范背普遍流行。 佛教东传, 翻译经文者众, 传颂深背者寡, 因范英多复英, 汉语丹齐, 若永范英永汉语则生凡即破, 以汉去永汉文则运短词长。 故以汉区歌永汉文, 或汉腔永汉语君不义。 我国赞北起源, 相传为曹魏陈思王曹旨游于山, 山东省东阿陷境, 文空中泛天之赞, 深有体会, 摩其音节, 写为范背, 撰文至英, 遂山至太子瑞应本起经, 作, 太子诵, 佑者菩萨陕子诵, 此乃何汉区至范背之始。 无国之之千一无六, 量寿中本起经至, 赞菩萨连聚范背, 三雀, 经皆亡义。 其后无知康僧会一盘尼环金卷上, 造, 敬业法王来, 乃至明显若雪山, 一雀, 是称, 尼环背。 其后, 以印度之诗律读诵汉译之经文, 使广为流行。 梁高森传卷十三列有经诗一编, 专述转读及范背, 并列有博法乔以下十一名最善于赞背者。 东径以后, 范背更盛行于南的, 南齐靖陵王肖子梁挥行范背最热心, 相关注数甚多。 有关当时范背之种类, 相载于初三藏记及诊识二法院杂圆远史及目录中。 至唐代, 范背建成于民间, 岁利范背为一经道场九种职位之一。 范背主要用于三方面, 一、蒋经仪式, 一般行于蒋经前后。 二、六时行道, 即后世之朝目客颂。 三、道场颤法, 旨在画倒俗中, 其仪式由众歌勇赞叹。 范背流传以后, 因调因地狱而有参差, 主要为南北之分。 范因所以有南北二体, 系由于寿寿渊源不同, 亦各有特长。 唐代以前流行之范背有, 一、如来背, 又作如来范, 行相范, 行相赞佛时所唱, 即出自圣满经之二纪, 大一二, 二一七上, 如来妙色深, 世间无语等, 无比不思议, 事故经敬礼。 如来色无尽, 智慧亦复然, 一切法常住, 事故我归依。 二、云和北, 又称云和范, 即出自南本涅盘经卷三之二纪, 大一二, 六一九中, 云和的长寿, 金刚不坏身, 负乙和因缘, 得大坚固力。 云和于此经, 就进到彼岸。 愿佛开为密, 广为众生说。 三、 楚世辈, 又称楚世范, 即出自超日明经卷上之计, 大一五, 五三二上, 诸世间如虚空, 若莲花不着水, 心轻尽超于比, 积首礼无上甚。 四, 菩萨本行经赞佛祭, 天上天下无如佛, 又泛北普通分出北, 中北, 后北三截, 如来北前一纪, 如来要色身, 即文, 畅于一般法式之初, 称为出北。 若讲经法会, 则已云和北一二纪, 云和于此经, 即文为出北, 又称, 开经反。 如来北后记, 如来色无尽, 即文集, 天上天下无如佛, 赞佛记, 系法式中间所唱, 称为中北。 楚世北用于法式后, 称为后北。 此等范北之记文, 称为范英记。 云和北即楚世北至原始游见流行, 但竟是讲经, 已改唱中身记, 回向记代替云和北, 楚世北。 一般认为学习赞佩有如下功德, 能知佛得深远, 体至闻之次第, 令蛇根清静, 得胸藏开通, 触众不惶, 长命无病。 顾名山大沙于节下安居时, 以席唱赞颂为日课, 称为学唱念。 佛寺赞被一科称为唱念。 唱念内容除, 水露道场仪轨, 瑜伽宴口, 等属于应付佛式外, 古德赞颂多于课颂, 助言等举唱, 有六句赞及八句赞等。 一、六句赞、香赞及六句赞。 有数种, 主要代表作品位, 如香赞、北令有, 一种赞普称为亚古令, 赞词共十条, 又称,石公养赞。 此等皆于法式开始时所用者, 以其请诸佛。 二、八句赞系由八句赞词构成, 多于诵经之后, 法式中间唱之, 又称大赞。 如三宝赞, 弥陀佛赞, 药师佛赞。 唱念方法之济普法, 只用点半, 当哈本敲昂。 其音量大小, 音阶高级旋律过门等, 均依口授。 泛北传入日本, 始于奈良时代, 为四法药之一, 平安朝时, 真言宗戏之声明, 与天台宗戏之声明, 二系统并行。 前者有净流, 后者则有大元流。 北本涅槃金卷三受命品, 根本萨婆多部绿色卷九, 四分绿山繁补雀形式超卷上四, 宋高森船卷三卷二十五, 法院朱陵卷三十六被赞篇, 赤修百丈清规卷五, 南海济规内法船卷四, 市市要揽卷上, 开元市教路卷六乐纳摩提船, 入唐求法巡礼行济卷二, 批四千六百三十五。 范公, 原指范天之宫殿, 隐身为佛寺之通称, 法华金卷三化成玉品, 大九,二三上, 范天宫殿光明照耀, 背于长明。 梁高森船卷十三, 批四千六百三十六。 范书, 以范名BRHMA, 英译婆罗门纳 解释婆罗门教费陀盛典之文献。 费陀, 狭义指寺费陀之本集, 范S.A.Hit, 广义则和本集集范书, 广义, 总称费陀。 范书为婆罗门教奠定了费陀天启, 祭四万能, 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 费陀本集包括 或计议时读诵之赞歌, 祭词, 咒词。 范书亦有广义, 狭义之分, 规定计议之实践方法, 或解释赞歌, 祭词之意义, 说明祭四之起源, 密译者, 属广义之范书, 其内容可分为范书, 狭义, 森林书, 范R.A.R.K.A., 奥义书, 范Bupeniat, 三部分。 其中范书, 狭义, 又分以鬼, 范菲丽, 与世译, 范R.A.R.A., F.A.B.A., 二部分, 以鬼为规定祭四之顺序方法, 赞歌之用读等, 世译则解说赞歌之意义及语言, 祭四之起源及其意义等。 森林书及奥书则同为考察祭四及人生之意义, 二者均重理论, 其中奥义书由生探者里, 又特名为费谈多, 范V.E.D.E. 范书系以散文体材书写, 书中采用大量之神话语传说。 范书之成立年代约在西元前一千年至六百年, 及亚利安人由婆罗门文化中心之印度河流域东一致恒河平原时, 乃被陀记一复杂体系完全整备之时代产物。 范书可谓神学书, 同时为了解当时印度社会、 种姓制度、 婆罗门至上主义之神观、 神话变迁, 及奥义书大臣之意源哲学思想之萌芽等之珍贵资料, 习仅限于片段记录。 现存十五部, 其中主要为附属于狸具费陀之爱达罗士范书, 四十一章, 与附属于叶柔费陀之百道范书, 一百章。 后者在印度宗教文献中首次提出灵魂转世之理论。 参阅, 废陀, 2820, 二范语BRHM或BRHM, LIP, 为古代印度亚利安民族于西元前六世纪以后, 所使用最古字体之一。 又作范魅书, 阿裕王法式之客文, 以及印度中央周萨加尔, Sagar, 地方出土, 西元前三百年请, 知或B, 皆书此字体。 西元第四世纪之遗物之意发现不少书此字体者。 又此文字虽为印度古来固有者, 然据近代研究, 与肥尼基文同属陕族, Semitic, 语系, 经由印度商人之传入, 于西元前五百年请完成四十七字母。 此文字最初随陕族语系习惯由右向左横写, 于中央周出土或B亿同样由右向左, 然阿育王课文等则有左向右横写。 阿育王时代之文字, 特称为古代孔雀王朝文字, 广行于全印度, 亦普及至西兰。 西元一世纪请, 产生北方范书见次以方形, 南方范书见次元形书写或刻出之倾向。 至第四世纪请, 两者之差异则更明显化。 参阅, 范字, 4630, P4636, 范教会, BRHMACMJ, 又称范协会, 范社, 近代印度教之革新派。 1828年, 兰姆汉罗伊, RMOMROE, 1772, 1833, 创于加尔各达。 本教定, 范, 为唯一之神, 提倡以奥义书为中心, 回归传统之纯粹婆罗门教。 罗伊言习范语, 英语, 西伯来语, 希腊语等, 深受西欧理性思想与基督教精神之影响, 乃将其真髓带入犯教会, 进而排斥多神交集偶像崇拜, 否定轮回思想, 隔除异夫多妻, 寡妇训捷等社会露俗。 罗伊捷取马太, 路加等福音书之精华, 于1820年出版, 耶稣的理想导入宁静与快乐之途径, The Precepts of Jesus, The Guide to Peace and Happiness, 曾被受正统印度教徒与印度基督教徒之激烈抨击。 1842年, 特彭特拉泰戈尔, Dibendranastogor, 1815、1905, 泰戈尔之父, 加入泛教会, 提出一套教罗伊更彻底之改革纲领, 继续反对偶像崇拜, 种姓对立等。 1857年, 克夏伯强特拉圣, Keshav Shandrasen, 1838、 1884, 再加入, 泛教会因而更为进步发展。 然前者系保守之民族复兴主义者, 后者则为富有基督教精神之激进改革者, 致使泛教会趋于分裂。 1866年, 泰戈尔竹出强特拉圣, 另立正统泛教会, 强特拉圣则自组印度泛教会。 泛教会因之逐渐没落。 Civil Necessary History of the Promosum March, 2 Falls, 1911, 1912, JN, Farquhar Modern Religious Movement in India, 1915, 参阅, 第一泛教会, 4758, P4637, 泛静山, 位于贵州江口县北, 印江县东南。 上多泛沙, 故得此名。 又称九龙山, 越静山, 及古三山谷。 山势郡尾, 为贵州第一。 上有一封, 钟如腐化, 路断而颠连, 旁有金刀夹, 辖上有飞桥, 人登其上, 如灵虚以行, 颇称其官。 山多产, 游饶拱。 自明万历年间辟佛教道场以来, 集成属, 乡, 前诸省之游览圣地。 中有大小经顶, 拜佛台, 说法台, 炼丹台, 香炉峰, 棉絮岭, 藏经盐, 九龙池, 定心池, 太子石珠景, 罗列静秀, 渐气横天。 又渐于明末清初之陈恩寺, 护国寺, 霸梅寺, 邓国寺等大小泛沙分布山间, 畏畏壮观。 P4638。 泛仲天, 泛名Brahma, Prialia, Depha, 英译泛玻璃沙天。 又座泛升天。 色戒出禅天之第一天。 以其乃大范所有, 所化, 所领之天众所住, 故称范仲天。 此天之天众身长伴尤寻, 寿命伴节。 又范升天, 除止范仲天外, 于长阿含经卷二十亿将范加一天, 范Brahman, Keyuka, Depha, 亦座泛升天, 而未色戒出禅天之总称。 佛的论卷五, 巨舍论卷八, 卷十一, 杂阿皮弹心论卷二, 参阅, 范天, 4627, P4638。 范鱼寺, 位于韩国庆上南道府山特别市东来区。 山号金锦山, 韩国三十亿本山之一。 卫兴罗泰宗武列王二年, 655, 海东华岩教出祖义乡所开创。 文禄元年, 1592, 毁于日本清寒之冰火。 光海军五年, 1613, 重建。 寺内有雄伟之大雄殿与位数甚多之堂阁。 经卫韩国著名巨沙之一, 并统辖本沙所属之寺院三十三所。 朝鲜佛教通史, 朝鲜四沙三十亿本山写真帖, P4638。 泛琪, 1296, 1370, 元代禅僧。 明州, 浙江, 象山人, 俗姓朱。 自处时, 小字谈药。 九岁出家, 十六岁受聚足戒, 二十二岁未到场寺侍者, 又点藏药。 一日, 岳守仁言经有醒悟, 为虽自通文义, 游交爱于名相。 后参究竟山之元首行端, 出人群一赛凶, 时逢因宗招善书者, 施映照, 一日闻西城楼上古名, 史彻悟, 岁四元首之法, 十年二十九。 其后立驻海岩福珍寺, 天宁永座寺, 杭州凤山豹阁寺, 嘉兴本爵寺。 至正七年, 一千三百四十七, 第四号, 佛日普照会变禅师。 十七年, 驻持报恩光孝寺, 十九年, 退隐永座寺, 于四西侧驻居, 字号西斋老人。 二十三年, 在驻永座寺, 为九在尹, 专修敬业。 洪武初年, 寿赐说法于蒋山, 江苏江宁县东北, 及中山。 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五。 法寺有营中敬业等。 这有楚识泛奇雨露二十卷, 西斋净土诗三卷, 上申纪, 北游凤山西斋三级, 和天台三圣诗等。 楚识泛奇禅师与陆续, 卷二十佛日普照会变禅师。 名, 世事基古略续续续续续二, 南宋元明禅林森宝传卷十, 续登正统卷十五, 批四千六百三十九。 泛嫂, 指僧吕所取之妻。 泛道, 泛行等之本意, 即指断除淫欲, 戒行清净。 又泛僧义词本指自印度或西欲东来之僧人, 只戒, 赫行清净之僧人, 而出家行佛。 佛道者, 通常应以出离俗事, 舍离杂染为基本要物, 故泛僧义词, 亦见泛指一般僧人。 佛陀所制之戒律, 原本也出家, 家僧图迎戏取妻本事的印度乃至我国各时代, 大部分僧图皆奉持此一戒律, 然不免有少数僧人疏于戒行, 或因特殊情事, 而有取妻之事, 所取之妻, 则称为范嫂。 玉武杂卷八, 所引四桃谷之清路记载, 僧人之妻, 称为嫂, 又童书所引翻于杂记义记载, 月中之僧人, 其有家事者, 称为火宅僧, 乃以火宅, 欲止居处家事之为代, 如处火坑, 教之, 范嫂, 义词, 则更具有机嫌警惕之意味。 于唐代末期, 我国及有僧仪驾取之事, 至宋代义曾盛行于属, 月之地, 宋太宗曾下照例戒之。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太宗雍西元年, 九百八十四, 条, 大四九, 三九九下, 照领南岳俗杀人记鬼, 僧至七奴, 所在常利戒利, 以顺政教, 批四千六百三十九。 范仙, 一千两百九十二, 一千三百四十八, 元代灵纪宗僧, 明州, 浙江, 向山人, 俗姓徐, 自竹仙, 仙, 后来来禅子, 继盛壮, 思归首。 八岁, 入吴兴, 浙江, 资福院, 为别原流之士童。 十八岁, 伊林山之瑞云引寿巨族解, 为酒, 乃由仿珠名叉, 并参业会积元兮, 云外云秀, 元首行端, 中丰名本等诗, 后成为古灵清茂之法寺。 天历二年, 一千三百二十九, 随靖山之名及楚郡东渡日本, 受到北条高时, 足立尊氏之崇信。 一年, 至连仓, 仍建长寺之第一座, 其后, 立柱静妙寺, 静至寺。 建武二年, 一千三百三十五, 成为无量寺之开山第一组。 立应四年, 一千三百四十一, 驻于京都之南禅寺, 朝廷遂将该寺之寺格身为天下第一。 赴转驻仁家院, 真如寺, 建长寺等。 正平三年世纪, 世寿五十七, 法腊三十九。 四法者有大年法颜, 春庭海寿等, 该法系称为竹仙派, 又做古灵派, 梅灵门徒, 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 诗者有竹仙和尚与鹿, 天柱籍, 来来禅子歌, 来来禅子东渡籍, 古灵和尚行使等各一卷。 远朝高森船卷二十七, 严宝船登陆卷五, 扶桑五山纪卷二, 卷三, 卷五, P4640。 范精, 范名Broma, Estra。 印度六派哲学费谈多学派, 范Vedin Day, 之根本盛典。 又称费谈多精, 范Vedin Day, Estra, 跟本思维经, 范Saraka, Estra。 本书约成于西元前一世纪拔多罗也纳, 范BDARIA, 之首, 而定型于400至450年间, 共计四篇十六章五五五诵, 每一诵文字极其简单, 若不经解说传授则往往难解其意, 故后代学者广加注解, 各解其事, 由是又造成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之情形, 而形成费谈多派系伶俐之局势, 此为研究本经之一大特点。 本经内容成习费陀之名思方式, 综合古奥义书中各家有关型上学之根本思想, 加以批判, 整理, 指出绝对之范为世界之生成, 存续, 幻灭等之植料应及动力因, 世界之创造系由于范之幻化表现, 即范生虚空, 虚空生风, 风生火, 火生水, 水生地而形成世界, 至于世界之幻灭则逆向而行, 为上智者的已真我与范合一, 而脱离, 个人我, 之轮回。 全经之中, 有意明显特色, 即为表明或维护自己之思想而屡对同时代其他学派之教理加以批驳攻击, 其表现最强烈者, 为对数论学派, 范S. Cure之驳斥, 此外对瑜伽派, 圣论派, 佛教, 其纳教, 受主派, 顺世派等, 亦多所攻击。 其论意佛教之部分, 大多至于第二篇第二章。 本经与奥义书, 范Upeniat, 薄家范哥, 范Bogavad, JT, 等, 同位印度文化史上之重要经典。 本经之注释书极多, 较重要者有商杰罗, 范A.Kara, 知范经注, 禅论范我绝对一体之, 不二一元论, 罗摩拿蛇, 范R.M.Muja, 知范经注, 禅论范我犹如部分与全体之关系之, 致现意元论, 沙达南多, 范Sadnanda, 知肺谈多精药, 范费Danta, SRA, 等。 Nand Roma Sanskrit Series, 一千九百, SK, Belvacar the Bromastas of BDARIA, 一千九百二十三, 一千九百二十四, P四千六百四十。 范道, 指断除淫欲之禅禁修行, 杂辟玉经, 大四, 五二九中, 是范天王于朱银田已禁无余, 以事故言, 若有人修禅禁行, 断除淫欲, 名为行范道。 大制度论卷八, 参阅, 范, 四千六百二十六, P四千六百四十一。 范僧, 亦指由西域或印度东来之一国僧吕, 亦指持戒清净, 即修范行, 知修行僧。 然至其后, 亦见用以范指一般僧人, 盖以出家修行佛道者, 必以出离俗世, 舍弃杂染, 断除淫欲为基本要物之故。 又修范行之徒众, 则称范众。 此外, 范仲天亦略称范仲。 据舍论卷八, 叙高僧传卷二十五世元通章, P四千六百四十一。 范福, 范语BRHMA, PUYUTFA, 即大范天之福德, 与三圣圣果之圣德并称二福。 断淫欲之天, 称为范, 色戒天即属词。 又总设色戒, 无色戒亦称为范。 凡修如下盛行者, 可得身范福, 即, 一, 建塔供养佛设立者。 二, 造四师缘供养四方僧家者。 三, 令已破合合之佛弟子合合者。 四, 于一切有情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者。 五, 为救母命, 救父命, 救如来命而舍身者。 六, 于正法中出家者。 七, 度他人出家者。 八, 为转法轮处能请转法轮者。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一, 据舍论卷十八, 批四千六百四十一。 范王三众本末, 即指范王经所说卢舍那等佛之臣道。 右座三众本末, 三众本末臣道。 于范王经所说之广大庄严的莲华台藏世界中, 卢舍那佛为此世界之本源, 敷作于莲花台上。 此莲华台藏世界系由千叶之大莲花所成, 每一叶中有一世界, 其中复各有百亿之须弥山, 似天下, 难言福提。 由卢舍那佛自身便画出千世家, 各具于千叶之世界, 千世家复各画出百亿之菩萨世家, 各座于南沿福提菩提树下宣说菩萨之心地法门。 范王经卷下, 大二四, 一零零三下, 我经如舍那, 方座莲华台, 周扎千华上, 复现千世家, 一华百一国, 一国一世家, 各座菩提树, 一时成佛道, 天台宗乃根据此记载, 皆出三众本末成道之说, 为第一众戏指连花台上, 如舍那佛之成佛, 第二众指千花叶上千世家之成佛, 第三众为每一花叶中百亿果百亿世家之成佛, 此台上, 叶上, 叶中之佛互有本末之关系, 故称三众本末, 至以知菩萨戒经义书详书其关系, 而以两众本, 皆是之, 为台上之舍那位, 本千花叶及千百亿之世家共位, 又于中千世家位中之本, 千百亿世家位积中之, 如是台上, 叶上, 叶中共成三众本末, 依依佛西成正觉, 称为三众本末臣道。 法华玄义卷七上, 参阅, 莲华藏世界, 6152, 批4641。 梵网六十二建经, 全义卷, 右座梵网经, 六十二建经, 三国无, 知千亿于皇五二年至建兴二年, 两百二十三, 两百五十三。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本经旨在显示佛陀西之无上甚深为妙之法, 既不执着于任何见解, 亦不建议外道之悔忘或赞叹, 而为朱比丘解说外道所诞, 这之六十二种偏邪见解。 此六十二种邪忘见解, 参差交错, 如犯天之罗网, 而外道审免其中, 如鱼入网, 不能出离, 故称犯网六十二建经。 本经之同类本有, 八立本章部第一经, 汉义长阿汗卷十四犯动经, 另有诸法护所诞之六十二建经, 其以善意。 历代三宝记卷五, 大唐内典陆卷二, 开元室教陆卷二, 参阅, 犯网经, 四千六百四十二, 批四千六百四十二。 犯网古记, 请参阅犯网经古记。 犯网合注, 请参阅犯网经合注。 犯网界, 即犯网经卷下所载之十重境界, 四十八清界。 于大臣界中, 相对于的持, 于家之分位, 三聚界, 犯网界系不分在家, 出家, 均可受持。 参阅, 十重境界, 四百六十一, 菩萨界, 五千两百一十六, 批四千六百四十二。 犯网界品, 即犯网经之义称。 全称犯网经如舍纳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 经之犯网经, 仅为广本犯网经中有观菩萨皆为, 戒律之菩萨心地戒品之义品, 故称犯网网戒品。 参阅, 犯网经, 四千六百四十二, 批四千六百四十二。 犯网会, 日本佛教用语。 讲说独诵犯网网经, 以其死者名符之追善法会。 戏基于犯网经卷下所在, 父母、兄弟, 和尚阿舍黎之王灭日, 乃至三七日, 七七日, 讲说独诵大臣经典。 东大四要路卷八, 批四千六百四十二。 犯网菩萨戒经, 请参阅犯网经或犯网戒品。 犯网菩萨戒经一书, 请参阅菩萨戒一书。 犯网经, 一夕藏名 Charles, KYRigia, MOSAS, Rigia's Renome, PARSNA, NTSAT, KYSPAIA, CHOP SEMS, DPAISENS, KYINASBAT, PAULEUBCU, P. 凡二卷 全称犯网经如舍纳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 右座犯网经菩萨心地品, 犯网戒品。 相传为后勤究摩罗十一, 然未能确定。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四册。 细说明菩萨修道之皆位及应受持之十众四十八卿之界像。 其广本之卷述, 有诸多一说, 据僧照范网经序所载, 凡六十一品百二十卷, 此为第十品。 盖以大梵天王之音陀罗网, 重重交错无相障合, 诸佛之教门亦重重无尽, 庄严法身魔所障合, 以不所全之法门重重无尽, 譬如梵王之网, 故称梵王经。 上卷为释迦佛于第四禅天菩皆大众, 使归莲华藏世界之子金刚光明宫中, 向台上卢舍纳佛请问菩萨之行音, 卢舍纳佛乃对千百之释迦广说十发去心, 十长养心, 十金刚心等三十心及十等四十法门。 下卷则论及菩萨界, 列举十重境界, 四十八清界, 系释迦佛于梭婆世界言福提之菩提树下所揭示。 此经被视为大臣律之第一经典, 颇为中国日本佛道界所重视。 由以日僧罪臣以本经为依据, 处断当时有关戒律之问题。 此经内容异于小陈律, 无出家, 在家之区别, 而主张众生依照共通之界, 并以佛性之自觉为其特色。 此外, 本经系卢舍纳佛本说, 释迦菩提树下众说, 故被认为属于华严经之类。 因流传, 易住者知识时不祥, 且所在多引用他经, 故意被推定非义自犯家, 戏于我国所伪造, 编入时代约为流宋末年。 习来本经多盛行下卷, 称之为泛网菩萨戒经, 菩萨戒本, 多罗戒本, 菩萨波罗提木叉经, 泛网经卢舍纳佛说菩萨时众四十八清解。 本经之注释书甚多, 如随代至已知菩萨戒一书二卷, 唐代明矿山补知天台菩萨戒书三卷, 唐代法藏传范网经菩萨戒本书六卷, 新罗易记述菩萨戒本书三卷。 金刚引经大于佳秘密新帝法门一卷上, 开源是教路卷四, 险戒论卷中, 二八立名Bromachele Sata。 以八立语书写, 属南方上座不知金藏。 相当于汉一长阿含卷十四分动静, 犯六十二建经。 犯网易称建网法门, 如渔夫用网不渔, 以比喻网罗一切见解之意。 本经之内容即二部而成。 第一细说, 多是人从手持所系悲净之戒, 让赞如来, 右界有小界, 中界即大界之分, 第二部则叙述如来悟道, 体现所说, 为即难见为妙之诸法, 无人唯有依佛所说, 方位真正之赞叹。 英语名词法, 首先述说有关外道之六十二建, 此六十二建含尽正统婆罗门及一般思想界诸说, 佛不仅锦西皆如十乐之, 并断诸执着。 T.W. Reece Davies N.J. Carpenter, The Degonica, 佛 参阅, 范网六十二建金, 四千六百四十二, P. 四千六百四十二 范网金新地品合注, 请参阅范网金合注。 范网金谷, 请参阅范网金谷记。 范网金谷记, 凡三卷, 或作二卷, 四卷。 新罗太贤级, 又称范网谷记, 范网金谷。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册。 细范网金之注释, 分别为识处, 基根, 藏社, 翻译, 宗趣, 提名, 本文等七门。 注释书有文集十卷, 锐尊, 刚义十卷, 清算, 不忘超十卷, 定权, 等。 本书系参照至以, 法藏, 义记等诸书, 而别利一家之鉴。 对净土之一用至以菩萨界义书而言, 本书自习即为律, 真言, 法相等宗所重。 P. 第四千六百四十四。 范网金合注, 凡三卷或七卷。 右座范网金新地品合注, 范网合注。 明代僧智序, 一千五百九十九, 一千六百五十五, 注, 道访教定。 书臣于崇祯十年, 一千六百三十七。 收于万序藏第六十册。 细范网金菩萨新地品之注释。 智序未彰显范网金之内容, 遂作本书论述, 无作戒体, 知性, 因, 原, 体, 相, 其, 果等七具之圣意, 并略解十重四十八倾戒, 乃至此等戒律, 以则与孝顺等一般得目之关系, 亦广未产论。 此外, 又设立十门, 以解说戒相, 即, 一, 随文示意, 二, 性遮重轻, 三, 七重料解, 四, 大小同意, 五, 善识开遮, 六, 一手果报, 七, 关心理解, 八, 忏悔行法, 九, 修正差别, 十, 性恶法门。 P4644。 泛网金菩萨新地品, 请参阅泛网金或泛网戒品。 泛网金菩萨戒本书, 樊六卷或三卷。 唐贤首大师法藏传, 又称泛网戒本书, 泛网戒书, 泛网法藏书。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册。 详解泛网金卷下菩萨戒本, 总力教起所应, 诸葬所设, 社教分歧, 显所为基, 能全教体, 所全宗趣, 世经题目, 教起本末, 部类传译, 随文解释等识门。 本书之特色为解释戒相胜未详细, 十重境界一一设立十门, 四十八清界则分八门。 全书援引八十种经律论, 其中并含有居士请森福田经, 笔丘印功法行经等古艺经数种。 著式书有纪要六卷, 凤坛, 日珠超五十卷, 宁然, 等。 P4644 梵网经如舍纳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 请参阅梵网经或梵网戒品。 梵网经忏悔行法, 请参阅梵网禅法。 梵网禅法, 全义卷。 右座梵网经忏悔行法。 明万亿大师智序, 1599, 1655, 数。 收于万序藏第107册。 本书系依据梵网经之内容所设立之忏悔行仪。 共分十门, 集, 1, 研道场, 2, 敬三叶, 3, 香花供养, 4, 赞礼归1, 5, 沉醉毁除, 6, 立世诵戒, 7, 苦道礼佛, 8, 重修怨行, 9, 炫绕自归, 10, 作念实相。 本书内容并不限于泛网经之药纸, 另有多处引用大宝基金圣蛮夫人会及弥勒所问会等之文艺, 兼艺涉及天台宗之一纸。 P4644, 犯罚, 亦及犯贪之至法法。 世事要揽卷下载, 犯罚有二法, 1, 莫病, 一切人不与犯者来往, 言化等。 2, 灭病, 犯重罪而心无惭愧, 众所不能容, 不可与其共住, 于众中举世其罪并驱出。 4分率卷57, 二位犯天之至罪法。 犯王于宫前建立一坛, 天众有不如法者, 则令立坛上, 于天众不与之往来言语。 参阅, 犯坛, 4648, P4644。 犯语, Sanskrit, 古印度之标准语文, 又称天主语, 即废陀, 梵书, 僧灵书, 奥义书及北传佛教圣典所用之语文。 属印欧语族, Sanskrit乃源自Saskta, 完成之语。 我国, 日本依据此语言由泛天所造之传说, 不称泛语或圣语。 相对于一般民间所用之俗语, 泛语又称亚语。 广义而言, 可分为废陀梵语, Felix Sanskrit, 与古典梵语, Classical Sanskrit。 前者为婆罗门教之圣典, 废陀, 之语言, 后者系于西元前四世纪左右, 由文法学者波尔尼, 范皮尼, 加以规格化而及其大臣。 据推测, 约西元前二千年请亚利安族由印度西北侵入, 驱走当地屠住, 移住于印度五河地方, 范帕杰比, 编辑以离具废陀为史之四废陀, 不久亦陆续传述解释废陀祭词之范书, 发挥其深意之森林书与奥义书, 乃至略全范书要一支, 本经, 范Astra等, 此等盛典所用之语言, 总称谓古代范语, Ancient Sanskrit, 费陀范语, 即属于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至西元前五百年左右之盛典语文。 相对于此者, 印度二大史诗摩赫婆罗多, 罗摩耶纳所用之语言, 则属于古典范语之一种, 然因含有位数甚多之通俗语形, 故又特称叙世诗范语, Epic Sanskrit。 关于范语之文法书, 自古即有, 自会, 范Niayu, 西元前五世纪之, 尼璐多论, 范Miragda, 即是, 自会, 之著世书。 其后, 波尔尼根据, 尼璐多论, 另又参考诸种文法书, 以, 本经, 之语法传声明记论, 此集, 皮加罗论, 范菲威卡拉雷, 后经颠射, 范Pata Jolly, 等家已注释, 使古印度文章语运, 文法得已确定, 由是, 其后废陀范语经由时代之眼镜, 逐渐发展成定型之古典范语, 而见脱离日常用语, 为其变化较少而久被传承。 又于十八种富兰纳圣典, 范Pata, 美文体, 范Kavaya, 之爱经, 范Kamastra, 以及佛所行赞, 范Buddha, Karita, 大士, 范Mahvastu, 本身满, 范Jayta Karmel, 等佛教圣典皆用古典范语书写。 为区别于古代之范语, 乃将佛教经典所用之范语特称为佛教范语, Buddhist Sanskrit, 又因佛典所用之范语并非纯范语, 而以混用为数甚多之俗语, 呈现即为复杂之形态, 故又称为佛教混淆范语,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八世纪请, 其纳教之典籍亦使用范语。 随着印度人南下, 即向东南亚之扩张, 其文字对于南印达罗皮图语, 范DR6A文学, 东南亚诸国文学皆有巨大影响。 十世纪左右, 由于近代印度各种方言发达, 以及回教徒之入侵, 范语矮逐渐失去其实际知识力, 仅以古典语之地位存在而已。 要知, 此语文具有复杂之文法体系, 在现代印度知识阶级中仍然存在, 多用于书写方面。 范语字母, 范AKERA, 即四十七音, 此外别加AA, KA三音, 则乘五十音。 名词, 代名词即形容词分位性, 数, 格三门。 其中, 性有男, 女, 中性, 数有单, 双, 负数, 格有体, 叶, 聚, 位, 从, 数, 依, 呼格, 每依泛语随其性, 数, 格不同而有语为变化。 动词有自动, 被动, 时态有过去, 现在, 未来, 亦各有语为变化。 我国研究范语之书集颇多, 有翻范语识卷, 宝唱, 一切精英译, 玄印, 慧灵, 西灵, 华严精英译, 慧怨, 西潭字迹, 智广, 范语千字文, 意境, 翻译明译集, 法云, 等。 大方广菩萨藏文书施力根本以鬼精卷十八执昧者一则品,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九, 卷一七二, Max M.L.L.E.R.A. History of Ancient Sanskrit Literature, Reese David's Buddhist India, 参阅, 佛教梵语, 2693, P4645, 梵语千字文, 全译卷, 唐代义静传, 右座唐字千蠻圣语, 梵唐七字文, 收于大正第五十字册, 即以天地日月等汉文一千字对义泛语, 此千字文一义连续且押韵, 四字乘一句, 二十句卫一连, 每二十句换韵, 二十句之后, 至五言四句诗, 同卫一百字, 即一出, 全篇由十出组成, 卷末别录, 犯唐消息, 约三百字之对义, P4646, 犯语杂名, 全译卷, 唐森李延吉, 右座西安字影, 收于大正第五十四册, 细收录日常使用之汉字对义犯语, 语会由身体各部分开始, 色香味处, 动静行指, 树木, 年食, 鸟兽, 药物, 衣服, 青族等计之, 反举一千二百五十个汉语, 一一注以泛语之音译及西弹字, 内容类似唐饭两语双对极, P4647, 泛辅天, 泛名Broma, Puroita, 又座泛妇楼天, 即色界出禅之第二天, 为大泛天之府相, 就名泛先行天, 又称泛前一天, 以在泛前横丝泛天立义, 应以为名, 泛辅天之天众皆为大泛天王之府必成, 又天王行姓时, 必为列行侍卫, 出禅天之主为大泛王, 其下之泛仲天, 泛辅天分别为其人名, 属成, 大批婆沙论卷九十八, 玄印英义卷十八, 据舍诵书士品卷一批4647, 泛摩三罗, 二十八不重之一, 面如天女, 头戴天官, 左手腹暗于其边, 右手持白伏当胸, 阴若庄严如天人, 参阅, 二十八不重, 一百七十三, P4647, 泛摩尼, 泛语Brahma, Mai, 亦亦净朱, 即止宝朱, 摩尼, 为泛语Mai之音义, 又作莫尼, 乃宝珠之总称, 泛, 离构之义, 经家, 泛, 字, 以显其洁净, 又大泛天王之如义宝珠, 义称泛摩尼, 米勒上身经书卷下, 翻译明义集卷三, 参阅, 摩尼, 六千零六十七, P4647, 泛摩鱼经, 全义卷, 又作泛摩鱼经, 三国无, 知千亿于皇五二年至建兴二年, 两百二十三, 两百五十三,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内容叙述婆罗门泛摩鱼, 泛Bronyu, 怀疑佛陀三十二相之真伟, 后见到佛陀之广长舌相, 英玛藏相等三十二相, 欣喜感叹之余, 乃归依佛陀, 其后, 佛陀又为之解说至道之药, 泛摩鱼闻之, 心开意解, 正阿那寒果, 不久即命中, 本经为中阿寒卷四十一, 泛摩经之别义, 内容亦相当于南传巴历文中部, Mahuhayma, Nikya, 之第九十一经, 历代三宝纪卷七, 初三藏纪纪卷二, 大唐内典陆卷二, 开元世教陆卷二, P4647, 泛摩南王经, 请参阅泛摩南国王经, 泛摩南国王经, 全一卷, 又作泛摩南王经, 异于西境之时, 异者不详,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内容述说泛摩南国王不知其子君灵如出家以政的阿罗汉, 为见其精情粗食, 遂对其功养异于僧众, 佛陀乃令君灵如献神通为国王解说苦, 空等四地要旨。 泛摩南王闻其所说, 心意领解, 正得虚陀还。 佛陀并对阿南阐述比丘受人不失饮食, 依福之食, 为使使者得福, 不得分别好坏, 又令阿南于禁食时解说, 僧拔, 知重要, 即为众僧饭食皆平等之矣。 出三藏记集卷三, 重经目录卷三, 法经, 开元事教路卷二, 真元心定事教目录卷四, 批四千六百四十七。 梵妾印, 指密教带随求菩萨, 随求八印, 终之第八, 即一切如来随心真言印。 其印相乃以两手之五指展开, 左手上仰, 置于胸前, 右手负于左手之上, 两手向合, 手掌稍微弯曲。 又如般若菩萨, 文书菩萨等, 一截此手印。 批四千六百四十八。 梵妾, 为婆罗门所用庄严巨之一种。 巨皮奈耶杂士卷一载, 六群比丘植入城起石时, 见婆罗门生着梵妾起石者, 多得美味, 岁有仿效者。 因而佛陀制定凡者犯献者得月法罪。 月法罪未为月正法之罪, 出其未清罪之一种, 其后密教判以痛越三摩耶之重罪。 批四千六百四十八。 梵妾, 巴利与Broma, Kaka。 法轮之别称。 有多种解释, 一, 佛出臣道时, 梵天王请转法轮。 二, 以佛为真梵, 乃真梵王之力所转。 三, 以能遣除诸烦恼。 四, 应世人以犯未贵。 五, 以佛之说法清净。 六, 为佛以似犯行心说法等, 故称为梵轮。 又大制度论卷二十五载有梵轮, 法轮之一同, 或以为无有差异, 或为梵轮系事现似无量心, 以似无量心得道, 是似禅, 是修禅定圣道, 法轮, 则是四地法, 依余法得道, 是三十七品, 是修智慧圣道。 大制度论卷八, 俱舍论卷二十四, 参阅, 法轮, 三千四百二十三, 批四千六百四十八。 饭坛, 饭与Broma, 得A, 巴利与同。 又做饭达, 亦亦为莫病, 犯法, 犯天法治, 犯障, 乃对犯戒之比丘或比丘尼所行之一种治罪法, 即不许与犯戒者言语, 此系九种治罪法之一。 据长阿含卷四游行经载, 佛告阿南, 于其涅槃后, 若产怒, 巴车娜, 急车逆, 不顺威仪, 不受教诫, 阿南等当共刑犯谈罚, 并赤诸比丘不得语语, 义勿往返教授从事。 产怒为六群比丘之一, 常行恶事, 与众僧不合合, 故为此而治犯谈法。 又为摩经略书卷一载, 大三八五六八上, 亦云比犯天治罪法, 别利益谈, 其犯法者另入此谈, 诸犯不得共语, 依此, 犯谈即为犯天之治罪法。 增议阿含经卷三十七, 五分律卷三十, 大制度论卷二, 犯网经法藏书卷六, 四分律刑事超资持计卷七, 参阅, 犯网, 四千六百四十四, 批四千六百四十八。 犯学精良, 约千卷。 日本影光词云尊者编著。 搜集犯字及犯语学习上之参考资料, 以供学习之辩, 经流通于日本各地。 全书记分成本权, 墨权, 通权, 别权, 略权, 广权, 杂权等七部。 第一部收录诸诗施协回之犯本, 被业类, 第二部搜集佛名, 济文, 陀罗尼之译文, 第三部为有关西坛章, 西坛字迹等之犯字表, 犯文典之文献集载, 第四部收录梵语签字文, 翻译名义大集等二十九部有关梵语学之书集, 第五部主要解说梵词字字体, 书法, 符号, 第六部解释佛号, 法藏名号等, 第七部收录西坛创学超, 外国文字, 记形等有关梵语之参考文献。 编辑年代, 据推定完成于明河三年, 一天七百六十六, 为研究梵语必备之参考书, 网罗当时日本所有资料, 刊登矿式大业, 原本现藏于河内, 大阪府, 高贵寺, P4648, 范利, 印度立法之通称, 范, 本无印度之意, 此乃我国佛教者认为西坛为印度文字, 乃范天所造, 故称范字, 因此, 范, 即成为印度之代名词。 至于范利一语字何时开始使用则不明。 点天文立法, 善波周, 印度学教学研究四一, 摩登加经天文立数, 善波周, 教大学学报二期, 参阅, 佛国立项编, 2657, 佛教立法, 2708, P4649, 范贞, 宋代森, 前唐人, 原名有贞, 浩南平, 身足年不祥, 受剧足界后, 从学于四明之礼, 之礼以天台诸学竟受之, 为不受其, 磨喝止观, 令其自行阅读二十遍后, 在家以应可。 黄幼三年, 1051, 至上天竺寺, 四年归金山。 西宁五年, 1072, 印杭州太守之请, 入南平新教寺开讲习。 诗变才无碍, 美就观心, 观佛等问题, 与敬诀人乐等之, 后山外派, 诸诗展开对论, 明动一时。 这有, 事实类, 开创南平一家特有之类集形式著作。 其后所者之诸文类集, 独教记, 序语集, 乐邦文类, 皆为此类行事。 令这十步二门总别只归, 现已不存。 有弟子从尽等人。 其门亭为四名三家中最凡胜者。 崇宁年间追逝, 十相禅师, 之好。 P4649。 范坛指多纳林, 又作范坛指多纳林, 范坛指多纳林。 为先居林, 圣居山林之矣。 系指诸先范至隐气之利索, 该邻居常出上妙分腹之香气, 与人以熏席之矣。 是磨合言论卷五, P4649。 范男, 为范行之男, 为比丘二种男之一。 比丘范, 进行时, 因俗家七世情义之阻扰, 或葬女咒获, 皆为进行之障男, 故称范男。 四分律山凡却形式超卷上四, P4649。 是四天王, 指范天, 帝氏天, 即四天王。 又作范氏四天。 即色界出禅天之范天, 欲界刀立天主之帝氏天, 何称为范氏, 四天王之并称。 四天王为东方持国天, 西方广睦天, 南方增长天, 北方多闻天。 范氏四王君为佛法之守护神, 常随世如来, 恒不舍离诸大三昧, 能献无量差别诸生。 八十华盐金石的品, P4649。 范氏, 又作大中, 调中, 状中, 红中, 金中, 为寺院及大众时状名之巨。 朝夕名之或斋会节庆名之以示其使。 范, 清静义, 为有关于佛侍者, 应取其义以为名。 我国教具规模之寺院, 皆见有钟楼以悬范中。 我国范中之起源不详, 约始造于后周, 十世纪中叶, 以后, 以青铜为主。 行至不定, 以高四尺, 直径二尺左右为通力, 下方开口, 上端称为龙头, 有扭以便悬挂, 下步有下对之两个中左。 有处横调, 状中作部分以名之。 广宏名集卷二十八, 旭高森船卷二十九, 参阅, 中, 六千八百三十九, 批四千六百四十九。 范魔, 范与魔之并称。 范, 即范王, 为色界出禅天之主, 代表色界诸天, 魔, 即他化自在天, 为玉界第六天之主, 代表玉界诸天。 法华经续品, 参阅, 大梵天, 八百五十, 他化自在天, 一千五百四十, 批四千六百五十。 梵想, 如来梵音之声响。 佛陀之说法, 以为妙清净之梵音, 响彻十方, 故称梵想。 往生论, 参阅, 梵音相, 四千六百三十四, 批四千六百五十。 梵赞, 梵语, 以梵音探永佛菩萨功德之赞文。 盛行于印度之赞歌友, 马明, 或魏摩系李至扎, 之四百赞, 一百五十赞, 臣纳就一百五十赞, 每赞加一颂以何之, 臣杂赞三百颂, 释迦提婆父以臣纳之颂各加一颂, 柔臣杂赞四百五十颂, 另有龙树之苏邪李离区, 犯苏道拉卡, 密有书, 及马明之佛所行赞等。 印度之佛教赞歌系承袭叙事师罗摩耶娜, 犯RMA, 之语法而成之一种宫廷师, 犯KVIA, 文学, 并何以音律附勇, 凡此, 汉译本有意义者, 亦有锦衣范因因义者。 如三身范赞, 佛三身赞, 佛一百八明赞, 佛吉祥德赞, 八大灵塔范赞, 赞法借诵, 八大灵塔明浩金等军事。 南海纪归内法船卷四, 初三藏纪纪卷四, M。 Winternetska Schecter Indischen Literaturata, Bet, A. McDonald Sanskrit Literature, P4650, 梅子首也, 禅宗公暗明。 唐德宗时, 马祖道一禅师应可法四大梅法长之语。 景德传登陆卷七, 大五一, 二五四下, 大祭文师筑山, 乃令一僧道问云, 和尚见马师的各什么便筑此山, 师云, 马师向我道极心极佛, 我便向这礼柱, 僧云, 马师近日佛法又别。 师云, 做魔生别, 僧云, 近日又道非心非佛, 师云, 这老汉或乱人未有了日, 任辱非心非佛, 我只管极心极佛, 其僧回, 举四马祖, 祖云, 大众, 梅子首也, 法常柱大梅山, 马祖岁以, 梅子首也, 亦与暗示其心境成熟。 然于宋高僧传卷十一, 祖堂极卷十五中, 则以, 梅子首也, 亦与, 为法常之同门言观其安所作之评语。 P4650, 梅光熙, 民国初年法乡学者, 自邪云, 身足年不祥, 必身致力于佛学研究, 曾有学于洋人山之指环经社, 与欧阳建有同门之意, 于为十亿钻研颇深。 民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发表, 相宗新旧两义不同论, 义文, 指出菩提流知, 真地位旧义, 玄奘位新义, 颇为当时佛学界所瞩目。 这有相宗刚要, 相宗刚要续编, 相宗十传略路, 法院一灵章为十章著, 大臣相宗十圣论等书。 P4651 梅元真龙, 1885, 1966, 日本佛教学者。 龙鼓大学毕业。 曾任劝学辽头, 显真学院主要干部。 这有叹一钞讲义, 绝如上人, 真宗提要, 文书选钞, 义成之道, 教行性振兴士级 梅元传级35卷等。 P4651。 梅元猛, 1925, 日本哲学评论家。 1948年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 先后任教育立立业宗大学。 先后任教育立立大学,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及艺术大学校长。 主要论注有佛像、 新与行、 地狱的思想、 佛教的思想、 不安与星球、 中国净土、 日本与东阳文化等。 P4651。 欲、范语Chanda或Rogers 又做乐欲 心所名 意为希求、欲望 希望所做事业之精神作用 说一切有不止从一切兴起之作用 为大地法所设 为时宗则为 心捕捉对象系由作义之作用 非由欲之作用 故欲非从一切兴起 谨细对愿求对象所起之别境 欲有善、恶、无忌等三性 善欲未引起精情心之根据 恶欲中之西欲他人财物者 称为贪、未根本烦恼之一 欲有五欲、六欲、三欲等多种 一、五欲、爱着色、身、香、味、处等 无尽者称为五欲、被爱着之五欲 亦称为五欲、五欲得获五妙欲 对财、色、饮食、明、睡眠之欲 亦称作五欲 二、六欲、对色、形貌、微移姿态 言语音声、细华、人相之欲 即为六欲 三、三欲、于六欲中对形貌、姿态、细处之欲 称为三欲 此外 以贪欲生而难悦、异落 比欲未欠 称为欲欠 或以贪欲之烦恼 能令人沉默如何 称为欲和 比欲诸欲恼人如真刺生 称为欲刺 此等皆未强调欲之害人 又以欲之乌生 扰人 而比欲未欲成 欲魔 欲父等 巨舍论卷四 品类足论卷二 阿成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一 称为石论卷五 参阅 五欲 1149 六欲 1291 批4651 欲天 止欲戒诸天 既有六重 又称六欲天 即止四王天 刀立天 夜摩天 兜率天 乐便画天 他画自在天 巨舍论卷八 批4652 欲天五盈 欲戒诸天之盈事有五种 一 四王天与刀立天 前者居须弥山腹 后者居须弥山顶 故未帝居 其盈事与人间无异 二 夜摩天 于欲镜之时分 故以相报成淫 三 兜率天 于诸欲镜之止足 故以止守成淫 四 乐便画天 欲心为薄 故以相效成淫 五 他画自在天 欲念渐进 故以相视成淫 长阿含经卷二十 巨舍论卷十一 批4652 欲火 即盈欲之热情 犹如火能烧众身心 或以盈欲心如火不可遏止 故称欲火 欲又作欲 冷言经卷八 大一九 一四三下 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行淫 同名欲火 菩萨见欲 如碧火坑 法院诸灵卷四十四 批4652 欲生 依三心 三性 之一 全称欲生我国 即欲往生 弥陀净土之愿心 欲至心 幸乐 共为净土门之安心 参阅 三性 五百七十八 二范雨 Kemot Patti 指六欲天所受用之欲净 虽有三种分别 均为受欲 故称为欲生 三指于欲界之三种生 阿皮达摩基一门族论载载三 欲生 大二六 三八六上 有诸有情 勒寿现前诸庙欲净 比于现前诸庙欲净富贵自在转 为人权 天一分 是第一欲生 中略 为勒变化天 是第二欲生 中略 为他化自在天 是第三欲生 中略 欲生者 为此欲欲戒身 P4652 欲求 二种求之一 即西求满足诸种欲望之义 成时论卷时列举二种求 一 求现存之诸欲 称为欲求 二 更求后生 称为有求 P4652 欲法 指语欲 受欲 说欲三法 即巨型菩萨 说戒 受戒等时 同一节戒内之比丘皆应参加 然碍于其他原因而不能参加者 于此法式表示随喜共赞其事之希望 称为欲 将此欲以委托其他比丘 称为欲 受此委托 称为受欲 于僧中传达其意 称为数欲 十颂绿卷十五 萨婆多布皮尼摩德勒加卷六 四分绿三反补却形式超卷上一 P4652 欲金刚 泛名Ia Phaidra 因一依色扎赴日罗 又座欲金刚 剑金刚 一身金刚 金刚剑 眼剑 密教金刚界曼图罗里去会中台五尊四金刚之一 即列于中尊金刚萨朵之前方月轮莲花上之菩萨 生成赤色 种子 Maw 三昧 行为剑 又此尊为五秘密菩萨之一 形象以左手持弓 右手持剑 利右膝而作射状 巨金刚 顶于家金刚萨朵 五秘密修行念 送以鬼仔 玉金刚 名为班若波罗蜜 能通达一切佛法 而无智无碍 犹如金刚能生诸佛 持金刚弓 剑 射阿赖耶时中一切有漏种子 成大元尽智 一己此尊以大悲欲 射众生心中之贪欲 使能误入班若里去清净 里去是卷上 大乐金刚萨朵修行成就一鬼 金刚界七级卷下 P4650尔 预染 指诸预染污真性 或指贪欲等烦恼 金刚班若金 大八 七七二下 世尊 我是阿罗汉 鲤鱼预染 大品班若金卷二十七 法华金卷二P预品 P4653 预留 范语 Kamalaga 为预界贪田等之私货 由此私货而流转于预界 故称预留 四流之一 又座预报流 预界之私货 即见到四地之下各有贪 田 慢 疑四货 而成十六货 修到下有贪 田 慢三货 以及无残 无愧 睡眠 调举 婚审 千 吉 奋 腹 毁失禅 总为二十九货 又预留为三界生死之总称 以抑郁之迷惑 而转于 身死之故 增益阿含金卷二十三 据舍 论卷二十 参阅 四 暴流 1831 P4653 欲界 范语 Kamalaga H2 D 巴黎语 同 至有情生存状态之一种 又指此有情所住之世界 欲界与色界 无色界合称三界 集合地狱 恶鬼 畜生 阿欧罗 人 又欲天之称 此世界之有情 已有食欲 盈欲 睡眠欲等 故称欲界 欲界包含有情世间 语气世间 相对于色界与无色界之为定心 如禅定三昧不散动之心 之地 以欲界为散心 散动之平常心 之地 故称欲界散地 然就欲界是否有定 禀婆沙论卷十 大乘一章卷十一等载有诸说 若将三界分为九的 所谓欲界无趣的欲界全体及属九的之最出底 此外 有关欲界所包括的范围及类别 诸经论中各有记载 如砸阿皮谈心论卷八修多罗品列八大地狱 畜生 恶鬼 四大洲 六玉天等二十处 长阿寒金卷二十刀立天品则分地狱 畜生 恶鬼 人 阿虚伦 四天王 刀立天 燕魔天 兜律天 画自在天 他画自在天 魔天等十二种 与佳师的论卷四列有八大地狱 四大洲 八中洲 六玉天 恶鬼及飞天 继有三十六处 巨舍论卷十一详述其位置 身长 寿命等 长阿寒金卷十九 启士金卷一至卷九 舍利福阿皮谈论卷七 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 卷一三七 巨舍论卷三 批四千六百五十三 欲戒三欲 据翻译名义及卷三 举出欲戒凡夫之三欲 指 一 饮食欲 及凡夫于种种美味之饮食 多生贪爱之心 二 睡眠欲 及凡夫之心多暗塞 担者于睡眠而不能勤修道业 三 淫欲 及一切男女由互相知贪婉 而起造诸种欲事 P4654 欲戒定 只属于欲戒之禅定 又称欲定 关于欲戒是否有定 有种种议论 或以欲戒无禅定 唯有散心 故所谓欲戒定 系只未制定 即入于初禅定之前的阶段 或以欲戒虽多散心 仍有少部分定心 取此少部分之定 称为欲戒定 以其定心不永绪 消灭胜速 故又称电光顶 燃尘石论卷十一 则为欲戒有确实之禅定 能发出无动智 阿皮坦皮婆沙论卷四十一 七铁剑文卷三末 P4654 欲戒散得 及欲戒 色戒与无色戒之有情方有定心 有定心处称为定的 欲戒未散心之地 因欲戒有情无定心 故称欲戒散地 世事要揽卷中 参阅 欲戒 4653 P4654 欲戒系 系者 居系之矣 系复于欲戒之法 称为欲戒系 欲戒所系 具足十八戒 幼二十二根中 除后三无漏根外 其余十九根未欲戒系 九十八随眠中 有三十六随眠未欲戒系 大皮婆沙论 卷五十 卷五十二 巨舍论 卷二 卷三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 卷二 参阅 界系 三千八百九十三 P4654 欲戒 人类之爱欲赤胜 声广 难以拖出 故以海味辟欲 一般以爱欲难度 譬如疾流 称之为欲流 犯Kamag 众生皆由于赤胜之烦恼而轮回生死 不能到达理想之涅盘界 称之为烦恼生死大海 烦恼中以爱欲为罪重 故称爱欲为欲海 P4654 欲瘫 泛语Kamagra 八粒与同 右坐欲瘫随眠 指欲戒之贪烦恼 有贪 之对称 即上二戒 色戒 无色戒 之贪烦恼 称为有贪 对此而言 欲戒无不所断之贪烦恼 即称为欲贪 欲贪有淫欲贪 淨借贪等别 其中 修不静观以对质淫欲贪 修四无量中之舍无量以对质淨借贪 又据舍论卷十九节是欲贪 为欲戒之贪欲系原色 深 香 味 处等无欲之外 在静而起者 故称欲贪 品类族论卷三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三 参月 贪 四千七百九十二 批四千六百五十四 欲爱 指欲戒之烦恼 即对五欲之妄之 菩萨喜乐正法 称为法爱 对之 凡夫贪爱无欲 称为欲爱 常阿含经卷十 冷言经卷 以及义门族论卷四 参月 爱 五千四百五十七 批四千六百五十四 欲勾 即菩萨为救度众生 以欲牵引之 比喻欲未勾 故称欲勾 唯摩经卷中佛道品载 菩萨为救度众生而行善巧方便 视现种种生 或现做影女 又引好色者 先以欲勾牵引 终令入佛制 批四千六百五十四 欲勾 泛语KM-SALFA 巴黎语KM-SALFA 三勾之一 又坐欲有勾 欲 止欲戒之五欲境界 欲 为烦恼之意称 由欲而起烦恼 称为欲勾 及欲戒中除去五步无名外 其余三十亿种烦恼及无惨等十禅 共为四十亿种烦恼 又众生因欲戒之见思二 或造作诸夜 漏跺于欲戒而不能出离 故称为欲漏 杂阿寒经卷十八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二 参阅 十禅 五百零四 三漏 六百四十六 P4655 欲戒 因五欲之法能害人 故欲为戒 称为欲戒 或止欲金刚菩萨所持之剑 或以欲心与静相应 如箭之射中目标 故意称欲戒 八十华盐经进行品 惠灵因一卷十 参阅 玉金刚 4652 P4655 杀 以断绝生命之相续 大日经书卷十载 断除根本 称为杀 即断除一切众生之命根 而命根乃无始无名之诸种烦恼 于密教 即以断除无名烦恼 为杀之生意 大臣一章卷七 二西弹字 A 西弹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杀 撒 瑜伽金刚 顶经是字母品 以撒字门 指一切法性顿之意 参阅 撒 六千九百零二 P4655 杀人刀活人剑 禅灵用语 指杀活自在之方法 即以刀剑比喻师家指导学人之自由权巧运作之方法 于禅宗 诗家皆化学人时 用强夺 不许之方式 欲为杀人刀 给予 允荣之方式 则欲为活人剑 不偏于任何一方 而能自由运用之方法 即称为杀人刀活人剑 必言录第十二则垂势 大四八 一五二下 杀人刀 活人剑 乃上古之风归 亦经时之书要 若论杀也 不伤一毫 若论活也 丧生失命 P4655 杀人不眨眼 禅灵用语 比喻师家皆化学人 冷酷严厉 丝毫不留情 必言录第四则 大四八 一四四中 有杀人不眨眼 抵手脚 方可立地成佛 有立地成佛抵人 自然杀人不眨眼 方有自由自在分 又形容诗家皆化学人之语 另有杀人须见血 比喻皆化之彻底 为救人须旧彻 之对句 杀人不用刀 一语 只以言句巧妙皆化学人 从容录第十六则 必言录第十三则 P4655 杀生 范语 PRTTA 即杀害人处等一切 有情之生命 乃十恶业之第一 五戒之一 八戒之一 十戒之一 大臣佛教 未必免杀身 而禁止食肉 更禁而以放身 为其积极表真 一大制度论卷十三之说 诸罪中杀罪最重 诸功德中不杀第一 世间习命意味第一 断人处之生命 不论亲自下手杀 或教人杀 皆属同罪 比丘杀人 犯四波罗仪 自杀则 结偷懒遮罪 自伤形体 结突及罗罪 杀害畜生 得波一提 忏悔罪 凡犯杀戒者 死后将堕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恶道 即使生于人间 亦不免多病短命 不杀身系依慈悲心 及避免犯下杀身恶业 二理由 从原始佛教制大臣佛教 皆强调之 更成为佛教徒最重要之实践得目 于印度 多有利于佛教立场实行不杀身之国王 我国佛教 于梵网经 金光明经 涅槃经 人家经等诸经中 所说不杀身 不识肉之教导 影响圣据 又如家一唱说 侧影之心慰 人 之端 慈爱普及于禽兽 故古来行人正之君主 亦斥禁杀之令 以示博爱之德 多行于斋会之时 或灵杀附近 佛祖统计卷五十二放生禁杀条 列举各种禁止杀身之力 如梁文帝 北魏县文帝 隋文帝 宋真宗等曾行禁杀 放生 又如智者大师曾画倒一千余处 令舍弃于补 令如四名之言庆法治法师 每年以放生庆祝佛弹 梵网经卷下 顺正理论卷四十二 大皮婆杀论卷十八 批四千六百五十五 杀身戒 杀身 梵语 PR-TA或PR-TA 又称断人命学处 杀人戒 杀戒 即针对杀害人命一事 所制定之戒 为四波罗仪之一 十重禁之一 五戒之一 八戒之一 十戒之一 凡亲自下手杀害人命 或持刀与人而劝人自杀 皆属犯波罗仪 即重罪 关于此戒之制定 据四分律卷二载 佛陀曾于皮舍离宣说不尽观 朱比丘因而验患生命 遂请名为物力加难题之人 断绝此生命 佛陀于事后喝则此过失 遂制定犯断人命者 即为波罗仪 然关于佛陀之戒 各律论所在之时兼有益 幼杀戒于诸戒中之次第 说法不同 有志于四波罗仪中之第三位 亦有志于第一位者 据法藏之范网经 菩萨戒本书卷一阐释 菩萨以大悲畏本 故大臣以杀戒为第一 申闻戒不以杀戒为先 而以淫戒为第一 亦即出家人犯杀戒者甚少 且申闻戒为随犯随杰之戒 而淫欲一起 故诸律中以其次地位赢 道杀 妄 再家人多求福德 幼大臣菩萨以大悲畏本 且杀未体性罪 故于五戒或十波罗仪中列位首位 杀戒之范香 各经论所说略异 然曰可分为五香 即起杀心 有众生 做众生想 用方便加行 断其命 有关杀生之情况 四分率卷二总举自杀 叫人杀 遣食杀等 共计二十种 其他率点中亦有分十五种 二十亿种 三十亿种等之记载 又依所杀众生之不同 而分 杀人者为波罗一罪 杀畜生者为波义提罪 或大别为三品 杀害诸佛 圣人 父母等上品众生为五逆罪 杀害人及天等中品众生为波罗一罪 杀害畜生等下品众生为清构罪 杀生之果报 旧华言经卷二十四位 杀生之最能令众生堕于地狱 处 二 鬼 若生于人中 则得二重果报 亦为短命 二为多病 大制度论卷十三说十最其报 大皮薄杀路卷一一三 宰有三果 即地狱为一首果 生人中多病短命味等流果 所感外物皆不兼助为增果 摩赫森指绿卷四 五分绿卷二 十送绿卷二 十论卷八十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九 菩萨界经一书卷下 P4656 杀佛杀祖 禅灵用语 只超越对佛祖之执着 达到自身及究竟十方世界之境地 杀 只破除执着 杀佛 一即打破对佛祖之执着 或只先无自身为佛之意识 使自成真佛 仅得传灯陆卷五 大五一二四零下 若学做佛 佛非定乡 于无助法不应取舍 辱若做佛 即是杀佛 与杀父害母 一词同意 杀害父母原为五无见业 五逆罪 知重罪 燃灵记录中 以父母欲无名 贪爱 杀父害母 即绝灭一切执着之意 灵记录示众 大四七五零零中 逢佛杀佛 逢祖杀祖 逢罗汉杀罗汉 逢父母杀父母 逢清卷杀清卷 使得解脱 此外 所谓 杀佛基 基 只根基 资质 即只达到超越执着诸佛列祖境界之人 亦指此种之机用 P4657 杀鬼 即只无常犹如杀人之幽鬼 由于无常之理 令生者 不分位见 不择豪贤 必有一死 故以杀鬼比喻之 磨合纸观卷七上 大四六 九三下 无常杀鬼 不择豪贤 法句辟欲经卷 1P4657 杀身 指名中 敲骨等即将停止时之打法 首先中骨由缓而及 连续不停地敲打 于一毁中止时 特别敲打一身强身 二会时 则打弱 强二身 三会时 位中 弱 强三身 皆为告示终了之作用 幼明中将结束时之敲法 称为杀中 停止打鼓之法 称为杀鼓 禅院 清规卷六 警重 P4657 类 类堕尊者 佛陀入灭后 大阿罗汉的宿命制 见自身过去堕三徒 故起大悲心 常悲三徒众生之苦而提气 故称类堕尊者 观精玄一分传通计卷一 P4657 称号 1925 台湾苗栗人 俗姓吴 又据素慧 14岁开始如素学佛 吉常 替法出家 师不仅通达佛法 异常于医药与堪于知学 民国五十一年 1962 应信众之请 于桃园市东北交会 基山西路 构地新建红扇寺 该寺有地千平 于山环水豹之间 竹目挺秀 景色宜人 师后任中国佛教会 桃园县知会 李世常 P4657 身心 泛语ADHIR 为三心之一 又称身性 此词于佛典中之语意 颇有意解 为通常系 只深求佛道之心 或只扫除 有意不定而对佛法 真实确信之心 或只乐及诸功德善行 又深信爱悦之心 为摩经卷上佛国品 大一四五三八中 身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时 具足功德众身来生其国 中略 随其执心则能发行 随其发行则的身心 随其身心则亦掉福 六十华言经卷二十四中列举十种身心之名 大九 五五以上 何等为十 一静心 二猛立心 三燕心 四离玉心 五步退心 六坚心 七明圣心 八无足心 九圣心 十大心 观无量寿经载 若有众生欲往生净土 若发三心即便往生 身心即为其一 善导是为身性之心 另外一指凡夫执迷之身故 如法华经卷一方便品载 众生有种种欲 身心所者 八十华言经卷三十五 占茶善恶业报经卷上 大制度论卷七十一 参阅 三星 五百三十二 P四千六百五十八 身形阿蛇 潜形阿蛇 之对称 身形 身密之行业 即出的以上之行业 有广辖二亿 就辖义而言 出的以上证物地理 与大日如来同位之阿蛇 即称身形阿蛇 又就广义而言 指第二无位以上之阿蛇 亦称出世间身形阿蛇 据大日经义士 也密超卷五载 若同皮卢遮纳至夜圆满者 至即是观自身 为大日深夜 即观自身同萨朵 若如是者 即称身形阿蛇 大日经书卷三 大日经书眼澳超卷二 参阅 十重身形 四百六十一 P四千六百五十八 身坑 原指身澳之坑穴 佛教中 隐喻为身文 原觉二圣正涅盘者 即断坏善根之人 犹如堕入身坑 永不得出离 据八十华言经卷五十字卷五十二载 如来之智慧如大药术王 能利益一切友情 唯于二圣即坏善根之非弃众生 不能为作利益 P四千六百五十八 身杀大将 指除灭诸男之神 又称身杀神 身杀神王 身杀大王 身杀童子 身杀菩萨 唐代旋转善行求法 杜月流沙 遭遇为难 传说当时有一身杀大将守护之 或为其为多闻天 观音等之化身 在密教中 有观其行乡 一般所传有二 一成神王行 左手直青蛇 右手屈臂 羊掌至于右胸前 另一为二手合捧 圣白范 种子为A或H 硬气为金刚和掌 三昧耶行为三谋或三蛇 或为身杀大将 乃皮杀门天手下之大将 为七千药叉之上手 其行香 头为火炎 口为血和 以毒楼为锦英落 以处皮为衣 以橡皮面为西 以小儿为腹齐 足踏莲花 又据身杀大将以鬼仔 有三使者 天上使者静满 虚空使者 富斯大仙 下地使者 水火雷自在亡 能灭除三灾 三种执着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 传卷以图像超卷石 P4658 身杀大将以鬼 全一卷 唐代不空义 又称身杀大将菩萨仪归 收于大阵藏 第二十一册 身杀大将 据传 玄藏于远射流沙 遭遇危难时 感见此神之守护 或以此大将 为北方多闻天王之化身 本仪归 则以之为观世 因菩萨化身 若诵其真言 恶业稀能消灭 文中并载修法 即所成就是 P4659 身房献分 南山律宗以为 佛陀至界有身房 献分二法 至界细为阻止 叶因之发身 叶因必起自贪 甜 吃三毒 以凡夫未能了之心性 故就身口二叶所犯之杀 道 因 妄而制定四重罪 更制定其他戒律 以防止违犯四重罪 此为防范之作用 故称身房 相对而言 若警救一叶 未一致而不另起错误之一事 即称献分 P4659 身密阿蛇 显略阿蛇 之对称 即大日如来 或由大日如来 受贯顶者 又称身密师 据大日经书卷三载 毗卢喇那佛 以本愿之故 驻于加持世界 普现碑身曼陀罗 称为身密阿蛇 童书卷十五载 蒙佛灌顶者 为身密之佛 蒙世间人师之所受者 即称为显略阿蛇 幼大日经书言 奥超卷二载 浅略 即显略 身密二种阿蛇 有三亿 一 事业谈传法灌顶之阿蛇 第四三昧耶 为浅略 秘密谈既然以上之阿蛇 第五三昧耶 为生密 二 事业阿蛇至皮卢 这那究竟阿蛇 各具浅身之二义 三 初的以上见地阿蛇 为生密 的前六五位 为见地阿蛇 为浅略 大日经卷五秘密 曼陀罗品 P4659 身班若 只生妙真如之礼 又做圣身班若 十相班若 及诸佛之教法 为三千世界内外 无与伦比的 最上最尊之为妙法 故称身班若 P4659 深境南宋云门宗森 温州 浙江 人 深足年不祥 入中天竹寺 参业痴禅缘妙 并似其法 后任温州光孝寺住持 是称 以眼深境 这又以眼深和尚 与药一卷 堪行于南宋李宗加西二年 一千两百三十八 收于旭谷尊宿与药卷二 万旭葬第一一九册 五灯会员卷十六 P4659 深密经 请参阅解深密经 深经 为诸大臣经典之通称 此等经典宣说诸法时相生理 故称深经 与 深藏 亦与同意 维摩经法供养品 大一四 五五六中 诸佛所说深经 安乐集卷上 P4660 深历 一千七百四十九 一千八百一十七 日本净土真宗森 大古派讲诗 自子序 好归周 又豪锤天舍 宽延二年 身于岳前景俊阳 普大行寺 天资聪明 魏京京挺永灵寺 寿天收魏法寺 后头京都惠灵 随惠门下 师事随惠 并从之前网波摩 参究奥运 附从制道 龙山珠宗龙 向前沿性相及 显密之学 宽镇三年 一千七百九十一 任拟奖之职 六年晋升奖师 文化十四年 于永灵四世纪 逝寿六十九 世号 相悦远 深屏住树普风 有净土三部经 讲义之四卷 绕形性正讲义二十卷 文类聚超讲义十卷 选择集二十五个 一同辩等书传释 P4660 深禅定乐 指第三禅定之灭 与禅定之乐 受相应者 为四禅中之初禅 二禅 三禅 其中第三禅 为离喜妙月 即离初禅 禅之喜乐 为正念正之 助于自得妙月 因其身心共卫 成一妙月 乃属禅定乐之罪 故为此禅定之乐 受未身禅定乐 法华经卷三化成玉品 大九 二三中 我等所从来 五百万亿国 舍身禅定乐 为供养佛故 又所谓身禅定 细于诸种浅身 不同之禅定中 上帝之禅 胜于下地之禅 故上帝对于下地之禅定 称未身禅定 P4660 青山寺 位于台湾南投民间乡 创建于青道光年间 1821 1850 由陈姓祖先自福建 张州赤水延寿寺 引请清水祖师来台奉寺 至清闲丰五年 1855 史籍资木建 改称青山寺 供奉的藏菩萨 香火鼎盛 日据时期 改建学校 四产寿清 年久失修 几致荒废 民国六十年 一千九百七十一 眼空尼师 尽任 住持 筹划重建 六十四年 大殿落成 殿宇宏伟 四茂素木 庄严 P4660 清水寺 位于台湾高雄 林原乡 创建于清康熙五年 一千六百六十六 出井茅蓬树间 至道光十四年 一千八百三十四 史阔建位庄严四语 民国十六年 一千九百二十七 一度重修 后于五十三年 再度改建 P4661 清水岩寺 位于台湾彰化社 投乡东大武山西路 清庸镇六年 一千七百二十八 泉州森觉通出 捷草庵 至甘隆二十三年 一千七百五十八 以木画所得改建四语 迄今已三百余年 为本省著名古沙之一 民国六十五年 一千九百七十六 三月 该寺与日本神奈川县 相跟福寿院地结兄弟四 P4661 清水教 清代民间宗教之一 白连教分支 山东眼周寿 张党家庄王伦 一千七百七十四 既张既成 而为交手 以古阳县为根据的 自称曾欲一人传授福禄 能召鬼神 又声称黑风节将至 入教即可避祸 广昭徒众 奉弥勒佛 无声圣母 声称圣母降生 刀枪不入 教内分文 五两场 文场之徒众 称为文弟子 习运气练功 不许退教 五场之弟子 称为五弟子 习全邦 可半途退教 称为太平曲 该教流传于山东 河北等地 乾隆初年 集于山东省西方农村中召集信徒 举行宗教集会 乾隆三十九年 一千七百七十四 王伦曾领导徒众作乱 称为清水教之乱 或称王伦之乱 超补林清逆斐济略 圣武纪 魏元 P4661 清世宗 一千六百七十八 一千七百三十五 圣祖第四子 明应征 在魏十四年 一千七百二十二 一千七百三十五 少时受张家活佛 张家乎屠客徒 知教 又随家灵性应习禅 自号圆明居士 即位后严禁基督教 于拉萨设置驻藏大臣 与王公大臣同参禅 即位众世云七诸宏 一千五百三十五 一千六百一十五 知敬土教 这玉传与路十九卷 并传有简模变异路八卷 以驳赤三派 林济禅一派 之说 且于雍正十一年 一千七百三十三 竟决该派 参阅 三派 五百九十四 P4661 清平寺 位于韩国江源道春川郡 好庆云山 相传见于新罗时代 根据揽安普语之清平寺 弥陀真崇修记 收于揽安集 及清平寺帝是真崇修记 收于揽安杂者 之记载 寺中所藏 阿弥陀佛画福及高丽功敏王 一千三百五十二 一千三百七十四 所画之地是天宙福 为当时名画家李君吾所整修 该寺于西间面南而建 其佛殿 回廊 门等 经仅存基石 西北于之及月殿 与南正门之回转门 为普语所重修之遗构 朝鲜佛教通史卷下 李能和 李朝佛教 高乔亨 朝鲜古基图谱 朝鲜总督府 P4662 清白 及清白之法 清白也 至佛所显示之教法 又为无漏善法之总称 揭取其远离烦恼构然之意 而称为清白 法华经续品列为七善之一 如幻三昧经卷下 无量寿经卷上 P4662 清字经管 将大藏经翻译成满洲文字之处 据孝亭旭陆卷一载 乾隆三十七年 一千七百七十二 高宗以佛教大藏经 以有西藏文 汉文 蒙古文等诸种翻译 然禅物深邃 汉译藏经中之咒 既虽带有番切 并未得其秘指 而满洲之文 据义名唱 凡可得其三昧 故设清字经管于西华门内 令张家国师宗理其事 达天 连拔诸森驻之 先后十余年 大藏告成 四体字经十倍 经版出存于管中 其后清字经管改为 十路管 遂以其版目于五凤楼 参阅 四体字经典 一千八百五十六 批四千六百六十二 清河姑 一千八百九十 一千九百八十 福建南安人 俗姓陈 年十四 于慧安三辞四代法修行 苦修十余载 后往普陀山普祭寺受解 二十八岁 之身南渡至菲律宾 于马尼拉创建影秀寺 李勤宁得诸西红法 宣扬佛教教法与中国文化 普洁善缘 渡人无数 影秀四岁成为马尼拉华人 佛教之重要道场 室所创办之祠行记刊 发行海内外 颇获各界好评 民国六十九年逝世 享年九十一 批四千六百六十二 清桌和尚禅极 凡尔卷 宋莫禅僧清桌正成传 永基边 略称禅极 禅极为正成影居日本建人四支也名 本书以正成度日前之术作为前篇 度日后之朱作搜集为一篇 以杂者之名纳于卷末 内容分位 诸体混 佛祖赞 自赞 小佛式 提拔 明 记 序 字说 书 记文等 批四千六百六十二 清茂 一千两百六十二 一千三百二十九 元代禅僧 温州 浙江 乐清人 俗姓林 自古林 号金刚壮 修居首 一般称为帽古林 以末济扬名海外 十二岁从天台山国清四支孤延起出家 是京的度 即后 不顾原初之南 游方天下 先后参访明州学 斗山简翁镜 南平石林拱 陈天绝安真 又于当时已退隐至燕红能人寺横穿如拱之下 精进研修 十九岁时及四七法 其后归返国清寺 元大德二年 一千两百九十八 隐居于平江府天平山白云寺 九年后千至开源寺 魏九 退隐虎丘山少龙之塔院 众烟雪斗 众险之百则送古 皇庆元年 一千三百一十二 在驻开源寺 时阴阳国公之请 蒙赐福宗普觉佛性禅师之号 延幼二年 一千三百一十五 宜居饶州 江西婆阳县 永福寺 令于健康奉台山保宁寺居六年 晚年奉朝廷之命 列席金山大会 备受王臣大夫等尊崇 适数求法语者不下数千人 天立二年世纪 适寿六十八 四七法者有了安清玉 众谋良由竹仙范仙 范仙东渡日本 开创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之竹仙派 诗之与路有古灵清茂禅师与路五卷 古灵清茂禅师十一纪送二卷 出驻平江府天平山白云禅四与路 开园禅四与路 其末纪教著名者有别 远远只送别纪太定二年九月二日一服 月灵到号太定四年三月望日一服 逢紫正宝宁四复八等 增集续船灯陆卷五 续灯存卷六 五灵岩筒卷二十一 墨迹祖师船卷上 禅陵墨迹解说 田山芳南 P4663 清茵阁 位于四川峨梅 创建于四世纪 唐石称牛星寺 明洪五元年 一千三百六十八 广继禅禅师家已修复后 改名为清茵阁 寺院附近满部清澈溪流 瀑布 景致其家 故为峨梅时景之一 为文人所雅好 驾于深渊上之石桥对面 有一红色之 双桥青鹰 扁鹅 循集斗之石街上行 可置白衣冠鹰楼 重要建筑有双飞亭 牛星亭 红色六角亭等 P4663 清泰国 及阿弥陀佛所居之国土名 意志清净淑泰之国 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金载 阿弥陀佛之国土 好清泰 其与父母 诸圣众共住于国中 然无量寿经等则广宣说 阿弥陀佛为西方极乐世界之教主 常住其中 与前者所在 阿弥陀佛所居国土名为清泰 有父母等眷属 两说迥义 故古来对此二土及其报话等 有诸种论说 安乐极卷上以为极乐为净土 弥陀报身所居 清泰为会土 弥陀化身所居 大臣法院议林章卷七末载 清泰 极乐细为同处 更就报 画之配属有二说 一说已为经中所说 有父母等眷属 乃作为西方极乐 通于画土之证明 另一说则已为所谓 有父母等 细为他受用身之视线 实无此等事 故彼土为报非话 另据是净土群一论卷六 一有三说 前二说已清泰 极乐为同处 第三说已为英泰为会土 极乐为净土 阿弥陀佛于清泰受胎身 于极乐成正诀 法华经玄暂卷七 阿弥陀经书 原小 P4664 清海曼陀罗 又座超身四曼陀罗 净土曼陀罗之一 清海 日本平安中其人 大和超身四僧 据说清海曼陀罗系清水四观 因受于清海之净土变相 然原本已施以 今奈良极乐四所藏之清海曼陀罗 系座于连仓出其者 其图类于至光曼陀罗 然教为复杂 又磨写本极多 P4664 清查门教 明末至清中叶民间宗教之一 为明末文乡教主 王森之子孙所创 教徒吃素 奉弥勒 观音 无声老母等神佛 初一上香 公轻茶三杯 并送金卷 收徒时除受三规五界外 受各种咒语 招收徒众对象 多以贫苦农民 低生产者 及无业游民为主 教徒拜见师父及王姓者皆须磕头献钱 称为朝上 每逢真月 十二月定期献钱一次 称为根基钱或福果钱 以及种下弥勒下凡时代之根基与幸福 该派主要经卷有九连如意皇集宝卷真经 袁亨利真药史经 三教应杰总观通书等 其中后者内藏明显之反清复明思想 对清代民间起义有很大之影响 二百年来潜伏传播余计 静 玉 厄 婉 苏 苏等地 清家庆十八年 一千八百一十三 后 清廷大力镇压 王氏家族被杀戮放逐 始告衰为 P4664 清玉 一千两百八十八 一千三百六十三 元代禅僧 台州 浙江 陵海人 俗姓朱 自乐安 浩南唐 以末济阳明海外 九岁丧父 十六岁从虎严禁福出家 试经的度 以西白明藏主之圈 往苏州开元寺参访古林清茂 岁物儿四其法 皇庆元年一千三百一十二 清茂在筑开元寺之际 师乃任入院士者 其后归返近山 任须古西林臭唐座 令于其师清茂入筑建庚保宁后 任分座第一座 天历二年 一千三百二十九 清茂世纪后 退隐于飘水开福寺 元统元年 一千三百十三 天至阿兴本爵寺 居十年 十人尊位南大法壮 是大夫问道者慎重 并蒙第四金兰一级 慈云普济禅师 知好 后退隐于南唐 至正五年 一千三百十五 一度居于吴中 江苏吴县 林延寺 后遇冰火 与弟子组辗转避难 其后退老于最里 亭之北三里处辞云院 至正二十三年八月世纪 是寿七十六 司法者为穆安文康 师之羽路有了 安清玉禅师羽路九卷 吉庆路中山开福寺羽路 嘉兴路本爵禅寺羽路 平江路灵岩禅寺羽路 师爵和尚书应安师祖法语 其末季教住者有余月灵到 剿与天利己四藤月二十五日一福 法语至元七年正月十七日一福 至正丁亥年一末 宋学士全集补一卷三 宋连南唐禅师向赞 增集续传灯路卷六 五灯岩筒卷十一 士士基古略续集卷二 末祭祖师传卷上 禅陵末祭解说 田山方南P4664 清凉山一山西五台山之别称 此山岁鸡尖兵下人飞雪 五岩筑故称清凉 华岩探玄祭卷十五 参月五台山一千一百九十二 二又称石头山 位于南京市西清凉门内 山腰有清凉寺 西有扫夜楼 山颠有翠围亭 乃精灵名胜之一 参月清凉寺 四千六百六十五 三位于陕西延安东北 山中有唐 送所雕凿之石窟四万佛洞 内有数以万计之大小佛像 菩萨像 历世像等 神态各异 生动逼真 另有历代名人学者之 摩雅提克五十多处 P四千六百六十五 清凉文艺禅师语录 请参月精灵清凉院文艺禅师语录 清凉月 比喻菩萨之悲得如妙月清净 即以菩萨内阵离障 是未尽至 能以尽至赦兆万物 是未光明 故以知比喻菩萨之悲得 六十华言经离世坚品 大九六七灵下 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尽空 P四千六百六十五 清凉玄坛 请参月华言玄坛 清凉寺 一位于山西五台山中台之清凉谷 北魏孝文帝 四百七十一 四百九十九 所创建 这 华言论 一零零卷之灵辩 四百七十七 五百二十二 曾来此祈求文书菩萨之加持 武则天长安二年 七百零二 大德感禅师奉赤来寺主持 开成四年 八百三十九 日本猿人来寺参礼 于其入堂求法寻礼 继终叙述颇祥 该书为清凉寺乃五台山最初建立之犯沙 然一般却以中台大福寺为最初建立之寺院 现清凉寺以荒废 仅存清凉时及千佛塔 二位于南京市西清凉门内石头山腰 又称清凉报恩禅院 别称新教寺 广惠寺 唐中和四年 八百八十四 创建 初未修复 悟空 所居 其后清凉太清 青山文遂 为意诸诸此 大明义统治卷六 精灵范沙治卷十九 三位于江苏常熟之于山中 汉月法藏开山 明万历年间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一十五 创建 旧称三丰禅院 康熙三十八年 一千六百九十九 赤赐 三丰清凉禅寺 知匾额 四位于台湾台中县太平乡 主云法师 创建于民国七十二年 一千九百八十三 为颇具规模之净土宗道场 曾于七十四年 创办净土专宗佛学院 五位于日本京都市 又京区琢尔廷 属净土宗 俗称释迦堂 本尊为释迦相 乃然于宋时从我国请去 此释迦如来历相及指本着色 融通念佛缘起二卷 释迦堂缘起 清凉寺缘起 等 皆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P4665 清凉寺缘起 清凉寺缘起 樊六卷 藏于日本清凉寺中 为描绘詹谈佛像 由来之图 会与此书文字说明 清凉寺位于日本京都 俗称是加堂 故本书又称是加堂缘起 清凉寺占谈瑞相缘起 其词书系由清连院尊应准后所转 其相则未受也缘性所惠 永正十二年 一千五百一十五 作 内容为有关自三国时流传之本 尊缘起 燃携回日本 即开创该寺之经过世纪 P4666 清凉寺 比喻涅槃之无热闹 大制度论卷二十二 大二五 二二一下 人大热门 的入清凉池中 冷燃清了 无复热闹 或止阿诺达龙王所驻之阿诺达池 居于此池 无岩浮提龙王所患之热闹苦 华言经书卷七 大三五 五五零中 此无热龙驻清凉池 初香美水 法华玄一卷二 卷四 P4667 清凉 泛语阿达 六阿达 Pari阿达 巴利语色达 非色达 Paris色达 因一皮疏陀 疏陀 尾疏陀 疏陀 略称静 或作泛魔 泛 泛 Broma 巴同 只远离因恶行所致之过失烦恼 一般常用生语意三种清净 有关清静之种类,于诸经论中,均有详载,如下,一,无性之涉大成论事卷二就烦恼之符断数及二种清静,一,世间清静,由有漏道之修行能暂时压抑现行之烦恼,称为世间清静 二,出世间清静,由无漏道之修行能完全灭尽烦恼,称为出世间清静 世清静土论则分为,一,其世间清静,令环境变成清静 二,众生世间清静,助于其地众生便为慎重 二者细显一,正二报皆清静 三,大制度论卷七十三列举三种清静,即,一,心清静,修学般若不起染心,甜心等 二,身清静,心即清静常的化身,故身清静 三,相清静,得具足相好装延伸 四,良意设大臣论卷中为四种清静,即,本来自性清静,无构清静,致得道清静与道深境界清静 五,究竟一臣宝性论卷四说二种清静,为本来自性清静分为二,即,一,自性清静,万法皆空,本来极清静 二,离构清静,离烦恼而成为清静 六,显阳圣教论卷三列举施罗,心,剑,杜疑,道非道至剑,行至剑,行断至剑,无缘寂灭,国土等九种清静 七,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七列举三昧,智慧,神通,现身,多文等各有八种清静 大品般若经卷十二碳净品,大宝基经卷十四,卷三十九,无上一经卷上,即以门族论卷六,是净土群一论一批四千六百六十七 清静人,亦诸佛之通称 诸佛远离烦恼之勾染,三叶清静,故称清静人 成为十论卷一则称谓满清静者 方广大庄严经卷十一,显阳圣教论卷十三,成为十论数记卷一本,二阿弥陀佛之德好 十诸皮婆沙论卷五一行品,赞叹弥陀之功德,大二六,四三下,诸佛无量节,赞扬其功德,由上不能静,归命清静人 是清之净土论更以弥陀能满足其世间与众生世间两种清静,而称之为清静人 P4668 清静三叶,据菩萨因落经卷十一载,须菩提请问佛之色身如何,佛以三叶清静作答,即 一,深叶清静,为身之所行能防晒一切不善之法 二,口叶清静,为凡所言说者,皆为真实诚信,永离邪望之语 三,一叶清静,为收射身心,常居既定而别无意念 P4668 清静大赦寿,阿弥陀佛三十七种名号之一 弹鸾之赞阿弥陀记中有,大四七,四二三上,几首清静大赦寿,一语 此有多种解释,清静,为毕竟清静涅槃之德,赦寿,为四十八赦寿众生之德,其德广大周辩,故称大 或为弥陀佛三得圆满之净土,为清静,乃射受一切凡甚不可思议生土,故称为清静大赦寿 净土何赞望明记,法灵,净土何赞略解,仰视,P4668 清静心,只无一静性之心,远离烦恼之无构心,自信清静之心 幼金刚经,大八,七四九下,诸菩萨摩赫萨应如是身清静心,不应注色身心,不应注身,相,慧,处,法身心 极致无执着之心,中阿含金卷四十一,圣满宝窟卷上本,P4668 清静比丘,吉密教不动明王使者八大童子中之第六位 由不动真言归命具中之,VA,自身出,主不动尊之宝波罗密福德心形 戏表示比丘能守护法宝,故称此时者为清静比丘 其形象为替法者夹杀,左手执范窃,右手当心而持无骨处,露出右肩,腰细赤长,面貌非少非老,目如青莲,口边有牙向下显出 种子为,硬气为范窃印,吉仰左掌指头向右,右掌指头向左,赋于左掌之上 真言卫,安,欧,闺命,魔尼,玛埃,宝珠,韦书陀达摩俱鲁,六阿达达玛格鲁,清静法师,罗奇叉达摩,洛克萨达玛,护法,妃 圣无动尊八大童子密药法,P4668 清静功德,极乐净土二十九种庄严中十七种 总国土功德之一 未必,未必,安乐之大清静处,非三界之颠倒不尽 盖比净土依法藏菩萨之智慧清静夜而起,顺应法性,不为真俗二帝 永宜颠倒不尽之乡,得必净安乐大清静处,亦涉受众生令入必净之清静 网生论注卷上,P4668 清静本然,禅宗公安明 既宗代,爱长水子玄禅旧,清静本然,云河呼声山河大地,一语 请问狼牙会觉禅师,焚羊善召禅师之法四,所引发之公安 又坐狼牙清静本然,狼牙山河 从荣录第100则,大四八,二九一下,森问狼牙觉和尚,清静本然,云河呼声山河大地,觉云,清静本然,云河呼声山河大地 此宗案乃根据唐带班拉密地所一之首能言经卷四载,妇楼那问佛,大一九,一一九下,世尊 若妇世间一切根,尘,阴,处,戒等,皆如来藏,清静本然,云河呼声山河大地,诸有未相,四地千流,终而不始 盖以山河大地,清静本然之貌,表示无分别之见,无取舍增爱之真意 五灯会员卷十二长水章,浦登陆卷三,批四千六百六十九 清静光寺,日本时宗总本山 别称藤泽道场,无量光愿,游行寺 为于神奈川县藤泽市 为一遍上人所开创,亦说为四世吞海所开创 曾受足利,上山,武田,北条,得川各世之保护,数次浴火 明治四十四年,一千九百一十一,以便上人会此传,藤泽本,亦被焚毁 经设有十宗教务所,统辖墨四三百五十九所 批四千六百六十九 清静身,形容佛身清静,无诛染垢 法华经法师品所说之清静光明身,新华言经卷四十二所说之清静法身即是 华言经探玄记卷八,大三五,二七五下,静得内冲,明清静身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四,批四千六百六十九 清静法行经,全一卷 经已不传,故内容不详 据传,本经已老子,孔子及颜回魏摩赫加叶等所印话之说而著名 又广宏明集卷八所在,后周道安之二教论,法灵之破邪论卷上 维摩经玄书卷一指官服行传红卷六之三等有官派遣三圣之说 皆明是成自此经,由此亦可查之,此说盛行于我国南北朝 或因时代,经文之更改,各经论所在 乃世家人物与所印话之如,道人物,略有出入 如二教论所印,系以老子为摩赫加叶,孔子为如同菩萨,言回魏光静菩萨之印身 而指官服行传红卷所印则以老子为加叶,孔子为光静菩萨,言回魏月光菩萨之印话 据考证,此经细菩萨,乃对应西径纪九王府所传老子画胡金而造,约在梁代以前所传述 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卷十三,辩证论卷五,卷六,出三藏纪及卷四,批四千六百六十九 清净法界,又坐净法界 佛所正知真体 清净者,真如之体,离一切烦恼之够然,法界者,一切世间,出世间功德之所依 据佛的经论卷三载,净法界者,即是真如无畏功德 一切佛经载,佛有清净法界,正真觉智,无不了知 又净法界之印相,以左右守卫权,二母指入掌中,伸二十指 其真言为,南摩三万多佛陀南,归命普遍诸佛 达摩陀都,法界,萨婆,自信,俱含,我,又坐法界伸真言 其中法界,即是佛身,我,即是法界 行者虽未能及体真性,但坐此印,送真言,亦同于体法界 净法界之令依真言为,鞍,其中鞍字,为金刚界之归命语,三身等之意如常,字,据于嘉莲华不念诵法载,若处晦处,当于顶上官有法界身字,放赤色光,即所谓字 于所实之物如加持此字,即不成晦处 于一切供养相华等,皆加持此字,放白色光,即无晦处,所供养物则便法界 大日经秘印品,大日经书卷十三,P4670 清净法状高峰官三昧,即安住于,A,A,自本部生之三昧 全称满一切愿出广长舌相便赴一切佛差清净法状高峰官三昧 右座法状高峰官三昧,法状高峰官加持三昧 清净法状,指净菩提心 比喻如建立军队之状其于高峰上以指挥军队,而建立万行之首,净菩提心 的法状于中道第一异地之高峰,普观十方,拥护众身,护持正法 称为清净法状高峰官三昧,大日经俱原品,大日经书卷九,大日经书演奥超卷三十一,P4670 清净师,只行不失时,于失者,受者,失物三者,不执着为时有,而达到空之境界,称为清净师 宝玉经卷仪,参阅,三轮体空,681,P4670 清净皮尼方广经,权义卷 后勤揪摩罗时,或为主法护,义 又称清净皮奈耶方广经,清净皮尼经,皮尼方广经 收于大正葬第二十四册 本经叙述方广大臣之境界,以记调福音天子与文书之问答为其架构 旧身文及菩萨律行之不同,提出十七种对比 本经之义本有宋代法海所义之记调因所问经义卷,西境主法护所义文书施力禁律经义卷,又称禁律经,禁经,文书禁律经等 开源市叫陆卷十二,大唐内点陆卷六,P4670 清净皮尼经,请参阅清净皮尼方广经 清净皮奈耶方广经,请参阅清净皮尼方广经 清净解脱三昧,只远离一切细腹之禅顶 此三昧,为无够清净,远离一切细腹而得自在之境地,故称清净解脱三昧 祝此三昧,能于一念兼供养无量诸佛而不失定义 无量寿经卷上,P4671 清净道论,巴黎明菲萨泰摩格 凡三卷 细五世纪中叶印度高森佛音,范布戴古萨,所作 收于南传大藏经第六十二至六十四册 为南传佛教上座不知重要论著 净由日本水野红原译成日文,1937-1940 民国七十四年,1985,5月,由叶军,乐参,议成中文出版 全书记二十三品,系统的阐释上座不知教义,其组织次序与内容类似解脱道论,中意杂友论 博该书之见解 本论一介,定,会之顺序叙述 一、二品论界,三至十三品论定,并详细一系列之修习方法,十四至二十三品论会,其中十四至十七品主述五运,四地,八正道,十二因缘等 此外,并概述无常、苦、无我之三相等 书之前后有造论因缘之叙述,即以界,定,会三学达道清静涅槃道之结语 本书乃南传佛教最高权威之论书,其百科全书式之内容,堪语上座有不知大皮婆沙论匹敌 此外,注释书有达摩波罗,八德马巴勒,所传之真地匡,八巴勒马沙,马杰斯,又做大注马,K 马拉雷萨克拉,The Poly Literature of Salon,1928,PV Bapathivima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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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puna,1937,解脱道论清静道论比较研究,水野红原,佛教研究第三卷第二号,参阅,南传佛教,3750,P4671 清净慧菩萨 泛明菲萨达 玛蒂 因亦为树陀摩地 相当于大日经秘应品之声念处菩萨 不空所经卷九载 形象位左手持莲花 连台上竖螺 右手扬掌 半家夫座 真言为 南摩三万多伯陀南 南摩三万多伯陀南 归命普遍诸佛 达摩 达马 法 三婆父 三哈佛 身 沙父赫 陈九 大日经书卷十三世此真言 为此菩萨的在 同佛境界 从法而生 故称法身 即从自信清净之法而生之意 大日经据原品 批4671 清净姬 佛所据妙得四神三昧之一 指清净无染污之一切功德的姬姬 所谓 四神三昧 即佛所据之四种妙得 即止无形 无量意 清净姬 不退转等 法华文句卷一下 参阅 四神三昧 1751 批4671 清净觉海 比喻清净之本觉 深广如海 原觉经 大一七九二零上 求善之事不堕协见 若与所求别生增爱 则不能入清净觉海 又 清净觉相 意词 细致本觉之真相 正体 远离染垢 参阳 清净 四千六百六十七 批四千六百七十一 清净观世音普贤经 请参阅观音普贤陀罗尼经 清净观世音普贤陀罗尼经 请参阅观音普贤陀罗尼经 清重 指出家教团或于丛林修行之大众 又称清净大海重 清净重 如印度四大河流入于大海 即舍原名 皆成海水 比丘出家 亦舍以前之种姓族名 不分贵贱上下 皆成至求解脱之清净大众 仅得传登陆卷六莫附禅门归是 批四千六百七十二 清规 指禅宗寺院 丛林 祖之归臣及四众 清众 日常生活之责 即禅阿僧堂关于大众行 住 坐 卧等威夷所定之僧志 为丛林众僧所必须遵守之仪则 清 为清净大海众之月称 归 为归准神之义 又以所立之为能 清净大众 故称归 禅宗自达摩东来后三百年中 禅僧多依住律院或严学 树下 尚未盈利禅杀 唐代宏帐帐 之淮海 海禅 为始成 禅僧之说法 住持得以合法使因 建禅杀 并参照大小陈经律 制定丛林规矩 转轻规二卷 广为流行 世称古规 古轻规 百丈轻规 此为因规矩 百丈轻规一书或从林之一切事物 诸如法堂 僧堂 方丈之设置 并由僧众之众选择实贤众担任实职 实职份位 西续 首座 前堂 后堂 书记 知葬 知课 知御 东序 兼四 为那 副四 点座 知随 更设置疗园 堂主 画主 庄主 知殿等 一切事皆有专职负责之人 凡大众之朝餐 戏剧 斋州 普庆等皆有规定 学众聚于僧堂 依授借年次安排 并设长连床 工作禅演习 而住职与未兼聚到远及德行者 居入于方丈之中 实职出法堂 上堂身座 小餐垂式 以遇大众 凡此种种遂成为丛林心力 而与律法不同 世人即称为百丈亲规 此后天下丛林皆依准此规为寺院生活之一 然后至义有以禅灵清规系违背佛制之戒律 而加以诋毁者 百丈亲规一书历经堂末 五代逐渐散逸 经部分建于阳一之禅门规是及百丈规神颂两书之中 百丈亲规之后 我国陆续传出之亲规有 宋代宗则作禅院清规 崇宁清规 十卷 瑞言之无量宗寿禅师 作日用小清规 入重日用清规 入重经规 日用规范 一卷 物周精华之为免禅师作从明孝定清规 总要 贤唇清规 孝定经规 物周清规 二卷 元代东陵则山之贤禅师作禅陵备用清规 至大清规 泽山清规 东陵清规 十卷 中丰明本禅师作幻柱安清规一卷 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凤日重边赤修百丈清规二卷 到其作禅院清规总要二卷 即红座村寺清规一卷 明代寿昌下第三祖天界之道圣禅师作寿昌清规一卷 其中赤修百丈清规细江崇宁 贤唇 至大三本及幻柱清规等加以山凡不缺 众心全赐 分成九章 离为二卷 从明气经皆通行此本 虽其名人为百丈清规 然内容精神已去古清规一远 九章中 前四章规定有关祝圣 国祭 祈祷 佛诞节 涅槃节 达摩祭 百丈祭及各四立代都祖祭等一事 此皆律所未定 古规所缺者 五至九章 则为丛林本身之规章制度 此外 其他宗派亦仿效清规所制定之规制 如律宗之醒悟作律院士规三卷 天台宗之自庆作教院清规一卷 明代后 教门之规制混乱 丛林之刑法亦随之废持 在日本 关于清规之传述 有曹洞宗所依用之道远禅师座永平清规 绍景禅师座银山清规 集中玄透座永平小清规 灵济宗所依用之清桌正邓座阿建清规 东建义宫座丛林十一略清规 五者道中座小丛林清规 智德川时代则有黄泽宗之隐元龙齐作黄泽清规 庙星派之小丛林略清规 曹洞宗面山作僧堂清规等 另有净土宗慈空之连门清规 日连宗日登之草山清规等 现代丛林中实行清规之主要项目 有 一 节夏与节冬 丛林及众世之四大节位 节夏 节夏 冬至 年朝 节夏 即节夏安居 亦称节至 其日元为每年因历四月或五月之十五日 节夏则于七月或八月之十五日 然自元代以来 各提前一日 讲习礼仪 以便其内专心修道 节冬则于十月十五日至四年正月十五日之间 节至安居 专修禅法 即所谓东参下奖 二 安丹 凡曾受巨族界之比丘 若一界叠俱全 由方各寺 皆可挂丹赞助 如挂丹已久 知其行旅可以共住者 即送入禅堂 称为安丹 三 大寝职 即疑似之人事安排 未从临冬其重要形式 一般于每年八月十五日举行 四 贴单 通常于每年因历十月十五日 公布疑似执事及常驻人员名单 五 打妻 禅众未克其取悟 从临终每年自英历十月十五日至四年正月七日举行禅期 每期天为一期 或打妻 或打十期 不定 此为节冬中重要形式 六 普请 即普遍邀约大众劳作之位 又称出坡 七 岁纪 未从临岁末会计报告 八 诉众 对僧众违犯轻规之处分 九 榜状排施 指从临行事通知方式 通常有支单 贴榜 书状 排施等 十 中古法器 未从临号令之器具 禅极至卷上 大宋僧史略卷上传禅规法条 景德传登陆卷六莫复禅门规是 禅宗从临制度与中国社会 南淮景 批4672 清耸 五代僧 台州 浙江天台 人 天台宗第十四祖 从元秀授业 前修天台时圣三观之法 日夜不屑 未九 继元秀之后 住持国亲寺 十前事件无悦国 颇仰慕失之德行 极力护持 故免受冰火之灾 师乃立志 常日临坐 高论不倚 众不敢有眷子 故有 高论尊者 知好 深足年不祝 门人有异计 智英 绝珍等 世门正统卷二 佛祖统计卷八 批4674 清晨寺 清晨寺 位于日本千叶县安房郡清晨山上 浩千光山金刚宝苑 本属真言宗 战后改属日联宗 传说于宝贝二年 七百七十一 为布斯一法师创建 元人在兴后改立天台宗 江户初期时由智山派之门徒忠心 而改宗为真言宗 寺内有日联宗时祖日联之登山宣布开宗宣言之遗迹 P4674 清晨 指东汉末年至未初之计 知识阶层所形成 吉坦辩而达智学 求礼目的 知社会风气 此风盛行于魏 靖两朝 两百零二 四百一十九 清坦纯属哲学思辩之理去范围 如人生论 宇宙论 本体论 知识论 阅理 伦理 美学 语言语意学等 而不涉及现实 功力之官场政治或营省之术 故当时之社会意识普遍呈现追求清纯之风上 同一时期 另有玄坛之风 其主题仅限于清坛中之纯粹宇宙论 本体论 即如何配合此宇宙论之部分人生论 应属形而上学 故范围较窄 当时名士如王碧 向秀等 大多以谈玄香上 提倡老庄之学 誓以玄丰大赤 玄学之事虽被评为空理 空论之徒 然佛教入传之初及是借由清坛 玄坛而得以向知识分子传播 P4674 清泽门之 1863 1903 日本真宗大古派教育家 明古乌藩氏之子 于学一中途入森集 由本山派遣至东京进修 自文科大学哲学科毕业后 又于大学院专攻宗教哲学 其后 任真宗京都中学校长兼高仓学疗讲师 换费并敬仰期间 深究阿含经 并与青年求道者谈论信仰 又在东京本乡社号好动 出版精神戒月刊 曾任真宗大学学间 这有精神讲话 忏悔录 宗教哲学海谷等书 总卫轻则全集 凡三卷 P4674 清辩 泛名 BH4Vivka 或 Bavia 因一婆皮费家 婆皮靴家 又作清辩 明辩 分别名 为六世纪南印度大臣佛教中观学派之论师 或以施谓南方莫利耶纳国 范Malura 之王族 或为摩加陀国种姓大士 曾至中印度 诗世森护 范S.A.Garrakita 秦习大臣经典语龙树 范Malura 之教说 后反南印度 宣扬空意 与摩加陀国护法 范Dermalura 之瑜伽宗展开 空有之阵 护法陈尽无者 释清 说尽空之有 清辩祖树龙树 主张尽有之空 彼此相破向陈 或传说师反南印度 主持五时于索加兰 宣说教法 造中论事 迫斥痛为中观学派的佛护 范Buddha Plitta 之说 如施所者之班若登论事 即可见与佛护之意见相佐 晚年隐于陀纳节者家国南方山中 口诵真言世纪 主要著作为大臣长真论二卷 班若登论事十五卷及传入一藏中观论诵等 辩证论卷四 华言五教章卷四 大唐西玉记卷石陀纳节哲家国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四 法华经玄战集卷 五 印度哲学研究 第五 TH Scherbatsky 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erve N.A.P.4674 邱归山 禅宗公安民 宋代张州宝福院清华禅师 972 自知临终时期 于陆前 路过柱桥 曾宜济岩 大五一 萨四中 中 世人修说路行南 鸟到阳长直尺间 珍冻住西西盼水 汝归沧海我归山 上瘾归山之 山 及象征古来禅师本来面目 戏表示诸法实相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二宝福清华章 批4675 清斋 清净之池斋 斋 庄严洁净之意 有指饮食 动作 思虑 意念而言 据世事要篮卷下载 民间有乘客饮一杯水 终日不食之俗 称为清斋 又指如宿戒婚 或指尽事之意 批4675 清藏 清代开版之大藏经 分有三种 一 龙藏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 一千七百三十五 赤堪于北京 于乾隆三年 一千七百三十八 完成 系以明代北藏位底本 而有所增减 凡一六六二部 七一六八卷 史字大臣经班若不以气息土贤圣传集 全一北藏之鞭刺 令附目录 版是位一行十七字 一面五行之舍本 经版有五英殿 遗藏于北京柏林寺 清末慈禧太后赠于日本之龙藏 藏于日本龙古大学图书馆 二 百纳藏 又称百纳本 清末宗同志五年 一千八百六十六 杨仁山于金陵发起课经 主张全国各大寺院分课全葬 应集合北平 天津 金陵 江北 扬州 毗邻 苏州及杭州诸克经本而成 故称百纳本 所收经论教龙藏略少 版是多从近山本 然大小不一 至今为其 三 平家藏 清宣统年间 上海平家经舍以日本红教书院编印缩刷藏经为底本 改以四号活字印刷 为我国第一步用活版印刷之大藏经 装为四十函 四一四册 以签字文编函号 有总目一册 本藏经虽具红教藏 然红教藏之精华 教堪记 却被全部删除 故昭志去精华 取糟粕之讽 大清众克隆藏会记 佛典范论 吕邓 中国藏经义印史 道安 佛教圣典概论 申谱证文 参阅 中文大藏经 一千零一 批四千六百七十五 清龙权限 又座清龙权限 清梁权限 婆接罗龙王之第三女 即善女龙王 密教尊崇位如一轮观音之化身 驻印度吴热池 为密教守护神 唐诗 为长安清龙四之镇守 后为空海请回日本 供奉于高雄山 又移至京都提湖山 据说元一四明儿号清龙 应渡海至日本 故家水旁 清龙之名 经轨中无记载 又为清龙四镇守之事实不祥 故已乃始于日本之供奉 如为超卷一提湖四元起 批四千六百七十六 清延 一千九百二十四 一千九百七十 湖北随一人 俗姓黄 明兴华 十二岁 李黄碑谷寺圣祥法师出家 自国华 年二十 受剧族介于汉阳归原寺 民国三十四年 一千九百四十五 任汉口古德寺之客 并携办是佛教会物 其后 曾赴杭州灵影寺 广州六荣寺 四十三年 由港来台 驻识普寺 任之客 为那等职 月三年 创立永明寺于嘉义 蒋颂修池 又四年 于新殿碧坛桥畔 改名宅新建海藏寺 其间 曾任中国佛教会理事 监事 重建大陆佛教组织计划委员会委员 台北县佛教知会顾问等职 世寿四十七 僧纳三十五 戒纳二十七 生前曾祖父弟子 世纪后 于寺内院的和英六载 然后开市 后于台北市无心街山中塔藏六载 六十五年元月二十一日当众开纲 见师和睦端座 如入禅定 皮肤光泽 成琥珀色 宛如生前 一时轰动倒俗 传为佳话 为台湾地区记系指词行法师全身设立后 肉身不坏之又一人 P4676 清诀 1043 1121 宋代森 洛阳登丰人 俗姓孔 浩本然 自幼习儒 二十七岁时 悦法华经 乃至求佛道 从汝州龙门山宝印四海会替法 继而南游 参业家周俄眉山千岁和尚 后至淮西书都福山 节安于太守延 历二十年 元幼七年 1092 游历浙江 一年 赴航周龙隐寺 参业元明同之会下 随众居址 其后 以随师之学屡日多 遂居于四后至白云山安 倡道心意 效仿佛经历四果实的 分大小二圣 专以破斥禅宗未止 陈系池宋 公自庚座 从哲见多 称师为白云和尚 白云导师 企图自称 白云菜 即所谓白云宗 后又宜居于杭龙门山 节福地安 为城堡印寺 以三规五界接引四方学众 又受道俗之请 于政纪寺讲华严经 时论男师之心意者辈出 师乃作正宗论 三教编 时的歌等家已申辩 大观元年 1107 于湖州千金市迎见时的安 四至乌城金山节出城安而居 时有觉海于等以师之说乱正道 五朝正 诉诸官府 正合六年 1116 师前往广南恩州 宣合二年 1120 弟子正部等十人至今臣谢 乃获舍 一年世纪 世寿七十九 弟子会能遵一命 未知葬于于杭南山 塔称白云 愿好普安 后改普宁 著作除上纪外 另有正行级 初学级等 现今皆存 收于万序藏中 正行级系自如是道三教一致之立场 产论德行孝敬之道 初学级则为是岛门人开佛之鉴 已入于三圣十地之要法 世门正统卷四 佛祖统计卷四十六 世世姬古略卷四 批四千六百七十七 清爵寺 位于台湾台东北南湘龙泉山之本温泉风景区内 创建于民国四十四年 一千九百五十五 初游潘妙玄负责 至五十六年辞称进任主持 五十九年敦请主云任导师 经其策划成立清爵寺重建委员会 工程分三期进行 六十一年农历二月 开始举办精进佛期 倡导净土宗精修之法门 六十九年重建工程完成 P四千六百七十七 浅草寺 原属日本天台宗 后独立魏圣观音宗 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浅草公园 三号魏金龙山 别称传法院 俗称浅草观音 一四传 推古天皇三十六年 六百二十八 土师臣中之之家臣贵雄兵臣 贵雄武臣 贡于宫护川 于田川下游 下于网 或观音像 遂改宅建湘堂以安置之 此为建寺之始 天长元年 八百二十四 元人至东国巡化之途中夕于此寺 蒙三社全县之灵氏 乃建造堂舍 安奉一尺八寸之观音像 寺中藏有原版大藏经五四二八卷 县本四季有本堂 观音堂 山门 五重塔 轮葬 二天门 药师堂 严罗殿 弹岛神明 大宝殿 念佛三昧堂 乾平变天词 乾种地 传法院等 P4677 浅草别院 位于日本东京市区 属于日本真宗大古派之别院 俗称浅草门基 浅草本院寺 细德川家康娟的所建 出明光瑞寺 前后一建三次 江户时代旅为朝鲜史节管舍 P4678 浅略生命 及浅略及生命之并称 全称浅略是生命是 十六玄门之一 密教解释经文之一分子二门 一 浅略是 世间通途之事义 二 生命是 全是密教独特生理之事义 大日经书卷三 大三九 六一以下 以解二种义故 得阿舌黎明 所谓浅略 生奥分 若观前人 未有生解之机 则顺行图随文卫世 若以成就立根智慧 则当演唱生命而教授之 据童书卷七载 浅略是 为随他一语 生命是 为随字一语 以及以浅略为随顺激情之随他一语 生命为顺佛之字一之随字一语 又生命是中更分三众之浅生 即密密是 密密中密是 密密中密是 加浅之浅略总立为四重 参阅 十六玄门 三百八十六 批四千六百七十八 灵汉 指夏季七月至九月三个月间之入狱 一击以水冲汉 禅院清规卷四狱主 万须一一四四八下 烧汤至日 斋前挂开狱 或灵汉 或净法牌 禅陵象器兼文书门 批四千六百七十八 混断工 工物 混合而工之 又作杂工 即修护魔法时 先以丸香 散香 香花 饭食 五穀 药种等个别工之 而后混合残于蜘蛛供 供养猪定十方 当是天 经个顶于大护魔仪轨 大一八九二二中 献盛众所残五穀 香花等 聚遗器中 献十方是天 此外 于习灾护魔之修法中 若公物较少时 可混合珠公物工之 若苏油等较少时 亦可采词混沌工法 又用于杂合混沌供的公物之器具 称为混沌柱 苏西的杰洛经卷下 乳味超卷七 卷二十 批四千六百七十八 净人 于寺院中 为行替染而服种种 敬业作物者 又称道人 苦行 寺官 起源于印度 又禅林中 于僧堂给世周饭之植物 或遇世之行者 亦称为净人 禅院清规卷八规 禁文 卷十百丈规 神颂 参阅行者 两千五百五十七 批四千六百七十九 进入怨心 及净土之三种庄严 乃阿弥陀佛于因地位法藏菩萨时 发四十八清净怨心所成就者 出自痰鸾之净土论著 本书下卷总分为时刻以解释文艺 进入怨心为第四科之标题 有多种解说 或为净乃三种清净庄严 怨心乃法藏四十八清净怨心 入位仇入 以及仇三种庄严 四十八怨心而有成 净土论著 梁中 净土论著思记 原空 净土论著听记 善让 批四千六百七十九 净三叶印 右座莲华和掌印 本三媚耶印 为十八气印之一 极数左右十指 而指掌共和 细庄严形法最初之印 表示清净行者身 口 一三叶之印气 此印原为我等处于胎内之位 所结之印 为理智不二本地自证之性 故又称本三媚耶印 而两手十指之标志 表示莲华及理 理之处必有志 故以二手为理智 和二手表示理智不二 巨色无碍精彩 左手无指表示胎藏界无志 右手无指表示金刚界无志 十指即表示十度 或十法界 十真如 其中以十度配于十指 有诸一说 依莲华不心鬼之说 以右手无指配于谈等五度 以左手无指配于慧等五度 或未以左手无指配于谈等五度 以右手无指配于慧等五度 又十法界 以五凡 五胜配之 十真如 配时的所证之十真如 此外 行者座莲华和长 则成一法界 开之座欢喜之莲华印 则成多法界 有无量之名 解此印 口诵敬三页真言 即 安萨婆书陀萨达摩萨婆书度函 亦及归命自信亲近一切法自信亲近我 以此真言加持 故本具之自信显现 我生三页皆清静 秘藏记卷本 秘藏记本超卷六 参阅 十八气印 三百五十四 十指 四百五十六 批四千六百七十九 净口诵敬三页 即 修丽修丽摩赫修丽修丽萨婆赫 十四字 据消是金刚科医会要注解卷二载 送此真言者 可清净一切口诵 不送此真言 即使以横河水漱口 亦不得清净 批四千六百七十九 净土 指以菩提修成之清净处所 为佛所居之所 全称清净土 清净国土 清净佛刹 又坐净沙 净界 净国 净方 净欲 净世界 净妙土 妙土 佛刹 佛国 对此而言 众生居住之所 有烦恼污秽 故称惠土 惠国 净土 系专于大臣经中所宣说 以灰身灭至无于涅槃 为理想之小臣教无此说 即大臣佛教认为涅槃有积极之作用 而得涅槃之诸佛 各在其净土教化众生 故凡有佛所住之处即为净土 阿佛国经卷上 放光斑若经卷十九 无量寿经卷上等 均以净土乃诸佛于 因为杭菩萨道 起净佛国土成就众生之誓愿 为无量永结基功内得以建立之庄严清净世界 为摩经卷上佛国品为心净土净 缩婆及常计光净武 若众生心不净 此土及慧恶不净 佛所见清定 即成无量功德庄严 法华经之灵山净土 华严经之莲华藏世界 大臣密言经之密言净土等 即以心净土净说未本 又无量寿经载 缩婆世界以外令有净土 亦有余未来当其成佛时所成就之净土 二者均是菩萨一本愿 经修行而成佛时所完成之国土 为众生愿生之处 至于他方之净土 则有阿弥陀佛之西方极乐世界 阿弗之东方妙喜世界 药师佛之东方境流离世界等 以上诸佛之净土 据梭婆世界 各有一定之方位 故称为十方净土 极乐世界 范Sukh法 又作妙月 安乐 安养 乐邦 为净土宗所特别重视之西方净土 此净土乃指由菩萨所修之因形而敢果报之报土 或指佛为救度众生而假献之印化土 或指为于西方经过十万亿土 于比方时有之净土 或更指于众生心中所献之净土等 有种种不同之说法 又极乐有边地 宜臣 胎宫 谢曼界 为至极乐图中之国土 为弥陀净土之化土 等 乃是怀疑佛智者所往生之处 净土宗认为净土系于西方实在之暴土 生于此净土者能受诸乐 往生要集卷上举有十乐 一、慎重来迎乐 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及观音 适至二菩萨来迎 引导至净土 二、莲华初开乐 脱身莲华 往生净土 故于莲华初开之际 可见净土之庄严 三、身相神通乐 可得三十二相之身与天眼等五种神通 四、五妙境界乐 可得色、身、香、味、处等无尽圣庙 五、快乐无退乐 受乐无穷 六、迎接结缘乐 从前结缘之恩人清净土迎接 七、圣众聚会乐 众多菩萨聚会于一处之乐 八、见佛文法乐 得见佛、文法 九、随心供佛乐 随心供养十方诸佛 十、增进佛道乐 修行精进中的佛果 净土方位 庄严情形 著名种别 依诸经所述 各有差异 系由因为发愿之不同而产生 若旧史学立场 由阿、弥陀净土之描述不同 可以看出一种发展变迁之轨迹 如阿之佛 差有女人 人名接着由术所取五色衣服 有通往刀利天之三道宝阶 可视为较早知思想 弥陀净土则无女人 皆化身 受自然虚无之体 无疾之身 即至设大成论卷下 以净土未出过三界之妙处 有关诸佛净土之一同 幽列比较等 于诸经中均有记载 关于净土之种类 于无者时代 产生自信 受用 变化之三身说 佛之变化身是现八相居会土 受用身著于十八元净之一 莲华藏世界 即随佛之暴化 有静慧之别 为十论卷十有四身似土之说 大成一章卷十九分别 净土未是净土 相净土 真净土三种 为摩经略书卷一则 得利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十报无障碍土 长地光土四种 华盐经探玄记卷三 依三圣一成之别 而说不同之净土 参阅 佛土 两千六百零九 极乐世界 五千四百八十一 批四千六百七十九 净土九品 指往生净土至九种阶级 即上品 中品 下品 每品复分上身 中身 下身 何为九品 观无量寿经 参阅 九品往生 一百三十六 批四千六百八十一 净土二藏二教略 颂 全一卷 日本了预胜 迥转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三册 又称净土略诵 吉利二藏二教二顿之教叛 论净土宗之教相位相顿教 为一代佛教分身文 菩萨二藏 菩萨藏分顿 见二教略诵各教之要义 其中顿教分性顿 相顿 判定净土教会相顿 乃本书之创畅 全篇纪由一百六十六 宋构成 乐玉上人传 连门类聚金级录卷下 P4681 净土七经 请参队称赞净土七经 净土十药 凡石卷 明代秩序编 收于万序藏第108册 附提为林峰偶义大师选定净土十药 门人成十评点节要后父子 本书系将净土教义之论书编辑成十种 从第一卷阿弥陀经要解一卷 明代秩序 至第十卷西方和论一卷 明代元宏道 其中收有宋代尊世之往生净土颤怨仪 往生净土决仪行愿二门 明代诚实之观无量受佛经初心三昧门 即受持佛说阿弥陀经行愿仪 随代至以知净土十一论 唐代非悉之念佛三昧保王论 元代善欲之净土或问 明代妙之保王三昧念佛指指 元代泛其知悉斋净土诗 明代传登之净土生无生论及净土法语 就其编辑之顺序 以最初三要为经文之解释 同时叙述所依之行愿一则 其次净土时一论以下七要则 依随唐宋元明之时代顺序而编刺 P4681 净土时圣为慈恩大师所立 为净土极乐世界有十种圣事 即一画主所居 二所画命长 三国妃界系 四境方无欲 五女子不居 六修行不退 七境方非会 八国土庄严 九念佛设情 十十念往生 阿弥陀经通赞书卷中 P4681 净土时圣节间论 凡十四卷 日本成员 1283 1372 转 右座净土时圣论 内容论述净土教卓超重点 念佛超绝万行 由十篇构成 细别为一一灵象 详说净土教之书审 联盟类聚经级录卷下 P4682 净土时圣论 请参阅净土时圣节间论 净土时宜 随待天台宗智者大师 就净土往生之教义提出时宜 并通事之 以劝诱往生净土 即 一 是求生净土无大慈悲心之宜 二 是求生系与无生平等相为之宜 三 是偏求往生极乐系与法性平等相为之宜 四 是偏念弥陀佛号之宜 五 是具腹之凡夫的以往生之宜 六 是往生极的不退之宜 七 是不求都律往生之宜 八 是实念的生之宜 九 是女人根缺 二 甚不生之宜 十 是做何行业的生之宜 净土时 十一论 P4682 净土时一论 请参阅十一论 净土三十议 往生西方净土之三十种妙议 据原代普渡边之庐山莲宗宝剑卷九载 天台智者大师之净土群一论中列举往生西方有三十种益处 即一 一 往生佛徒义 二 的大法乐义 三 清静诸佛义 四 游历十方共佛义 五 清闻佛说义 六 福慧资良极的圆满义 七 素振菩提义 八 诸天人等同及一悔义 九 无退转义 十 无量行愿增进义 十一 应五设立宣扬法音义 十二 风树乐响义 十三 魔泥水玄演苦空义 十四 诸乐奏妙音义 十五 四十八愿义 十六 真金色深义 十七 行无丑陋义 十八 句足六通义 十九 常注定句义 念十 无诸不善义 念一 寿命长远义 念二 衣食自然义 念三 唯寿众乐义 念四 三十二相义 念五 十五女人义 念六 五有小乘义 念七 离于八难义 念八 和三法人义 念九 珍常 有光义 三十 德纳罗延伸立义 P4682 禁土三昧经 全义卷 北魏昭玄沙门统谈要义 后人移为他人脱台之名作之经 本经与谈之 提味经 为同时代之作品 禁土三昧经内容续说受持斋戒可得善神守护 由于六斋日及八王日若故守戒 则能延受增幅死后病得先 本经有敦煌本集大日本续藏经所收本 又经律异象 朱经药籍 法院朱灵等多有引用本经经文 开源市教路卷十四 P4682 禁土三部精英一级 凡四卷 日本姓锐编撰 收于大正葬第五十七册 本书系注释 净土三部精中之范语及难解之字 据名香等 联盟类据经及鹿卷上 净土真宗教典治卷二 P4682 净土五祖 指我国五位净土传灯之祖师 即谈鸾 我国素有净土五祖之说 若于谈鸾前家菩提流之 则为六祖 即菩提流之传一天清之往生论 且受官无量寿经与谈鸾 谈鸾始柱解往生论 又依龙树之石柱皮婆沙论 利难 义二道之教叛 道错归一谈鸾之仪德 别利圣 敬二门之教叛 而洪通念佛 善导臣习道错叛本院名号 为正定业 提倡凡夫生的往生之意 而大正净土法门 怀感诗世善导 依法相解说净土之宗义 此三诗面授相成 怀感之后有少康圣阳净土 世称后善导 法然上人传记卷二下 十以古德传会词卷四 净土法门原流章 P4682 净土五祖像 日僧元空所选我国净土教祖师 谈鸾 道错 善导 怀感 少康等五人之画像 相传此画乃印元空之希望 而由众元来送请至日本者 今二尊愿藏有一幅净土五祖像 曼陀罗四则藏有五幅净土五祖像 P4683 福土五祖会传 全异卷 藏于日本连仓光明寺 戏描绘我国净土教五祖之像 并附有汉文之传记 书后有 一千三百零五 一千三百零五 佳元三年 之计 P4683 净土五会念佛略法式一赞 凡二卷 唐代法诏述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略称五会法式赞 内容分续文及本文二部分 此书相对于广本 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 乃简略计述五会念佛之一则 广略二本皆述同一五会念佛之行仪 然广本分十门详述 略本则无章断 广本叙述行法 试者必念诵阿弥陀经并载经文 略本则无 著书有眼底五卷 冬日探泽义卷 冬日明术二卷 梁义等 净土真宗教典治卷二卷三 净土一平经论章书目录 连门类聚经级录卷上 P4683 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 现存二卷 唐代法诏传 收于大正葬第八十五册 略称武会法事仪 内容广述武会念佛之行仪作法 此为广本 此书原三卷 九部传 西原1908年 法人薄熙和 Helliot 于敦煌发现中 下二卷 此二卷中载有二十亿种赞文 与略本所载赞文 共三十七种 完全相同 明沙于运解说 金刚教授海力纪念论文集 善导大师遗文 望月姓亨 参阅 五会念佛 1166 P4683 净土本朝高僧传 请参阅近世振流祖传 净土布萨界 日本净土宗所传之布萨界 全称净土布萨遁教一臣元十大界 又作净土布萨一臣界 即基于净土布萨事 传为净土宗祖元空所传述 一书以阿弥陀佛为戒体 名号为戒相 往生为戒用 所行他立普济常养之布萨界 布萨界讲义卷上 大悬 P4684 净土生无生论 全义卷 明代传灯传 收于大正藏第47册 本书为传者采用诸经论之要指 阐明净土之生 无生 总分十门 义真法界门 深土缘起门 新土相及门 深佛不二门 法界未念门 静观相吞门 三观法尔门 感应任运门 彼此横溢门 现未互在门 本书 本书与随代志以知净土十一论 唐代非悉之念佛三昧宝王论 和尘净土三论 著书有明代正记之净土生无生论著 明代受教之净土生无生论清文记 达末之净土生无生论汇集 P4684 净土一平经论张书目录 一卷或二卷 日本净土宗长西 1184-1228 边 又称长西路 系有关净土教之经论 张书之目录 即分群经 诸论 誓教 记忆 别出 修行 赞颂 传记 杂述 未望等十颗 本书不仅为最早之净土教书及目录 并列举唐代窥基之阿弥陀经数赞 唐代境迈之称赞净土经书等不少古译书 净土真宗教典志卷三 联盟类聚金吉禄卷下 P4684 净土宗 以往升级了净土为力之宗派 我国十三宗之一 日本十三宗之一 净土乃至清净国土 庄严沙土 及清净宫德所庄严之处所 又称联宗 盖东竟会远在庐山洁白连社 取一身西方净土者皆有莲花所化身 而极乐国土一名联邦 本宗特别以称念佛名为主要修行法 及妥本愿之他利 其获生于西方极乐净土 故又称念佛宗 西方净土思想乃依据释迦于其是绝善所说之无量寿经 王舍成观无量寿经 指数给孤独悦说阿弥陀经等三经 佛陀入灭后约九百年天清所造往生净土论 以及马明龙树诸论施赞数以上三经之要义 红传此宗 为永平元年508 菩提流之来华 受谈官无量寿经 传承完备之净土经论 使我净土 法门有化时代之进展 我国净土经典传议 以之楼加称 诸佛朔共一般都三昧经 一百七十 未薅使 该经虽未数及弥陀净土之庄严 然仅为依专念之法的见西方阿弥陀佛 即是说明三昧见法 三国时代之千亿出大阿弥陀经二卷 详述弥陀在因为发愿及极乐净土之庄严 为净土宗重要之经典 西境的法护出无量清平平等绝经二卷 内容与大阿弥陀经相似 此外 富有之千之会印三昧经 无量门为密持经 主法护之德光太子经 决定总持经 阿弥陀佛祭等 姚秦宏十三年 四百零一 揪摩罗十一出阿弥陀经 十柱皮婆沙论等 略说极乐净土之庄严 为自古最圣行读诵者 其后相继有北梁潭无称一华经十卷 四百一十有 流宋云一无量寿经二卷 四百二十一 良耶舍一观无量寿经一卷 四百二十四 说明往生净土之行业 即应观想弥陀及观音 世至二菩萨 及极乐净土之庄严等 能除灭业障而生彼国 后世以观无量寿经与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合称净土三部经 至此净土经典传译以真完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国净土法门主要为弥勒土 弥陀净土二种 弥勒净土之信仰以西境道安慰最早 这也净土论六卷 其身都律弥勒净土 唐代玄奘与亏击 亦以弥勒净土为行持及一归 自此以后 由于修者少 弘扬者更少 渐行衰落 代之以弥陀信仰之龙心 弥陀净土遂为诸佛净土之代表 弘扬弥陀净土则以东净会远为立 比于卢山洁白连社与众共经修念佛三昧 据盘周三昧今以其能往生见佛 为我国劫慎佛齿 亦为我国净土之主流 北魏宣武帝时 菩提流之义出世清之无量寿经幽婆提舍愿生计 谈鸾为之助解 这往生论著 兼依隆树之实助 以婆沙论名是难 义二道 自义之别 主当依靠他立 愿为五拙恶世中方便义行之道 使禅净土立教之本义 并尊重持明念佛 以求生净土 至唐代道错 善导等师 成谈丸教旨 吉利弥调 父之本愿力 又主唱莫思想而说 实教相应之要路 道错者有安乐及一书 论破诸师之谬解 开示末世众生之要路 并依谈鸾难以二道之说 而立圣道 净土二门之将 善导传观无量寿经书 凯定古经物也谬见 明示净土教义 教相 并成谈鸾 道错 而立正行 杂行 奠定净土教义独立系统之基础 其后 有怀感者是净土群一论 少康大洪宗 自谈鸾至少康 被称为 正代五祖 当时长安等地各诗 亦各有阿弥陀经 安经等书 净土经典之研究 遂达高峰 但入口 躺开圆珠 会日自度归 见当时禅家是净土未引导于心之 方便说乃激烈反对 而提倡念佛往生之必要 主张借净并行 禅净双修 教禅一至 一切都行皆回往生净土 陈远 法照 非熙等臣其说 以念佛三昧为无上深庙之禅门 极力排斥禅途之空腹高薪 于是 国境土宗唐代 可分三种教系及会系统 常世性论理 善导系统 体解信仰之佛愿派 慈敏系统 指会日 不舍万行之妙有派 时禅途有父同会日 以主张 如 五祖门之宣 直唱瞻念佛 门禅 宗之一派 六祖下之阳会 唱 唱解行兼修 至后周法眼迪孙永明言寿 更大力弘扬禅禅双修 宋代森俗之禅禅双修 皆成其封 天带一门一多 因性 即解 者 以宋代行之 裸传观 音书面 宗超 其约新观佛说及细台静荣和论 向魏台家所重 元代以降 禅境双修之风月流行 中风明本 天如为则等皆新归西方 至明代 楚山少奇 古景龙 亦元宗本 云期诸宏 憨山德卿 古山元显 相继唱说禅境和形 由以云七红经修念佛三昧 注解阿弥陀经 且者诸书弘阳禅禅一致之旨 画广被一般教解 天台家亦有曲眼大佑 游西春 林峰 智序等 各传书光显静教 林峰智序唱三学义元论 以禅教律三学所归在净土法门 十余世壮孩 袁洪道的一个传著洪宣净土 契清代 净土信仰多由居士提倡 彭绍生 西宿父子 编网生传及传旨 指赞西方 康熙 乾隆年间 十贤四季 诸宏一宫 于杭州捷连社调化远近 尊坛鸾 道错 善导为罪出三祖 为众所倾养 明初 除洋人山之大力提倡 应光主张净土法门 为佛出世之本怀 致力社会救济事业 各地色俗建 新起结社念佛之风 政府迁台后 净土宗的在台延续发展 于日本 袁空 1133 1212 曾赚注选择本怨念佛级 书中级以拟定卡宗玄 特崇三经一论 净土 三部经与净土论 与我国净土教善导之教说 故标榜 偏依善导之论 于南行与异行 圣道与净土 自立与他立等三种对立之中 偏与异行 净土 他立念佛等三 陈安五年 1175 原空自比瑞山千网集水 高唱专修念佛 主张往生净土之安心 信心 起行 以念佛为主之五正行 作业 四修 等修行 并强调称念佛号之重要 该宗派虽然否定戒律 与造似之功德 然一般人重视持戒之功气 该宗派流传 受到朝野贵贱之支持 因此 遭受南兜 奈良 北陵 比瑞山 之压迫 原空及其门人 或会出行 或流放诸国 虽然 原空之教说中 因广大之武士 农民皆曾所拥护 而积极展开教室 原空末后 弟子分成五派 一 便阿之正西流 主张诸行往生意 二 正空之西山流 主张诸行不生意 三 龙宽之常乐四流 主张化身往生意 四 长西之九品四流 主张诸行本愿意 五 姓西一念意 主张一念也成意 至后是 仅存正西流 西山流 现在则专称正西流 未尽土宗 便阿末后 然阿继起 将正西流广为流传 故又分出白流 藤田流 明流 以上关东 三条流 一条流 角藩流 以上京都 等六流 其中以白流最兴盛 正西流之总 本山位之恩怨 大本山位增上四 西山流 自正空于西山宿生 创建光明寺以来 分成四派 及西谷流 深草流 东山流 琢鹅流 等 后随历代之变迁 现今之西山流 分为西山禅陵寺派 禅陵寺 西山光明净土宗 光明寺 西山深草派 寺院寺 等 净土宗以三经一论 即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与往生论 为本宗成立之重要点具 阿弥陀经描述 阿弥陀佛西方净土 一正庄严之事乡 并说明发愿 往生之意义及方便 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之功德 此经经文较短 诵读容易 被列为修净土宗者定刻 即乐必诵之经 无量寿经 详述法藏 彼丘在因地修行时所发之四十八愿 以治果的圆满成佛 庄严国土 设寿十方念佛众生 并载明三倍往生之条件 观无量寿佛经 略称观经 旨在说明欲生西方极乐国土之众生 所必修之敬业正因 并以十六观法地观阿弥陀佛之身乡 及极乐净土乡 又是九品往生之因果 往生论原名无量寿经 幽婆提舍愿生计 或称无量寿经论 净土论 系印度天青所者 以五念门修行之成就令众生 必尽得生安乐国土 见彼阿弥陀佛 阐世三经一论者 有坛乱之略论 安乐净土义 略是无量寿经 往生论著 著是往生论 道错之安乐 及 聚观无量寿经 述往生净土之要义 善导之观无量寿经书 发挥观经之旋义 并是其文句 右法是赞 往生理赞 观念法门般周赞 亦善导所作 定往生净土之行义 皆本宗要及 亦为一时之巨拨 本宗宗义 在以行者 修净土者 知心行业 为内因 以弥陀之愿力为外源 内外相应 往生极乐国土 弥陀在因为 为法藏比丘时 曾发四十八种大愿 除五愿属设法身 设净土愿外 其余四十三愿 试愿当来成佛时 设取一切有缘众生 由其设众生愿中之念佛 往生愿 即第十八愿 大一二 二六八上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至心幸乐 欲生我国 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正是法藏比丘之本怀 亦乃无量受经之宗药 然欲往生净土 则需内因 外源具足 方可得生 往生内因者 为众生之心行业 凡欲往生净土 先须发菩提心 此心为无量受愿往所建立 亦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从生 安乐即为菩提乃无上佛道之名 若欲发心做佛者 此心广大 周法界此心就尽等若须空此心 普辈离二胜账 四须发燕离心 心求心 燕离此事会土 八苦尖破 愿增会聚 心求净土清净 万福庄严 寿命无尽 复发三心 即 一 至成心 众生一切身口意所修解形 必须内外相应 真实为求生彼佛净土 不可内蓄名闻立养之心 外现贤善精进之相 二 身心 即身性之心 出性机 决定身性自身现世 返恼聚足之凡夫 无始以来飘逆无趣 循环不息 无出离之缘 四 信法 身性阿弥陀佛成就四十八愿 设受一切众生 专念彼佛名号 依彼佛加倍互念 定得往生极乐 三 回向八愿心 为已自无始以来 及今生自他所修一切 是出世善根息 皆回向 愿生彼佛国土 此三心少一即不得往生 要知 净土宗之修行途径 守须及信愿行三资良 修实善做基本 于是法无亏 赴广修功德回向愿生 更圣灵中一念 参阅念佛 三千两百零八 兜律往生 四千三百八十七 净土 四千六百七十九 批四千六百八十四 三千五百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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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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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